热闹的街区 人来人往 而在街区里的僻静小巷里 正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的猫咪 似乎预感到了危险 本能地拱起背 后背上的毛发树里 一只脚尖的小腿 落在小猫的面前 将一拉罐踩的干扁 随后 小腿的主人便出现在了十几米开外 猫咪吓得直接跳了起来 等它缓过神时 周围陷入安静 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 正当猫咪打算继续翻找食物的时候 又是一道身影出现 这回直接把猫咪吓得滚进垃圾桶里了 小巷子里 两道人影正在追逐着 林子彤追着驴星 一路来到此地 虽然她和驴星相隔百米 用肉眼是看不到驴星所在的 但是有天空上的三元暴信 林子彤并没有跟丢驴星 朱山灶哈赤哈赤地 跟在林子彤身后 气急败坏地说道 居然给那女人逃出来了 呼呼呼 丫头你跑慢点 俺跟不上 林子彤回头看了一眼朱山灶 随后说道 分头行动 你去前面堵截她 好嘞 朱山灶松了口气 然后奋力一跃 在下一个路口忽然转弯 消失不见 驴星在释放鬼王以后 毫不犹豫地逃出驴山派 恰恰说明她心虚的事实 林子彤一路追着她来到这儿 但心里也没底 因为她不确定 驴星是不是留有后手 万一驴星在荣城 还有帮手怎么办 但尽管前路有可能危机四伏 林子彤也没有要放过驴星的打算 翁千象说 厉害的画皮诗为了完美模仿原主 不仅会割下对方的人皮 还会直接吞噬对方的魂魄 获取记忆 眼前这个画皮诗对驴星如此了解 该不会是 心里这个可怕的猜想 刚刚浮现 就被林子彤强行打断 师父驴镜生已经够可怜的了 如果他的亲孙女再遭遇不测 林子彤都不知该如何安慰他老人家 更可怕的是 画皮诗拿到了驴镜生的亲笔手书 这意味着有可能驴镜生已经落入 新玄山派的手中了 这也是为了林子彤一定要抓住驴星的原因 前方的驴星手持浮沉 剑步如飞 发觉林子彤还在身后颈椎不舍 驴星咬牙切齿 该死 戏子说得果然不错 严家没一个好东西 包括严家的儿媳妇 前方有个路口 驴星打算制造分身 扰乱林子彤的视听 然而 就在驴星刚刚抵达路口之时 一道黑影忽然从侧面冲撞出来 直直撞在驴星的侧腰上 猪突猛进 猪山灶大喊道 驴星没有防备 被这如火车头般的猪山灶 撞得倒飞出去 飞了足足有十几米远 最后还撞塌了一面红砖雷起的矮墙 俺抓住那个女人了 猪山灶兴奋地大喊 从废墟中挣扎着爬起来的驴星 感觉自己的脊椎骨似乎断了 他擦了擦嘴角的鲜血盯着猪山灶 猪腰 不 是仙家 谁这么缺心眼 甘心当一只野猪的出马线 这话顿时对猪山灶造成了成敦的伤害 凭什么野猪不配有出马线 我野猪比黄鼠狼狐狸之流的差在哪了 俺撞死你 愤怒的猪山灶 猪蹄子在地上狠狠地摩擦了几下 随后再次朝驴星撞去 驴星冷哼一声 脚下轻点 瞬间跃起 猪山灶扑空 直接撞进了隔壁人家的里头去了 人家中顿时尖叫连连 驴星趁机逃跑 等到猪山灶狼狈地跑出来 驴星已经不见了踪影 另一边 林子彤根据三元的指引 依旧追逐着驴星 二人的距离拉近了不少 甚至在一些狭长的小巷里 驴星都能看到身后的林子彤了 阴魂不散 驴星咬咬牙 旋即冷笑 现在林子彤追得越紧 待会儿他就死得越惨 尽管驴星一直在小巷中逃跑 但他的目的地一直很明确 军马巷 这是一条即将被拆迁的小巷 曾经住在这儿的都是退伍老兵 他们早在一个月之前就搬走了 驴星冲进这无人的小巷 忽然间停下脚步 林子彤如影随形 下一秒便出现在小巷的另一头 束手就擒吧 林子彤手里拿着红神伞 冷声说道 把驴经掌门和我师父的下落交代清楚 我可以饶你不死 饶我不死 驴星放肆大笑起来 你还真以为你是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了 林子彤 你不过是靠着你的那些人脉关系 才得以上位的罢了 如果今天是你孤身一人来到驴山派 我有一万种方法羞辱你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驴星的嘲笑对林子彤并不起作用 只听林子彤淡淡地说道 我抢了你的鬼王 闭嘴 驴星怒吓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瞬间让驴星破防 毕竟控鬼之术同样也是他引以为豪的 而且那只红一利鬼是他亲手培养成的鬼王 结果轻而易举的就跟了林子彤 要说驴星不在乎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看到驴星如此愤怒 林子彤微微一笑 随后迈开步子朝着驴星靠近 就在林子彤走到小巷中断的时候 忽然察觉到不对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小巷子充满了阴气 周围还有鬼物埋伏 林子彤猛地抬起头 发现小巷子的上方 竟然被一股阴气笼罩 阴气几乎形成阴云 连阳光都无法照射进小巷 小巷的两侧墙头 齐刷刷地探出几十个脑袋 竞全都是篮球大小的鬼鹰 这些鬼鹰长相畸形 七孔流血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全都盯着林子彤看 在低头 巷子的地面也爬满了鬼鹰 如同一只又一只的巨大甲壳虫 抬着脑袋对着林子彤惨笑 嗯 你是个孕妇又肩又细的声音 从林子彤的身后传出 真是令人沉醉的味道啊 林子彤回过头去 只见一个穿着大红色棉袄 勾搂着背的白发老太婆 从破旧的院墙后走出 老太婆的眼睛又细又长 好像狐狸 笑起来的时候 嘴里光秃秃的 一颗牙都没有 她的左手拿着一个铁钩 右手拿着一把大剪刀 上面沾满了鲜血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喜婆 你也可以称呼我为 嗨 说着 老太婆的额头上 一个鲜红的亥字 缓缓浮现 喜婆是在古时候人们结婚当天 陪新娘子上花轿 一路到新郎家 三拜之后 陪新娘子进洞房 在新郎关入洞房之前 负责教会新娘子 新婚之夜 如何伺候丈夫的职业 因为这种职业与婚姻息相关 所以大部分喜婆同时也兼任着 接生的吻婆职业 眼前这位来自新玄山派 是十二元臣之一的喜婆 虽然一把年纪了 但是脸上却抹着厚厚的粉底 两颊点着鲜红的两个点 笑起来时十分诡异 对于这位突然出现的喜婆 林子同道没太放在眼里 真正令她在意的 是喜婆手中的那两件武器 她手里的铁钩与大剪刀上 布满了鲜血 那种鲜血散发着一股 说不出的恶臭和煞气 这种味道就连林子同都未曾见过 但结合喜婆周围的那些鬼鹰 她心中隐约有了答案 铁钩与大剪刀上的鲜血 恐怕都来自于那些刚出生的婴儿 也就是说 喜婆在这些孩子刚出生之时 便用铁钩与大剪刀将他们杀死 然后再抽出他们的魂魄 练成如今的鬼鹰 此等大恶 天地不容 喜婆的目光越过林子同 望向驴心 话皮 你的任务失败便失败了 大不了你交代在那 怎么还把货水往我这儿引 驴心冷哼一声 我死了 对你有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 你的位置可有不少人眼馋呢 若是你死了 我便可以扶持我的心腹上位 毕竟这十二元臣和二十八星秀 可是不一样的 喜婆应笑道 见喜婆的态度 驴心心中发寒 她知道这个老太婆的脾气 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 恐怕她是会真的袖手旁观的 于是驴心直言道 她是林子同 天生子同 子微命格 她现在怀孕了 肚子里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要是你我联手 事后她肚子里的孩子 你可以拿走 我额外再送你一只鬼王做报酬 这是很诱人的条件 喜婆妈撒着手中的大剪刀 似乎在思考 下一秒 她消失在原地 声音树然在林子同耳边响起 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我接下了 速度好快 林子同心里骇然 这个喜婆身高不过一米三 狗搂着被看起来 已经半只脚踏进棺材的模样 可她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抬头看去 喜婆的铁钩 已经朝她挥舞而来 若是被那钩子勾中 不死也要脱层皮 林子同急忙想要闪躲 然而这时她才发现 自己的双腿仿佛惯了千似的 竟然沉重万分 根本无法移动 低头一看 左右两腿上 各自挂着一个鬼鹰 死死地抱着她的小腿 黑川落 危急关头 林子同直接召唤出黑川路 半部鬼王的黑川路 在现身的瞬间 也拔出了武士刀 枪的一声 武士刀挡住了铁钩子 咦 东赢鬼 喜婆诧异地移了一声 随后笑得更甚人了 她手里的大剪刀 直接架住黑川路的武士刀 钩子勾向黑川路的脑袋 枪 又是一声尖锐的声响 出手的乃是林子同 红神散栏在黑川路的面前 挡住喜婆的攻击 同时她枪尖一挑 巨大的力道 震得喜婆连连后退 趁此机会 林子同低头 要对付腿上的两只鬼鹰 两只鬼鹰像是瓷娃娃似的 气球似的 脑袋左右摇晃个不停 嘴里还发出如同老鼠般叽叽叽的笑声 在即将动手的那一刹那 林子同忽然犹豫了 她想到这些鬼鹰 曾经都是天真纯洁的孩子 只是被喜婆给利用 如果就这么 让他们魂飞魄散的话 自己的双手 恐怕也会沾满鲜血 尤其是在她的肚子里 也孕育着小生命之时 林子同就更不忍心 对这些鬼鹰下杀手了 于是她咬咬牙 用驱斜咒 击退两只鬼鹰 然后一脚一个将它们甩飞出去 喜婆见状 急笑道 要不怎么说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呢 你的仁慈 让你变得束手束脚 而我却完全不会受到 这些道德的约束 说着 喜婆随手抓住一只鬼鹰 那鬼鹰被掐着脖子 却还咽咽咽咽地 对喜婆打招呼 他们似乎是把喜婆当作母亲 天然地对她保持亲近 下一秒 喜婆便直接将铁钩 捅进鬼鹰的肚子里 搅动一番后 抽了出来 如此可怕的场面 就连林子彤都忍不住眯起眼睛 鬼鹰瞬间魂飞魄散 临死之前 眼神还带着茫然 似乎不知道 为何喜婆要这么对她 之所以没有恐惧 是因为鬼鹰还不知道 魂飞魄散为何物 死去的鬼鹰化作金魄 被铁钩吸收 铁钩上那些早就变成黑色的血迹 竟然重新变得鲜红 而且宛如沸腾一般 在铁钩的表面冒起泡泡 虽然很同情那只鬼鹰 但林子彤此时也不得不认真了 喜婆杀了鬼鹰 显然对铁钩有什么提升 接下来的交手只会更困难 然而不等喜婆出手 缓过气来的驴星便抢先了 只见他搅动浮沉 竟又召唤出两只鬼王 这两只鬼王 体型足足有十米之高 比他用来拖延 严守一等人的鬼王们 都要厉害 竟然还留有底牌 林子彤咬牙道 两名强大的民间教派传人 再加两只实力不俗的鬼王 即便是林子彤 也都感到压力倍增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能做到自保就不错了 想要赢 太难太难 话皮 事先说好了 刚才你的承诺可算数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用铁钩 勾出你的肠子 喂狗 喜婆威胁道 看样子 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和谐 驴星厌恶地皱着眉头 知道了 我要一个婴儿的魂魄 又没有用 喜婆点点头 鹰笑着说道 你逃不掉的 话音才落 四周的鬼鹰 骑刷刷地爬出来 将林子彤和黑川鹿团团围住 这些鬼鹰算不上厉害的鬼 但奈何数量众多 再加上林子彤 不愿意伤他们的性命 这一战 简直对他充满了限制 忽然 原本寂静的小巷子里 响起了猛烈的犬吠声 汪 汪汪汪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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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间 数十条流浪狗冲进小巷 流浪狗身上自带的煞气 竟将鬼鹰们吓得四散逃窜 根本顾不上搭理喜婆了 这是怎么回事 喜婆不解 但十分愤怒 汪汪汪 数十条流浪狗 如同洪水般涌进小巷 有的甚至是牙都没长齐的小奶狗 却依然摇晃着尾巴冲来 似乎整座城市的流浪狗 都汇聚在此 鬼鹰们被恶犬 吓得瑟瑟发抖 全都挤在一块 躲在角落里 喜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流浪狗 是冲着他们来的 那驱使流浪狗的人 就只有一个 林子彤 只见林子彤的 那双子彤散发着光芒 这是他之前 从未使用过的招数 但招数的名字 却如雷贯耳 习兆万灵 来自神龙与神虎的传承 与致命五月 并称二绝技 所有流浪狗 都听从林子彤的号令 全部来到小巷 有他们在 鬼鹰们竟然全都不敢出手 驴星皱着眉头说道 不要管那些野狗 就算没有你的鬼鹰帮忙 我们二人加上两只鬼王 对付林子彤绰绰有余 喜婆文言 便也没管 与驴星并肩冲向林子彤 林子彤冷哼一声 手中红神伞 舞出枪花 以一敌二 但对方并不是什么小角色 联手之下 给林子彤带来巨大的压力 让他不得不边退边打 出手也十分保守 黑川路同样迎战两名鬼王 但却着实处于下风 驴星培养的鬼王 全都属于亚苗柱掌形 他们的真实实力 远比看起来的水平要低得多 所以 哪怕是半步鬼王的黑川路 拼尽全力的情况之下 一时半会儿 也还能缠住两只鬼王 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黑川路早晚会败下阵来 而到时候 林子彤就危险了 林子彤接连后退 驴星却步步紧逼 他的脸上露出恼怒之色 林子彤 你好好的当个花瓶不行吗 非要来搅和驴山派的事 现在到你自食恶果的时候了 林子彤却抓住机会 一个枪边打在驴星的后背 他是驴山派的接班人 他对驴山派的感情 又怎么可能是一个外人能理解得了的 所以 他根本没必要向驴星解释 无非是浪费口舌罢了 挨了林子彤一枪边 驴星的身后衣服破碎 后背露出一条长长的血痕 他的嘴角也流淌出鲜血 可见这一招 着实让他不太好受 没用的东西 丢脸 喜婆英笑一声 身体骤然消失 而后瞬间出现在林子彤的身后 一 呀 喜婆口中蹦出尖锐的声音 刹那间让林子彤一时模糊 愣在原地 与此同时 骨链招魂铃上的鼠灵蛇 忽然一阵颤抖 紧接着流光闪过 林子彤瞬间恢复理智 抬头一看 喜婆的大剪刀 即将架在他的脖子上 若是再迟一秒醒来 恐怕就要伸手一触了 林子彤几倍发凉 却也迅速做出动作 刹那间将红神伞打开 碰 红神伞打开 伞面推着四周的空气 发出声响 将喜婆挡下 喜婆剑剑子无用 当机立断 换做另一只手的铁钩 去勾林子彤的手臂 这一遍招来得着实太快 林子彤没能躲过 手臂上瞬间被铁钩 拉出一道长达十几厘米的伤口 伤口鲜血喷涌 皮开肉沾 林子彤疼得咧嘴 却强忍下来 收起红神伞的同时 用手沾了鲜血 在面前飞快地化服 因望而生 神不那样 外作邪精 九丑之鬼 知辱姓名 无鬼斗煞 听无号令 急需带去 不得久听 急急如律令 无鬼斗煞咒 符文化好 骤然发亮 符文扩散至喜婆的脚下 而后便从地底下 爬出了五只来自地狱的恶鬼 喜婆的脸色 稍稍有些难看 这五只恶鬼并不简单 就算是他对付起来 恐怕都需要花一点功夫 无鬼缠着喜婆 终于给林子彤喘息的时间 然而就在林子彤准备转身 去对付驴星之时 他的手臂却传来一阵剧痛 就连他的身体也为之虚弱 险些没能站稳 铁钩有问题 林子彤低头一看 手臂上的伤口发黑 上面甚至生腾着黑色的烟气 铁钩之前被喜婆附魔 显然攻击中带有别的效果 林子彤脸色难看 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力量 正在一点点被侵蚀 正在和无鬼缠斗的喜婆大笑 婴儿的煞气最是凶悍 你是所谓正派中人 体内最容不得煞气 画皮 你还在等什么 还不快动 驴星单膝跪在远处 还在缓之前 林子彤抽她的那一枪 但听到喜婆所说以后 驴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向林子彤冲来 林子彤果然受到影响 精神恍惚 竟然对袭来的驴星 一点反应都没有 呵 碍事的丫头 去死吧 驴星心中大喜 以为胜券在握 然而 就在她来到林子彤面前之时 林子彤的左手掌心里 忽然闪过一道骷髅印记 随后 一道鬼影赫然拦在 林子彤与驴星中间 驴星大惊失色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那道鬼影便一口咬向她 这一口 结结实实地咬在驴星的肩膀上 驴星疯狂挣扎 结果硬生生被对方 扯下了一块血淋淋的肉 喜婆 你不是说她不行了吗 驴星忍着痛 边后退边质问 她本来就损失惨重 之前又挨了林子彤一枪 现在更是被撕下一块肉 喜婆不说话了 假装在专心对付无鬼 实际上却是不好意思 承认自己的过错 气急败坏的驴星 稳住身形以后 在定睛一看 只见拦在她面前的 是一只穿着打扮 看着十分久远的女鬼 奇怪的是 女鬼身上的煞气 竟然中得吓人 呸 肮脏的肉 难以下咽 联合吐掉了驴星的肉 冷笑着对驴星说道 煞气正是我最需要的东西 之前看着你们欺负公主 我可着急了 现在正好吸收了煞气 有机会现身帮忙了 可别忘了 联合便是靠吸收煞气 稳住魂魄的 喜婆的那一钩子 虽然伤到了林子彤 但也成功唤醒了联合 如今桃花银虚弱无比 联合便是林子彤最后的底牌 联合随后转身 心疼地看着林子彤手臂上的伤 关心道 公主 你的伤重不重啊 林子彤撕下一片衣角 绑在手臂上直血 坚强地说道 不碍事 对付眼前的敌人才是重点 联合的翘脸 瞬间变得惨白可怕 她眉目睁眠地盯着驴星 食指的指甲 瞬间长长到十几厘米长 声音阴冷地说道 你们敢伤公主 那就拿命来赔罪吧 联合可是守护了林子彤好几世的人 可以说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严守医以外 最爱林子彤的人 就是联合了 当联合看到林子彤手臂上的伤后 怒意几乎要吞噬她的理智 驴星从未见过 身上煞气如此重的鬼物 看她的气势 实力恐怕不输鬼王 联合 就在联合要对驴星出手之时 林子彤忽然喝道 你先去帮黑川路 黑川路凭一己之力 拦住两名鬼王 但她自己也已经到达极限 这短短的十分钟里 黑川路的身上已经伤痕累累 甚至连胳膊都断了半截 这场战斗的真正突破口 并不在林子彤这边 而是黑川路 如果黑川路没能拦住两名鬼王 等到两名鬼王再加入战斗 林子彤就绝无胜算可言了 而林子彤自己 对付驴星 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联合文言 恨恨地瞪了驴星一眼 随后听话地化作一团鬼气 杀向两只鬼王 有了联合的加入 黑川路顿时压力减轻 二人联手 甚至吻压两只鬼王一头 风水轮流转 联合与黑川路杀掉两只鬼王 同样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发觉到事情的不对 驴星的脸色也逐渐凝重 原本以为自己的鬼王 配合喜婆与鬼鹰 围杀一个林子彤 绰绰有余 结果没想到她的底牌层出不穷 眼下尽管自己还占了点便宜 但想要杀死林子彤 必然要花一些时间和代价 驴星不会天真的以为 严守医等人会对林子彤 完全放任不管 按照她的推测 严守医他们 解决自己释放的鬼物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也就是说 她还有一刻钟的时间 来对付林子彤 该死的驴山派 被感压力的驴星 把过错都推给了驴山派 忽然 她平静下来 淡淡地问林子彤 你不是想知道 我把驴精关在哪吗 林子彤将红神伞 插入脚下的石砖缝隙 身子依靠着红神伞 冷声问 你想说了 我把她杀了 驴星答道 对此 林子彤并没有丝毫触动 并非是因为 她对驴精没有感情 而是因为她 看得出驴星在拖延时间 杀死驴精 对之前的驴星并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林子彤不信驴精已经死了 之所以现在还愿意听驴星胡扯 是因为林子彤自己 也需要时间恢复体力 煞气被联合吸收干净 但依旧给林子彤留下了后遗症 方才她趁着联合现身的时候 给自己喂了两颗老精给的丹药 等到丹药的药效起作用 林子彤会毫不犹豫地杀了驴星 驴星穿着宽大的道袍 让林子彤看不见 她藏在袖子里的手 她悄悄地拿出了一只小型母舰 那你想不想知道 你师父驴镜生现在身在何处 驴星又问 林子彤眉头紧锁 莫不作答 她在心中默念倒数 十秒钟 只需要十秒钟 她就能有再战之力 然而 驴星已经不需要再等十秒了 秀 隐藏在秀中的弩剑 猛地射出 直奔林子彤的心脏 林子彤面色大变 她的身体并没有恢复 行动迟缓 根本来不及闪躲 去死吧 驴星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 这个破坏自己的计划的女人的凄惨下场 然而 就 一道尖锐的鸟鸣声 从天空中传来 随后便是一只金色的鸟 从天而降 挡在林子彤的面前 这只鸟和大叶体型相似 通体金黄 弩剑射在她的身上 只是留下了一道印子 便无力地弹到一边 三月 林子彤惊喜万分 她差点忘了 天空中还有这么个小家伙 驴星则是气得头昏 怎么这个林子彤身边 有这么多帮手 三元扇了扇翅膀 直接对驴星释放掌心雷 本就受伤的驴星更加狼狈了 只可惜的是 眼手一不在场 无法帮助三元施展木魁法天 否则光靠三元 便能席卷那两只鬼王 彻底改变战局 不过 现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因为林子彤的身体恢复了 十秒钟到了 林子彤瞬间消失在原地 提着红神伞 冲向驴星 枪出如龙 驴星脸色苍白 甩着浮沉抵挡 同时不停地后退 狭窄的小象很快就走到底 驴星后背贴着墙 已经退无可退 林子彤趁机攻击驴星下盘 一个横扫便将只扫翻在地 随后枪间一条 驴星的右脚脚筋 直接被挑断 啊 驴星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抛开控轨之术不谈 驴星和翁迁象一样 只是拥有强大一荣术的人而已 尽管他的身手了得 但在林子彤的面前 还是弱了半分 林子彤冷哼一声 立刻又挑断了驴星的手巾 将他的浮沉 打到一旁的废墟里 但在最后一刻 林子彤却停手了 他不想杀驴星 因为驴星或许知道师父的下落 说 我师父在哪 林子彤用红神伞的枪尖 顶住驴星的喉咙 冷声问道 驴星咬了咬牙 冷笑道 你杀了我吧 杀了我 就永远没人知道 驴镜声的下落了 你当我不敢 林子彤道 你应该明白 这个世界上能说话的 不只是活人 杀了驴星 取走他的魂魄 再让翁迁象 用画皮人的控轨之术审问 一样能得到结果 但那样做 也有一定的风险 例如 记忆有可能残缺 又或者驴星意志坚定 在死去的瞬间 自毁魂魄 就在双方僵持之时 林子彤忽然发现 驴星的眼中 闪过一抹奸诈之色 同时 三元也飞扑过来 林子彤没有转身 但也知道 身后是什么情况 必然是那喜婆 翘无声息地 甩掉了五只恶鬼 过来支援驴星了 尽管喜婆和驴星不对付 但二者都属于十二元臣 纯王齿寒的道理 喜婆还是明白的 所以 他绝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林子彤杀死驴星 小丫头 我对你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万分感兴趣的 喜婆那阴侧侧的声音 在林子彤耳边响起 随后那根尖锐的铁钩 瞬间穿过林子彤的锁骨 将她强行往后拖拽 喜婆为人阴险狡诈 且十分明白隐忍 在解决掉五只恶鬼以后 喜婆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为的就是 能够趁林子彤不备而偷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甚至在驴星的性命 受到威胁之时 喜婆都无动于衷 若能杀了林子彤 就算驴星身受重伤又如何 尖锐的铁钩 穿过林子彤的锁骨 强行将她脱离驴星的身边 林子彤再次受到煞气侵蚀 身体变得虚弱 但疼痛感却加强了好几倍 喜婆每走一步 对林子彤而言 都是巨大的折磨 这回她忍不住了 发出沉闷的惨叫声 别叫了别叫了 喜婆阴侧侧地说道 一会儿还有更痛苦的时候 她将林子彤甩出去 重重地摔在一片碎石废墟当中 林子彤身受重伤 却本能地护住自己的小腹 肚子里有她和严守医的孩子 不论如何 她都不想让孩子受到伤害 驴星手绞精已经被挑断 无法上前帮忙 但看到喜婆占据上风 她忍不住大笑 三元着急地飞扑下来 同时释放掌心雷攻击喜婆 但没有严守医在场 三元的实力太过有限 并不能对喜婆造成什么威胁 公主 联合大惊失色 想要前去保护林子彤 可两只鬼王却收到驴星的命令 哪怕魂飞魄散 都要拖住联合 喜婆没有了后顾之忧 便缓缓蹲在林子彤的面前 手中的铁钩与大剪刀 相互碰撞摩擦 发出令人胆寒的声音 你知道我这两件宝贝 平日都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吗 喜婆冷笑道 这个铁钩子便是探经孕妇的肚子里 将他们的孩子搅得稀烂 然后再把碎肉勾出来的 她顿了顿 又说道 要是遇到一些死因 肚子上的旗带还和母体连接着 我就会用这把大剪刀 把旗带剪断 林子彤本是不惧喜婆的 但如今听了喜婆的话 也忍不住翘脸发白 她难以想象 那些被喜婆折磨过的母亲 和孩子的痛苦 更无法想象 这种事情 若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会怎么样 喜婆垂涎她肚子里的孩子 同样的折磨人的技法 毫无疑问会用在她的身上 但奈何此时林子彤 已经是强弩之末 身上再没有任何底牌 根本无力挣扎 喜婆弯下腰来 像条恶犬似的 嗅着林子彤身上的味道 然后露出陶醉之色 啊 多美妙的味道啊 新鲜的母体 新鲜的生命 我就喜欢摧残这一切 说着 喜婆不再犹豫 将铁钩靠近林子彤 林子彤咬着牙 不停后退 心里默默祈祷 祈祷严手 依她们能快些赶到 她不怕死亡 她害怕的是 自己那位出世的孩子 也跟着死去 就在喜婆靠近林子彤之时 一道红色的鬼影 忽然间出现在喜婆面前 是林子彤刚刚收服的 红衣厉鬼 红衣厉鬼 方才一路追随林子彤 但速度慢了一些 此时才终于寻上来 看到林子彤即将受到伤害 红衣厉鬼张牙舞爪的现身 在喜婆的肩膀上 留下了四道血淋淋的抓痕 喜婆吃痛 不禁大怒 挥舞着铁钩 朝红衣厉鬼打去 哼 不自量炼 铁钩上有着浓浓的煞气 这一下打得结结实实 红衣厉鬼惨叫一声 身形激进透明 快回来 林子彤同样心疼 红衣厉鬼的情况 强行用骨链 召魂林将之收回 红衣厉鬼消失不见 但这样一来 林子彤也就失去了 最后一道保障 喜婆咬咬牙 不想再生变故 抄起铁钩 便扑向林子彤 身体勾楼的样子 活脱脱地像 故事里的狼外婆 林子彤心里一阵绝望 忍不住闭上双眼 不由自主地大喊 大傻子 救我 绝望之际 她的心里 只有眼手衣的名字 碰 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在林子彤的面前 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喜婆撞飞十几米 痛苦没有降临 林子彤立刻激动地睁开眼 却见挡在她面前的 是巨大化厚的三元 之前的三元 体型和一只大雁 没什么区别 即便身体坚硬 但攻击力也十分有限 但现在的三元 体长超过五米 是一只庞然大雾 她的鸟会能轻而易举地戳穿钢板 爪子能捏碎花钢岩 喜婆稳住身形 脸色阴晴不定 这是怎么回事 林子彤则是脸色大喜 三元巨大化 说明她使用了木魁法天 这说明严守依旧在附近 果不其然 不过沉寂了几秒钟 几道身影便出现在小巷的尽头 严守依 魏长青 于露明 柳一人 赵丞相 袁建兴 他们几人 几乎是荣城目前最强的战力 严守依看到林子彤浑身是血 身受重伤的模样 眼神顿时变冷 身体金光一闪 便出现在她的身边 她沉着脸 先从东王葫芦里拿出丹药 喂给林子彤 然后飞快地检查她的伤势 看到她紧张的模样 林子彤反而松了口气 我受了伤 但不算严重 最重要的是 孩子是安全的 可言守依 却没有因此而松口气 她眉头紧锁 心疼万分 谁干的 她的声音前所未有的低沉 夹杂着怒意 联合大喊道 还能有谁啊 不就是他们俩吗 他们俩 指的是驴星和喜婆 严守依舒然抬起头 眼中布满血丝 死死地盯着二人 该死 喜婆感受到了 来自于严守依的压力 最重要的是 严守依带来的那些人 也不简单 她知道 今天恐怕得不到 林子彤肚子里的孩子了 而且安然逃脱 恐怕都没那么容易 再加上一个重伤的驴星 想逃几乎是不可能了 于是 喜婆毫不犹豫地转身逃跑 不忘丢下一句话 提醒驴星 话皮 你好自为之吧 我先走一步 混账 带我一起走 驴星怒不可遏 却又拿喜婆一点办法 都没有 别天真了 你自己看看现在的情况 换你你做得到吗 说到底 今天的麻烦 还是你弄出来的 与我无关 该绝情的时候 喜婆是一点情面 也不讲 逃跑的时候脚下生风 没有半点犹豫 然而 喜婆还没有逃出几步 一道金光在她面前乍现 正是严首一的身影 严首一拦在喜婆的面前 眼神阴冷万分 似要吃人 你敢伤她 敢打我们孩子的主意 那就别走了 留下来吧 恐怖的压迫感 扑面而来 喜婆从没有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 感受到这般的恐怖气势 就算是戏子里跟苗 都没给过她这样的感觉 严首一的眼神里 有杀意 有煞气 有破天的气势 这任何一点单拎出来 都足够成为天之骄子 更何况这些东西 都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她就是严首一 鲁班传人严首一 那个让戏子屡屡吃亏的严家小子 一瞬间 喜婆的脑海中 闪过无数个念头 但这些念头 最后都汇聚成一个字 逃 面对林子彤 喜婆上还觉得 有把握赢她 但此时 面对严首一 喜婆战役全无 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至于什么脸面 什么驴心 这些她都不在乎 闪开 喜婆速度不减 手里的大剪刀剪向严首一 哼 严首一冷哼一声 从身后 拔出斩破刀的针身 直接迎着大剪刀上 枪 两个兵器相撞 发出一声尖锐的碰撞声 斩破刀卡在剪刀中间 既不让剪刀前进 也不让剪刀合上 喜婆健壮 将铁钩扔向严首一 腾出的手 各自握住大剪刀的一边把手 使出浑身的劲儿 想要让剪刀剪断斩破刀 喜婆冷笑 我的剪刀上不买煞气 严首一文言 露出诡异的笑容 是吗 我的斩破刀上 煞气更猛 说着 她单手握住刀刃 用刀刃划开自己的手掌心 流淌而出的鲜血 直接将妙计五僧刻下的 佛门真言覆盖 而后伤口飞速愈合 佛门真言被覆盖 斩破刀彻底解封 刀内的煞气 顶刻间喷涌而出 恐怖的煞气如同洪流 沉甸甸地往地下泄去 在斩破刀的面前 喜婆的剪刀 简直就是小儿科 如 如此浓郁的煞气 这怎么可能 喜婆面色大变 她把煞气完得如火纯青 在过去与别人的交手的时候 每次都能打得对方出其不意 屡试不爽 但今天喜婆连吃了两个大亏 第一次是机缘巧合之下 让林子彤释放了联合 第二次便是眼前 她哪知道严首一的斩破刀 煞气更浓 斩破刀上黑光闪烁 直接将大剪刀的煞气吞噬铜化 顶刻间大剪刀暗淡无光 沦为反铁 喜婆怒吼 怎么可能 这可是她数十年来 耗费无数精血才养成的法宝 却在严首一面前 直接失效 破 严首一嘀喝一声 猛地转动斩破刀的刀柄 刀刃未知一阵 只听枪的一声 大剪刀硬声碎裂 破 喜婆吐血倒飞 狼狈地跌落在地 然而 她刚刚落地 便立马四肢着地 像只黄鼠狼似的快速爬行 竟毫无形象地 钻进了一旁的狗洞 鱼鹿鸣见状 皱了皱眉头 打算出手相助 但严首一却喊道 别动手 你们替我照看好臭丫头 我要亲手杀这个老妖婆 说着 严首一周身金光闪动 消失在原地 一向懂礼貌有教养的严首一 很少会说出老妖婆这种字眼 但这一次她忍不住了 可见她是多么的愤怒 其他人也知道严首一的愤怒 所以都没有出手 等着严首一自己处理此事 柳一人跑到林子彤的身边 搀扶着她 靠在自己的怀里 手中多出了一包药粉 这是我们龙虎山炼制的药伞 撒在伤口上 能加速愈合 谢谢 林子彤脸色依旧苍白 她看向不远处 还无法动弹的驴星 说道 你们能不能帮我抓住驴星 她知道我师父的下落 不能让她逃走 手脚筋已经被挑断的驴星 此时也失去了行动能力 只能躺在废墟中听天由命 但这并不能减轻她的威胁 赵丞相走上前 一套八卦掌打在驴星的身上 直接封住了她的奇经八脉 让她彻底瘫痪 与此同时 原剑星提起剑 杀进连河和黑川路的战斗圈里 每几个回合 便将两只鬼王斩于剑下 危机 彻底解除了 魏长青站在墙头上 眼睛泛着清光 她沉声说道 这附近没有其他活人的气息了 想必藏在这里的 只有喜婆 但周围阴气很重 不知喜婆在这里倒固了什么 林子彤其实知道 喜婆倒固的 无非就是那些可怜的鬼鹰罢了 不过此时 她已经没有力气解释 只能闭着眼睛 轻轻地呼吸 同样的小象 之前是林子彤追杀驴星 现在换成了眼手衣 追杀喜婆 林子彤身受重伤 肚子里的孩子险遭毒手 这无疑是触碰了眼手衣的逆龄 所以她格外愤怒 杀意毕露 该死 她怎么如此阴魂不散 喜婆心里害怕到极点 她只恨自己 千不该万不该和画皮有所联系 原本自己在荣城 这个不起眼的角落 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练鬼鹰 根本不想参与驴山派的事情 结果画皮祸水东影 把林子彤引过来不说 现在还来了个杀神眼手衣 祈祷的人变成了喜婆 她只希望自己今日能够安然逃跑 只是 眼手衣是不会放过她的 碰 一道身影 猛然降落在喜婆的面前 完全挡住了小巷子狭窄的道路 正是三元 喜婆猛地停下脚步 脸色殷勤不定地看着三元 身后的脚步声传来 喜婆立刻回过头 便看到了杀意浓浓的眼手衣 别杀我 喜婆直接下跪 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只要你留我一条性命 眼手衣放慢脚步 慢慢靠近 口中冷声说道 你是十二元尘的人 但和驴星不一样 你身上没有值得我留守的价值 喜婆咽了口唾沫 不甘地寻找着机会 你在看什么 眼手衣眼神伶俐 我 喜婆低下了头 沉默了几秒钟以后 突然抬头 嘴角裂到耳根 发出尖锐的尖笑声 空气中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箭矢 从喜婆的口中吐出 射向眼手衣 这是喜婆的杀招 之前她用同样的招数 让林子彤短暂失神 这次她使尽全力 笃定自己这冲着魂魄 而去的一招 一定能让眼手衣 至少呆愣十秒 而她便要趁着这十秒钟的时间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逃出生天 无形的箭矢 瞬间撞入眼手衣的眉心 喜婆也趁此机会 向眼手衣的方向冲去 她身后的路 已经被三元堵死 就在喜婆即将与眼手衣 擦肩而过的时候 眼手衣忽然伸出手 怎么会 怎么可能 她难道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吗 喜婆的脑子 一时间转不动了 大手直接捏住了喜婆的整张脸 像是钳子抓住一个大皮球 没等喜婆反应过来 眼手衣便抓住她的脑袋 将她抱摔在地 碰 一声巨响 喜婆重重地摔在地上 身下的石板鹿被砸得稀碎 同样稀碎的 还有喜婆的骨头 她本就一把年纪了 之前能脚下生风 全靠一身修为 但这也改变不了 她骨质疏松的事实 巨大的力道 让喜婆浑身上下 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 她直接瘫痪在地 眼手衣低着头 冷冷地看着喜婆 喜婆回过神来 眼里满是绝望 她想要开口求饶 但一开口 嘴里喷出的全是鲜血 还有破碎的内脏 她知道自己大腺将至 骨头禁碎 内脏破损 这些都是很难挽回的创伤 尤其是在她已经落入 眼手衣的手中以后 她基于灵子铜肚子里的孩子 犯了眼手衣的大忌 眼手衣怎么可能会留她性命 但喜婆还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魂魄攻击 对眼手衣一点效果都没有 眼手衣看出了喜婆的困惑 却始终没有回答 她默默地蹲在喜婆的身边 注视着她 看着她的生命 一点一点地流逝 喜婆的眼神 忽然间争鸣起来 因为她发现 眼手衣是故意不说话的 这小子 就是想让她死不瞑目 杀人珠希 杀人珠希 喜婆被气得不行 情绪激动的她 牵动内伤 更多的鲜血从嘴里喷出 眼手衣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不多时 喜婆断气了 她双眼圆瞪 死不瞑目 这时眼手衣才微微一笑 自言自语道 我是天煞失魁 本就没有魂魄 你的魂魄攻击 对我没有任何效果 只是现在 喜婆已经死去 听不到眼手衣的这些 这些话了 她说完 又静静地蹲了一会儿 摸了摸口袋 有龙飞城之前 塞给她的半包烟 这会儿正好拿出来点上 其实她已经很久 不抽烟了 尤其是在得知 林子彤怀孕以后 但这次的事情 让她忍不住要抽一口 缓解心中的闷气 就差一点 刚才只差一点 林子彤就 身陷危机 孩子也有可能被喜婆取走 如果不是自己来得及时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眼手衣不是是杀之人 非道万不得已 她不会直接杀人 过去这种事 一般都是薛凯来做的 但喜婆是 真正触怒了眼手衣 让她出手的时候 毫不留情 如果不是喜婆本事不够 眼手衣方 才有可能直接动用 沁江将军 交给她的一件问题 那样 喜婆可能连个全尸 都留不下 她刚点上烟 才抽上几口 一道身影 出现在她的身后 不用回头 也知道来的人是薛凯 眼手衣 将剩下的半包烟 丢给薛凯 薛凯熟练地 拿出一根叼在嘴里 尸体我替你处理了 薛凯问道 眼手衣叹了口气 点点头 薛凯从背包里 拿出一个裹尸袋 熟练地甩了甩 然后把喜婆的尸体 塞了进去 至于后面如何处理 那不是眼手衣 需要考虑的事 对了 眼手衣忽然说道 你试着看看 能不能把喜婆的 魂魄保存下来 她是十二元臣之一 恐怕知道 不少新玄山派的消息 薛凯答道 没问题 但魂魄重组 需要七天的时间 七天后她 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没问题 薛凯收拾的时候 眼手衣衬撕着 是不是也应该 给林子彤 配几个如薛凯这样的影子 否则类似的事情 再次发生怎么办 新玄山派的那些人 神出鬼没 说不定就盯上了 林子彤肚子里的孩子 但保护相当于监视 林子彤恐怕不会接受 而且 她自己也有桃花银帘 和黑川路在身边 或者 暂时把她送去龙虎山 王之来就在龙虎山 那儿可以说是全天下 最安全的地方 也有张三通坐镇 很快 一支烟到底了 岩手衣将烟头踩灭 转身往军马巷走去 而薛凯已经带着 喜魄的尸体 消失不见 当岩手衣 回到军马巷之时 这里的战斗 早已经结束 两只鬼王被消灭 联合和黑川路 已经回到林子彤的 古炼招魂铃当中 驴星全身瘫痪 躺在废墟里 一言不发 林子彤经过调息 脸上逐渐恢复了血色 但伤势并没有 那么快痊愈 岩手衣来到林子彤的身边 不放心地再次检查伤口 同时说道 喜魄已经死了 林子彤微微点头 我们都知道了 就在刚才 那些被她控制的 鬼鹰乱作一团 我暂时将它们 都收入古炼招魂铃当中 等我伤好了 再把它们送去轮回 岩手衣点点头 转头看向驴星 众人问道 你打算如何处置它 先把它带回去 慢慢审问 岩手衣冷声达到 驴星身上有 最关键的两个秘密 第一 驴镜声的下落 第二 他混入驴山派的目的 岩手衣相信 星玄山派 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 尤其驴星 还是十二元陈中人 假冒驴星混入驴山派 甚至成为驴山派掌门 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 而阴谋的背后 是星玄山派 那见不得人的目的 不多时 林若甫和叶成福 亲自开着车过来了 随着一起跟过来的 还有救护车和老金 老金下车 查看了林子彤的伤势 并且给他把脉 在众人关心的目光下 老金松了口气 伤得不算太严重 养个十天半个月 便没事了 胎儿也很好 众人的脸色都缓和下来 眼手一低头摊开 手掌心一看 原来自己的掌心 早就被冷汗打湿了 大家互相对视 然后轻松一笑 把林子彤送上救护车 而驴星则没那么好的待遇 赵丞相在把他扛上车的时候 动作很是粗鲁 战斗留下的一些痕迹 由叶成福带人留下来处理 其他人直接往民俗研究会而去 众人离开后约半小时 韩三气喘吁吁地跑进马军巷 人呢 人都上哪儿去了 什么情况啊 众人浩浩荡荡地返回民俗研究会 虽然驴山派那边 还有一堆烂摊子要收拾 但是那些烂摊子 可以慢慢收拾 当务之急是先把驴星关去研究会 并且让林子彤得到有效的治疗 当运送众人的车子 来到研究会外时 大家都被西湖的景色所吸引 不管是龙虎山还是牢山 又或者是武当山 山门重地都设置在远离城市的深山里 山中人烟稀少 灵气浓郁 更适合他们潜心修道 而民俗研究会则不同 它设立在戎城最繁华的地带 并且坐拥戎城西湖的风水 扎根民间 可以说是民间教派的绝佳据点 就连余露民都不禁感慨一番 认为龙虎山太没烟火气了 你们要是喜欢这儿 随时欢迎来做客 严守一热情地说道 研究会的客房众多 你们甚至可以直接挑选自己的屋子 只供你们来做客实住 严酬在设计民俗研究会之初 便将各方面都考虑周全了 现在的民俗研究会 就是一个门派大杂会 门派该有的 研究会一样不缺 门派不该有的 严酬也全都背着 例如 研究会甚至有一个装修豪华的KTV 这种娱乐设施 在民门正派里 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 不过 这些都是后话 众人感慨 研究会的奢华之时 车子已经驶入研究会 严守一陪着林子彤到老金的院子里 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寸步不离地跟着 老丈人林若福 也是满脸的心疼 不过他并没有责怪严守一 或者林子彤的意思 只是叮嘱老金 一定要尽全力 不管缺什么药材 都尽管提 林家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严守一在林子彤身边 守了大半个小时 眼神就没能 从他身上移开过 最后还是林子彤 催着严守一离开 我已经没事了 你还有很多事情 要处理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陪着你 怎么能叫浪费时间呢 严守一严肃地 纠正林子彤话中的错误 林子彤白了他一眼 正色道 驴心关在哪 就当是帮我的忙 你帮我问问他 驴经掌门身在何处 还有我师父他老人家的下落 林子彤说话很有技巧 他知道 现在就算自己下床赶严守一 他都不会离开自己的身边 反而是用帮忙 当作借口 才能说得动严守一去办正事 果不其然 严守一被说动了 他迟疑了一下 喊来老金 让他千万要照顾好林子彤 老金满脸不耐烦 林丫头是我们的团宠 还用得着 你多嘴吗 行了行了 你们快去忙正事 我耳朵都快被你们磨出茧子来了 自打林子彤受伤开始 严守一 林若府 叶城府就轮番轰炸老金 老金当然会全力以赴 只是被大家的过度关心 搞郁闷了 你们压什么时候 能这么关心我啊 林子彤好歹有钱有老公 我老金还啥都没有呢 被老金对了一通 严守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走出病房 众人都聚在外头 严守一松了口气 笑道 子彤没事 大家都别担心了 你们第一 回到研究会来 不如到处逛逛 大家也知道 严守一要去审问驴星了 便失去地 表示想去西湖上滑滑船 和众人打了招呼后 严守一单独带上魏长青 静止前往关押驴星的地方 研究会是有地牢的 但这个地牢 和普通的地牢不太一样 它是被严筹设计在西湖水底 地牢四周 被西湖水所镇压 其中运用到了 奇门遁甲和镇法 使得地牢与外界完全隔绝 别说是活人了 就算是一缕魂魄 都别想离开地牢 当初龙虎山的地牢 若是有研究会这个水平 二十八星秀的那群家伙 再来十个 也未必能攻入其中 穿过重重屏障 二人走进暗无天日的地牢 静止走到最深处 作为地牢的第一位客人 驴星关在安房等级 最高的一间牢房 牢房有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 也有各种静置阵法 只要驴星有任何 想要离开的动作 就会自食恶果 而在距离牢房十几米开外 魏长青忽然停住脚步 严守一诧异地看着魏长青 魏长青淡淡地说道 毕竟是前同事 严守一干咳两声 没想到二叔还念旧情呢 不过审问之事 应该也用不着二叔出手 严守一点点头 便单独往深处走去 站在牢房外 严守一看到驴星 依旧保持着刚被送进来的姿势 仰面朝上的躺着 他被废掉了手脚筋 还被赵丞相封住了奇经八脉 身上的法宝武器也全被收脚了 可以说现在的驴星 就是废人一个 在牢房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严守一打开牢房门 大步走进去 全盛时期的驴星 都未必是严守一的对手 更何况是现在的驴星 所以 严守一不担心会出什么幺蛾子 这股自信 完全来自于他的实力 驴星似乎睡着了 呼吸沉重又痛苦 眉头紧皱 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几十岁 醒醒 严守一可不会给驴星什么好脸色 一脚踢在驴星的后背 驴星立刻睁开眼睛 见识来者是严守一 驴星眼中没有半点涟漪 淡淡地说道 杀了我 别着急 杀你是早晚的事 严守一回答道 我不喜欢杀人 但不代表我不会杀人 上辈子死在我剑下的亡魂数不胜数 也不差你这一个 现在是严守一来审问驴星 所以在气势上 他绝对不可能被驴星压制 哪怕驴星一心求死 严守一也要想办法 让他求死不能 这样才有足够的筹码 从他口中套取信息 驴星全身上下 也就只有脑袋以上能动了 他所能做的最大的动作 便是转脖子 其次便是动嘴皮子和眨眼睛 驴星发觉 严守一不仅实力了得 性格也成熟稳重 眼中闪过一抹巨色 他不怕死 他怕的是求死不能 毕竟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死是最好的结果 严守一蹲下身子 打量着驴星 过了一会儿 他说道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但在这之前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撤下你的伪装 看看你的真容 说着 他伸手 想要扯掉驴星的面皮 但试了几次却不成功 他发现驴星的脸色铁青 随后忽然想起 翁千相曾经说过 初级的画皮师 只能使用类似化妆的易容术 终极的 就可以取人面皮 贴在自己的脸上 伪装成原主 而真正厉害的画皮师 取人面皮以后 可以直接将面皮 与自己的脸融合 如此一来 假脸也会变成真脸 就算是最亲近的人 但看外表 也无法分清真假 驴星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他所用的画皮竹 必然是最高级的那种 如何破解驴星的画皮术 关于这点 翁千相也曾经说过 画皮师冒充他人 必然要用银针封闭身上的 三处穴位 这三处穴位 分别位于后脑 尾锥右三寸 左膝下方 只要拔出三处穴位中 任何一根银针 就能让它原形毕露 这三处穴位听着简单 似乎很容易破解 但画皮师 必然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隐藏这些穴位 甚至会将银针整根 避入体内 做到天衣无缝 只是现在驴星全身瘫痪 严首一又有的是 时间慢慢处理 所以让驴星原形毕露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他直接将驴星的脑袋 掰到一旁 在他的后脑勺摸索一番 没有什么发现 紧接着 又找了另外两处 同样一无所获 见严首一没有头绪 驴星冷笑道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就是真正的驴星 只不过失踪的这些年 我兼修了画皮术 闻言 严首一无动于衷 我的画皮师朋友告诉我 厉害的画皮师 为了能演得更像圆主 甚至会吞噬圆主的魂魄 来获取记忆 这样 他们的言行举止 就会和圆主十分相似 尽管驴星刚才的口吻和语气 简直就是驴星本人 但有一点是驴星无法复制的 那就是 驴星是驴山派的人 如果要练控鬼之术 他一定会选择驴山派的控鬼之术 而不是画皮师的 所以 严首一笃定 这个驴星是假冒的 驴星不说话了 似乎是觉得 严首一知道的 比他想象的要多 没必要多费口舌 像个跳梁小丑似的 自取其辱 你应该把银针整根逼入体内了 但我也有办法把他逼出来 严首一说完 右手忽然被一团金光包裹 金光照 龙虎山的绝学 严首一一掌 拍在驴星的后背 金光瞬间涌入驴星的身体 在他的体表游走 挤压每一寸皮肤和肌肉 叮的一声 一根银针忽然从驴星的后脑勺 飞出 穿过他的头发 直接钉在墙上 严首一回头看了一眼 目光再回到驴星身上之时 此人面部的皮肤开始抽搐 简直如同沸腾似的 不断变化着 只见驴星的面貌快速改变 变成了一个面容消瘦 满脸黑斑的男人模样 他的体型也开始有所改变 胸部缓缓凹陷 身高长长了几公分 和之前完全判若两人 发现这画皮式的真身 竟然是个男人 严首一一阵恶寒 你他妈竟然是个男的 正因为之前画皮式 伪装的驴星是个女子 所以严首一哪怕在恨她 都依然保持着理智 没有下狠手 现在发现 画皮式竟然是个男的 严首一直接抬腿 踹了她几脚来泄愤 由于爷爷从小的教导 严首一天然对女性 带有几分宽容 至于男性 对不起 你们没这个资格 画皮式挨了几脚 疼得哼哼出声 不过不知是不是因为 他扮女人扮得太入戏了 所以哪怕是哼哼声 都叫嘀嘀的 严首一听后 又补了几脚 等到画皮式开口求饶了 严首一才停下 为什么区别对待 画皮式愤怒地质问 严首一 我不打女人 可你杀了喜婆 我不打女人 又没说不杀 严首一理了李思绪 也懒得问画皮式的名字了 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把驴精掌门关在哪 画皮式闭上眼睛 似乎打算咬紧牙关不松口了 严首一又是一脚招呼 只不过这一脚直冲要害 女人没这个弱点 但男人可就太明显了 画皮式挨了一脚 竟然只是哼哼了一声 没达到严首一预期的效果 同时 严首一也察觉到了 画皮式的那空荡荡的 和正常男人不一样 这家伙竟然是个太监 难怪扮女人扮得这么像 画皮式不愿回答有关驴精的问题 但却主动解释起自己的身体情况 我们家的画皮式是一脉相承 为了更完美的伪装 所有男丁在有了孩子以后 就会自攻 你们有病 你们全家都有病 严首一吐槽道 谁说画皮式只能男扮女了 难道女扮男 还要装一个假的在身上不成 画皮式闻言忽然间愣住了 他的眼神忽然变得无比纠结 似乎脑海里有一座山榻了 有些观念 自幼形成 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这样 所以才不会去怀疑 其是否合理 这名画皮师便是如此 父亲是太监 爷爷是太监 且他们扮女人都扮得很好 所以 画皮师在成年以后 也没有想太多 孩子出生后 就挥刀自攻了 事后也正如他所料的那样 自己扮女人 扮得甚至比父亲和爷爷还要出彩 但现在严首一的一句话 才让他忽然醒悟过来 似乎 当年不自攻 也不是不行 严首一叹了口气 庆幸翁千相 不属于这名画皮师那一脉的 否则可能也逃不了成为太监的命运 画皮师的眼神越来越茫然 支撑他多年的信念轰然倒塌 自我怀疑让他几乎要失去理智 他对目前周遭的一切忽然都不那么看重了 驴精被关在平安大厦 画皮师难难答道 严首一微微汗手 看样子 画皮师是打算说实话了 第二个问题 你把驴心怎么样了 画皮师低着头答道 驴心在冰州 他和一个男人私奔了 并且已经生了三个孩子 我发现他的身份以后 就杀了他全家 割了他的面皮 还吞噬了他的魂魄 细子知道此事之后 就让我伪装成驴心 派我来接手驴山派 他用最淡然的语气 说出了一场惊天血案 严首一的眼神疏然一凝 呼吸也暂停了十秒 最后默默地压下心中的愤怒 陈生问道 第三个问题 驴镜生掌门身在何处 你是否见过他 那所谓的亲笔手书 是从何而来 画皮师思考了一阵 答道 我不知道他在何处 亲笔手书是十二元臣中的 子给我的 我只是奉命行事 十二元臣分别是子 丑 银 卯 臣 四 五 为 身 有 虚 亥 画皮师对应的字是银 喜婆对应的是亥 如果按照这个顺序 子或许是十二元臣之首 地位和之前的角木交储物一样 是能够直接号令其他十二元臣的存在 原以为画皮师掌握了重要线索 但现在看来 线索似乎不那么明朗了 从画皮师这里 无法直接询问到驴镜生的下落 而想要找到驴镜生 恐怕还要先找到十二元臣之首 不过严首一也得到了一些重要信息 第一 驴镜等人被关在平安大厦 等离开地牢 严首一便直接联系龙飞城他们 让他们前去解救驴镜 接驴镜回驴山派主持大局 第二 真正的驴星已经死了 而且就是被眼前的画皮师所灭口 其实这条消息 反而救了画皮师一命 严首一打算留着他性命 等驴镜生回来以后 亲手替孙女一家报仇 第三 驴镜生的下落在十二元臣之首的手中 第四 乃是严首一延伸拓展而想到的线索 李根苗并没有因为元气大伤而选择折服 他依旧在进行着某个见不得人的计划 为什么李根苗要派画皮师来接手驴山派 这对星玄山派有什么好处吗 若是画皮师成功接手驴山派 那么下一步 李根苗又打算做什么 严首一甚至用发散思维思考 李根苗是不是在别的门派 也安插了类似的暗棋 等着接手门派 如果事实如同严首一所想的那样 那么整个事情就变得无比严重了 如今星玄山派已经很强大了 如果他们再渗透进其他的名门大派 众人想要阻止 他就更难了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龙虎山的张无马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李根苗攻打龙虎山的计划里 被策反的张无马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你还知道什么 严首一抓着画皮师的领口问 画皮师摇了摇头 我知道的信息有限 戏子做事一向如此 我们只会按他的命令行事 没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点画皮师没有说谎 二十八星秀的人 也是被李根苗这样糊弄的 严首一盯着画皮师看了一眼 随后忽然出拳 一拳打在他的鼻梁鼓上 砰的一声 画皮师的鼻梁鼓 尽碎 疼得他当场昏厥过去 既然从画皮师这里 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了 严首一便不再有审问的打算 他这一拳完全是为了泄愤 也是为了先替真正的驴星报仇 严首一起身离开 将老房门锁好 头也不回地离开 魏长青在不远处 身子靠在牢房外 见严首一出来了 便问道 人杀了吗 严首一摇了摇头 答道 这个画皮师杀了驴星全家 我要留着他的狗命 等驴镜生前辈回来以后 亲自动手 魏长青微微点头 其实他更支持 直接杀了画皮师 毕竟他对驴镜生和驴星 没什么感情 在他眼中杀了画皮师 是最保险的 不过对于严首一的决策 魏长青也意见 我刚才翻看了画皮师 随身携带的物件 相信你会对这个感兴趣 说着 魏长青拿出了一张 被卷起来的道符 不过一截小拇指长短 他解释道 画皮师的浮沉杆底部 有一个暗格 打开后便找到了这个 画皮师在伪装成驴星的时候 手里一直拿着一根浮沉 之前严首一以为那浮沉 不过是他为了掩人耳目 才拿着的玩意儿 现在看来 他应该是一件法宝 严首一接过道符 展开看了一眼 皱着眉头说道 这是某种发送信号的道符 是的 将之燃烧以后 另一张道符的持有者 会有所感应 魏长青道 二人对视一眼 似乎在征求对方的意见 思考着 要不要将道符燃烧 画皮师的东西 毫无疑问 和新玄山派有关 魏长青相对保守地说道 要不要问问画皮师 好 严首一二话没说 转身便拿着道符 去找画皮师 可怜的画皮师 刚刚被严首一一拳打碎 鼻梁鼓晕过去 马上又被严首一 用一盆凉水泼醒 这是什么 严首一拿着道符问道 画皮师忍着剧痛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 老实地答道 联系系子用的道符 系子吩咐我 一旦我当上驴山派掌门 就烧了道符通知他 你有这玩意儿 刚才为什么不说 严首一怒道 你刚才那一拳 画皮师话说到一半 不敢说下去了 他怕再挨走 严首一冷哼一声 收起道符 又问道 还有什么没说的 我不想浪费口舌 但浑身都有劲 如果你不介意 再挨几拳的话 最好都老实交代了 画皮师连忙摇头 我真的什么 也不知道了 见画皮师慌张的模样 想必是说了真话 严首一没在他身上 继续浪费时间 又是一拳把他给放倒了 走出牢房 严首一发现 魏长青居然已经来到牢房外 看了一眼被打得 血肉模糊的画皮师 魏长青颇为意外地说道 这不像你 他差点害死了 我和子童的孩子 严首一答道 魏长青沉吟了一下 眼中难得地出现困惑之色 看来每一个父亲为了孩子 都会不顾一切 你爸为了你 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忽然提起自己的父亲 严首一还有些不太习惯 不过他现在一门心思 都在手里的这张道符上 便没有多想 带着魏长青一起离开地牢 路上把道符的来历 告诉给魏长青 魏长青知道后 问道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严首一摸了摸下巴 分析道 我们刚刚收拾了画皮师和喜婆 消息应该不会传得太快 我想趁新玄山派 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先捎了道符 给他们放一个假消息 看谈他们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从而推断里根苗的真正目的 你有把握吗 魏长青又问 自然是有的 严首一笑了笑 于露铭他们都在 研究会的实力 前所未有的强大 就算是戏子本人来了 都得掂量掂量自己 悬门世界一半的接班人 现在都在研究会 而且 他们并不是那种 需要人保护的幼苗 恰恰相反 他们每个人都有不俗的力量 所以 严首一的决定是 立刻点燃道符 给戏子来一招 请君入问 二人走出地牢 外头正是艳阳高照 严首一看了一眼时间 中午十二点 如果不是还有一堆烂摊子没收拾 中午是应该设验款 待于陆明等人的 严首一心里很过意不去 不过 柳一人也是荣城本地人 他应该会带着大家在周边游玩 所以 严首一不用担心 和魏长青对视一眼 严首一便直接拿出道符 施法点燃 道符请客间烧成灰烬 化作一缕清光冲天起 在云端消散 没过一会儿 二人的头顶 传来乌鸦的叫声 不多时 一只乌鸦降落在二人的面前 从嘴里吐出一张字条 居然是用乌鸦送信 还没等严首一回过神来 魏长青便轻轻弹指 将乌鸦震晕了过去 这不是普通的乌鸦 他会记住我们的容貌 回去向其主人禀告 一旦对方得知我们的身份 便知道一切了 所以我们不能把他放回去 魏长青解释道 严首一点点头 心里暗道 还好有二叔在身边 否则搞不好这次弄巧成拙 本想追查线索 最后有可能自己中了 星玄山派的圈套 魏长青跟着戏子 混的那段时间 也算做到了小高层 对星玄山派有所了解 他之前先是点出了 画皮式的真身 现在又谈晕了 通风暴行的乌鸦 可以说他每次出手 都至关重要 可如果没有乌鸦回去赴命 对方会心生疑虑吗 严首一皱眉道 魏长青不慎在意 无妨 乌鸦又不是食物链顶端的动物 每年总会失踪那么几只 看来 乌鸦失踪的事情 也常有发生 打消了疑虑后 严首一捡起乌鸦土出的字条 只见上面写着今晚12点 甲子岛见面 甲子岛 严首一皱了皱眉 这甲子岛是什么地方 不过对方既然提出晚上就见面 想必甲子岛距离不会太远 应该就在荣城周边 于是他拿出手机地图搜索一番 果然发现了甲子岛 荣城的东面 是柳家所在的古岭 古岭再往东 便是大海了 在那片海域上 最大的岛名为狼崎岛 甲子岛就在狼崎岛北面三海里的位置 想要上岛 必须乘坐轮渡或者快艇 严首一又搜索一番 有关于甲子岛的信息 发现甲子岛面积并不大 之前是无人岛 但后来被一家公司承包下来 做水产养殖 二叔 这座甲子岛和新玄山派有关吗 严首一问道 魏长青摇摇头 新玄山派形势隐秘 大家互相都对对方的底细不了解 不过根据他们那帮人的尿性 甲子岛多半已经是他们的据点 网上能搜索到的信息有限 于是严首一又打电话给林宇和林英两个小助理 让他们去调查一下甲子岛的信息 两个小助理还是很有效率的 很快就回复了信息 首先 承包甲子岛的公司是一家空壳公司 其公司法人只是某个工地的建筑工人 应该是被套用身份信息了 其次 在甲子岛被承包以后 虽然有人向岛上运输了很多建筑材料 但最后 似乎只盖了一座休闲山庄 至于养殖海鲜什么的 根本是无稽之谈 最后 甲子岛受到当地的庇护 寻常人根本无法上岛 不过每个月 还是会有一些神秘人乘坐快艇上岛 助大概三天到一周才会离开 能查到这些信息 已经是多亏林家的关系网了 换作是其他人 恐怕什么也查不出来 对方还不知道画皮是失败的消息 所以相约见面 很有可能是布置接下来的任务 严首一沉饮了一阵 说道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去一趟甲子岛 你计划便好 魏长青向来是不会对严首一的决定 指指点点的 严首一点点头 然后心事重重地离开 他喊来了一名司机 目的地是平安大厦 同时给龙飞城 他们打电话 告诉他们驴金等人 被关在平安大厦的消息 路上他又仔细思考了一下晚上的计划 车子缓缓停在平安大厦的停车场 自打严首一解决掉 盘踞在平安大厦的白石席等人以后 平安大厦便不再是鬼窝 这里经过林家的改造 已经慢慢对外开放 招商引资 只不过因为平安大厦的名声在外 当地人都对他屈之若鹜 所以至今为止 平安大厦也就醉 值得一提的是 平安大厦最大的租户 竟然还是个做鬼屋密室逃脱的 对方就是冲着平安大厦的名声 特意过来开鬼屋 蹭一波热度 现在年轻人喜欢寻求刺激 在一个人尽皆知的闹鬼大厦里开鬼屋 简直是双重刺激 听说他们的生意还蛮不错的 和龙飞城他们碰面以后 龙飞城看到那巨大的鬼屋招牌 还有那些被吓得脸色苍白 额头冒冷汗的小姐姐们 他忍不住笑道 要是他们知道 平安大厦以前真闹鬼 不知道还敢不敢进来 要不咱们 往他们家鬼屋里塞几只真鬼 帮他们提升一下体验感 你还是省省吧 严守一白了他一眼 平安大厦好不容易租出去两层 给你这么一闹 到时候商家又要退租了 阿弥陀佛 常山问道 驴金前辈他们被关在何处 跟我来吧 严守一走向电梯 按了十八层的按钮 平安大厦第十八层 一间暗无天日的房间里 十几名驴山派核心人物 被关在此处 他们已经被关在这里超过半个月 最初被送进来的水和食物 即将耗尽 所有人都精神萎靡 眼神麻木 就连他们的精神支柱驴金掌门 也在几天前 被人斩断了一根手指头 这次危机 对驴山派而言 无疑是事关生死 但他们这些核心人员 却什么都做不了 甚至现在能不能活下去 都成问题了 见到大家麻木绝望的模样 身上还带着伤的驴精 冷哼一声 叫遇到 诸位都是驴山派的顶梁柱 驴山派还没有倒下 我们更不能倒下 众人费力地抬起眼皮子 看了驴精一眼 随后很是泄气地说道 掌门 不是我们不争气 只是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们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听上次的妖人所说 今日就是驴星继任掌门之日 现在恐怕他的奸计已经得逞 就算咱们逃出去 又能怎样 大局已定 驴山派已经不是我们的驴山派了 大家也不是一开始就绝望的 他们也挣扎过 互相鼓励过 但最后发现多无济于事 看到大家这副模样 暴脾气驴精顿时怒了 我们虽然被关在此处 但子彤他们还在外头 他一定能够打败驴星 解除危机的 到时候他们过来了 发现你们竟是这副颓废模样 你们难道不觉得丢人吗 众人却不为所动 掌门 您怎么知道子彤师妹会回来 而且 就算师妹回来了 连您都搞不定的驴星 他能有什么办法 混账东西 你再说一句 驴精暴跳如雷 差点就要动手打人了 那名抬杠的弟子 立刻闭上嘴巴 识相地躲到角落去 深吸了几口气 驴精才平静下来 他伸出手 亮出自己那缺少的手指头 淡淡地说道 驴星之前只是把我们关起来 没杀我们灭口 几天前却突然派人来扛我手指 这意味着他 需要我的手指头来威胁某人 至于威胁的对象 自然是子彤 众人听了 忽然觉得有道理 如果驴星要折磨驴精 手段有无数种 甚至最后杀了他也行 但只是砍一根手指头 而且还是戴有戒指的那一根 其目的不言而喻 驴精接着说道 子彤是前掌门看中的接班人 他潜力无限 又有严守医在身边帮助 我们办不到的事情 他未必办不到 现在他必然在和驴星争斗 所以我们也不能气馁 我希望当子彤来营救大家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群没有认输的驴山派门人 否则着实辜负了他的努力和牺牲 听了驴精的一番话 众人的情绪有所好转 大家都打起精神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不那么狼狈 就在这时 那扇紧锁的大门外 忽然传来动静 众人顿时警惕起来 来者是谁 是前来营救大家的子童师妹 还是奸计得逞 准备过来杀人灭口的驴星 大家一时间大气不敢出 全都聚在一块 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 驴精掌门 你们在里面吗 忽然 严守医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众人一愣 随后喜出望外 全都挤到门前 大声地呼救 好像是严守医的声音 是严守医的声音 没错 就是他 他来救我们了 我们有救了 我们在这儿 快把门打开 驴精也是失神了 足足有三秒钟 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直接靠着墙坐在地上 严守医听到大家的动静 确认了他们的位置 便说道 大家后退一点 别站在门后 所有人立刻退到两边 几秒过后 一声巨响 大门直接被砸得稀巴烂 倒下的大门上 贴满了道符静纸 还锁着疏道铁链 正是因为这重重静纸 才让驴山派的众人无法逃脱 更别提 他们本就被驴星等人 打得深受重伤 看到严守医等人 出现在大门口 当场便有几个驴山派女性门人 失声痛哭出来 这段日子的确很难熬 他们每天都生活在 死亡的恐惧阴影之下 既担心驴山派的未来 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现在严守医出现了 大家都获救了 一些原本矜持的驴山派长老 竟然当场跪下 对严守医颗头感激 全然不顾身份和形象 看到众人的模样 严守医心里也难受 龙飞城等人 立刻开始引导大家离开 而严守医一眼就看到 靠着墙坐着的驴精 赶忙跑上前 驴精掌门 您没事吧 严守医关切地 慰问这位红脸前辈 驴精摇了摇头 脸色却忽然苍白了几分 为了不让驴山派的大家 放弃求生的希望 身受重伤的驴精 一直在强撑着 直到现在 看到严守医来了 他才放松下来 身体里的状况瞬间爆发 严守医赶紧从东王葫芦里 拿出几枚丹药 给驴精服下 见他的脸色有所好转 才松了口气 驴山派 如何了 驴精紧张地问 驴精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四象山的余孽也被控制 您放心好了 所有麻烦都解决了 严守医安慰道 驴精脸色稍稍缓和 随后皱起眉头 怎么就只有你来了 子彤呢 他在追杀驴精的时候受了伤 现在正在养伤 但您放心 他很安全 严守医语气 有几分愧疚 驴精再次轻松几分 脸上展现出笑容 很好 很好 臭小子 这次多亏了你 驴山派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我不可能置之不理 严守医扛起驴精 说道 我现在就带您回去接受治疗 驴精对严守医十分信任 他卸下担子以后 没多久就昏睡过去 最后是被严守医背下楼的 驴山派的众人被解救 意味着被驴心渗透的驴山派 要慢慢恢复正常了 将所有人都送上车 严守医又接到罗宁的电话 四象山的人已经全部被抓住了 一个逃走的都没有 在这个过程当中 孙唐之等人也出了不少力 甚至还因此受伤 严守医让罗宁把四象山的人 全部送去研究会的地牢 同时让他封锁驴山派的消息 今晚他还要去与甲子岛的那位见面 驴心失败的消息 绝对不能传出去 驴心被抓 喜婆身死 四象山余孽一个也没逃走 驴精等人也全部获救 驴心失败的消息也被封锁 收尾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等将驴精他们安顿好 已经是傍晚黄昏 忙得焦头烂额的严守医 刚刚坐下喘口气 又把翁牵象喊了过来 老翁 该是你发光发热的时候了 严守医笑着说道 翁牵象忍不住后退两步 他觉得 严守医不是那种特别爱笑的人 就算是笑 也笑得非常阳光 但此时此刻 他从严守医的笑容里看到了诈意 你 你想我做什么 翁牵象心虚地问道 夜里十一点 严守医 魏长青 韩三 袁建兴 准时抵达朗旗岛 朗旗岛是一座大岛 有跨海大桥连接 上岛还比较方便 四人的身后 听着一辆小型房车 在严守医的催促之下 驴星从房车中走出 这个驴星 显然不是画皮师易容的驴星 而是由翁牵象假扮的 在甲子岛的那位 并不知道画皮师被抓的消息 所以 今晚若是要去甲子岛 就必须有人假冒画皮师 而这个人自然非翁牵象莫属了 翁牵象顶着驴星的皮囊 扭扭捏捏地从车上走下来 看到严守医等人盯着自己看 表情尴尬 十分不好意思 他的走路姿势十分别扭 走几步还忍不住抠一下屁股 满脸不自在地吐槽 内裤加屁股了 上了甲子岛 可别这样了 被戳穿了身份 万一我们支援不及时 严守医提醒到 翁牵象打了个寒战 表情僵硬 你们可千万要保护好我呀 你放心 我们会尽可能地跟着你的 但甲子岛上是什么情况 咱们谁也说不清楚 到时候只能随机应变了 严守医安慰的话 似乎并没有起到安慰的效果 翁牵象虽然是画皮师 而且造诣不低 但他的自保能力弱 且之前大多数时候扮的是男人 这次让他扮女人 而且扮的还是一个 风韵犹存的美道姑 他就十分不适应 况且 他真正扮演的 是一个扮演成驴星的画皮师 既然求他行为举止 有女人的味道 又要在细节上 体现出自己的真实性别是男人 这是一种双重考验 就算是拿奥斯卡小金人的影帝来演 都未必能收放自如 好在翁牵象 还是有一些职业素养的 他深吸几口气以后 缓缓进入状态 还千娇百媚地给韩三抛媚眼 小弟弟 你喜欢阿姨吗 韩三盯着翁牵象看了一会儿 随后羞涩地低下了头 翁牵象 众人 不是吧 喊狗王 如此经不起挑逗 袁建兴默默地与韩三保持距离 仿佛韩三有病 站得离他太近 会被传染似的 就在翁牵象 都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 韩三忽然抬起头来 指着大家哈哈大笑 瞧把你们给吓的 难不成你们真以为 我韩三是那种饥不择食的人 哼哼 我这是在报复你们白天 把我丢下的事呢 在场只有韩三在笑 其他人都笑不出来 严守医拍了拍韩三的肩膀 安慰道 有多少真心话 都是用玩笑话说出来的 你别演了 啊这 我真不是那样的人啊 韩三感觉事情不妙 好像有点解释不清楚了 他是怎么样的人不重要 可怕的是 大家认为 他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大家 似乎都认为 韩三是那种 喜欢少妇的舔狗了 更可怕的是 大家竟然都觉得很合理 没有怀疑 一时间 韩三万分泄气 默默地蹲到一旁的沙滩上 划圈圈了 严守医拿出微型耳机 分发给大家 这是我托人弄来的微型耳机 贴在耳朵里 就能保持联络 主要是老翁 你千万要藏好 翁前向将微型耳机 塞进耳朵里 外人根本看不到耳机的存在 严守医又说道 上岛以后 尽量和对方多谈话 在没有摸清楚 对方的实力和身份面前 我们的计划是避免动手 如果对方实力不强 到时候 我们会直接出手 抓住对方问话 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如果对方实力强劲 我们没什么把握的话 就只能让老翁 你多和他们交流 尽量套出一些线索来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暴露身份 袁剑星沉声说道 这好像无剑道 翁前向即将要做的事 就是无剑道 而且比无剑道 还要凶险万分 严守医迟疑了一下 拍了拍翁前向的肩膀 说道 你要是实在不想冒险也没关系 大不了我再喊点人过来 直接杀上甲子岛 翁前向愣了愣 随后认真地回答严守医 不 我必须上甲子岛 严守医笑着点点头 外人不明白 为什么翁前向忽然如此坚定 其实翁前向 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罢了 在民俗研究会这个团队里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本事 为大家做贡献 就算是最没有本事的龙飞城 每次危机关头 也都是冲在最前头 翁前向作为团队里 站立到二 一直以来贡献有限 能帮得上忙的时候 少之又少 大多时候 他只能和龙飞城在一起 大喊老铁666 以严守医他们的性格 翁前向其实也可以心安理得地 留在研究会里混吃等死 大家是不会介意的 但翁前向自己心里过意不去 他正是要通过这次夹子岛的行动 证明自己不是毫无用处 所以 哪怕明知有危险 他也得去闯一番 严守医刚才的问话 也是在翁前向选择的机会 如果他选择退缩 严守医会毫不犹豫地 让翁前向回去 但结果是 翁前向决定坚持 严守医对此很满意 众人在海岸边吹着海风 喂了一会儿蚊子 等到时间差不多了 便让翁前向坐上提前安排好的快艇 快艇会将他送上夹子岛 在翁前向出发后的五分钟 严守医等人乘坐上另一艘快艇 在靠近夹子岛的时候 全部跳入海中 潜游上夹子岛 夹子岛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岛 但坐在快艇上的翁前向发现 夹子岛四周都有人员戒备 他赶紧沉生向 严守医他们汇报 夹子岛上不简单 我看到许多人在戒备 但他们都是普通人 快艇缓缓靠岸 严守医等人 也从黑暗的角落爬上夹子岛 韩三顺手解决了三名守卫 一切都平安顺利 得知严守医他们已经上岛 翁前向松了口气 快艇靠岸 几盏聚光灯 瞬间将翁前向锁定 两名守卫上前冷声喝道 什么人 翁前向几乎要脱口而出 表明自己是画皮士的身份了 但他忽然醒悟过来 没有依自己的本能回话 而是沉着脸盯着两个守卫 冷声说道 连我都不认识 找死 做大佬 就要有大佬的气势 翁前向板着脸 眼神凶煞地盯着两个守卫 两个守卫顿时耸了 既不敢上前搜身 更不敢对他忽来喝去 只能满脸陪笑 悄悄地用对讲机联系上级 其实在得知自己要假扮画皮士以后 翁前向还是拿出了一定的专业素养 对画皮士进行深入研究的 他亲自去地牢和画皮士对话 没有直接问画皮士问题 而是通过交流 一点一点地确认此人的脾性 画皮士属于那种 外强中干 欺软趴硬的性格 所以之前瞧不起林子彤的时候 鼻孔都朝着天 后来沦为阶下球 不用眼手一多做什么 他一股脑的就全交代了 此时面对甲子岛上的守卫 翁前向就充分扮演画皮士的性格 对守卫腰五喝六 守卫联系上级以后 立马得到回应 得知眼前的女人是岛主特意请来的 之前还算鼻挺的腰 立刻就弯下来了 原来您是岛主的客人 是小的眼镯 您这边请 这边请 守卫低声下气地请翁前向上岛 翁前向摆着臭脸 甚至不想多看守卫一眼 走上岛以后 另一名守卫微微懦懦地问 女士 您的上岛信物呢 信物 翁前向愣了愣 他哪有什么信物啊 同一时间 严守一等人 听到耳机里传来的声音 也都有些慌了 原以为燃烧道福 乌鸦送信 这些手续已经足够繁琐了 没想到 上岛居然还要信物 严守一压低了声音说道 老翁 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我们恐怕赶不过来 刚刚上岛 危机便再次出现 翁前向深吸一口气 盯着那名守卫不说话 那守卫更害怕了 恨不得把脑袋埋进胸腔里 另一名守卫 也用责怪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同行 似乎在责怪他不懂事 翁前向见状 心里顿时有底了 他不仅不怂 竟然还直接动手 给了那守卫一耳光 娇声骂道 不长眼的东西 敢向我要信物 你怎么不去问问你的岛主 他敢不敢找我要信物 女 女士 我错了 我错了 守卫被打得连连后退 捂着脸不敢生气 另一名守卫拦着翁前向 温声说道 女士 他是新来的 不懂规矩 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小的给您带路 您这边请 翁前向这才做出一副 消气的模样 跟着那名守卫往里走 这就通过了 韩三无法理解 他们怎么不向老翁要信物了 眼守一露出笑容 老翁应该是发现 那守卫底气也不足 猜测信物本来就不是非要不可的 而大人物往往喜怒无常 他直接动手 反而打消了守卫的疑虑 袁建兴露出佩服之色 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失焉 翁兄厉害 魏长青微微汗手 似乎也对翁前向的表现很满意 听到耳机里 严守一等人在夸奖自己 翁前向的嘴角忍不住地上扬 他虽然不擅长战斗 但很擅长观察 尤其是察言观色 想要模仿一个人 必先研究他 翁前向也算是熟能生巧 这才安全度过了这次危机 翁前向跟在守卫身后 坐上了岛上专用的观光车 他发现 甲子岛已经被改造成一个高档的休闲度假村 岛上铺着笔直的柏油路 路的两旁种着各种名贵植物 沿途的路灯明亮又不显突兀 以前翁前向去过三亚度假 那儿的五星级奢华酒店 大概也就是眼前这个风格 为了多套点话 翁前向叠起腿 问守卫 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吗 小的是刚刚才知道的 吕女士 翁前向点点头 看来守卫已经确定自己是吕星了 而且岛主也多半知道自己已经上岛 翁前向又问 今晚有什么安排 守卫笑着答道 全听您的 听我的 翁前向愣了愣 自己是客人吧 哪有让客人自己安排的道理 随后翁前向反应过来了 画皮师多半不是第一次到甲子岛上来 甚至他有可能是甲子岛的常客 这时守卫又补充道 岛主临时有事 需要一个小时以后才能见您 这一个小时时间里 您可以自行安排 嗯 翁前向沉吟了一阵 说道 还是按老样子来吧 他不知道过去画皮师到甲子岛来都是做什么来的 所以不敢随意开口 守卫听后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然后对着对讲机压低了声音 激里咕噜地说了几句 翁前向想听 奈何海风吹得他耳边呼呼作响 根本听不清守卫说了什么 无奈只能作罢 他靠在椅背上静静地等待着 与此同时 严守一等人已经潜入岛上 找了一个制高点 开始观察四周 没一会儿 他们还真有发现 老翁 这甲子岛多半是所谓岛主的私人会所 严守一说道 我们看到 有不少豪华游艇在甲子岛靠岸 上岛之人非富即贵 看着是来甲子岛上享乐的 韩三忍不住说道 新玄山派对荣城的渗透不可谓不深 小小荣城 我们已经见到十二元城中的两位 现在又有一个神秘的岛主 通过甲子岛招待荣城周围的富豪 严守一也皱着眉头 韩三虽然是个舔狗 但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 这还只是他们顺藤摸瓜所发现的 那些没发现的力量 还不知有多少呢 魏长青此时说道 新玄山派的势力错综复杂 还有一张巨大的情报网 之前我不知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 现在我大概知道了 他顿了顿 接着说道 甲子岛应该是新玄山派在建州的据点 通过建造私人会所的手段 一方面成为建州省的情报节点 另一方面拉拢乡身富豪 从他们身上榨取价值 剑吃袁建兴没能反应过来 提出疑问 如何榨取他们的价值 韩三用同情的目光看了袁建兴一眼 说道 当然是全色交易了 翁千象听到这儿 忽然坐直了身体 哥妈 你们要说这个 那我可就精神了 当严守一他们像一群咸鱼 还在忍受呼啸的海风之时 翁千象已经被带到了一座独栋别墅里 守卫把他带到以后 立刻就离开了 还贴心地关上了门 一路观察过来 翁千象对甲子岛的情况有所了解 甲子岛上统一建造了许多独栋小别墅 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至少50米 私密性非常好 沿途他还遇到了许多工作人员 和守卫们穿的不同 他们更像是酒店的服务人员 其中不乏身段妖娆穿着旗袍的美女 翁千象压低了声音 向严守一他们汇报自己的见闻 严守一提醒道 嗯 我们也开始慢慢尽倒了 你自己注意安全 翁千象嗡了一声 然后走进别墅 推开门以后他愣住了 照理说 别墅的一楼大厅应该是客厅 摆着的肯定是沙发和电视 但翁千象看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浴池 里面早就放好了热水 水面还飘着一层玫瑰花瓣 更让他吃惊的是 浴池旁边有一个小架子 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小玩具 皮鞭 蜡烛 狐狸尾巴 我滴个乖乖 翁千象忍不住在屋子里研究起来 怎么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严守一关心道 发生大事了 翁千象严肃地说道 兄弟们 待会儿我可能要离线一小时 为什么 原见星顿感事情不妙 因为一会儿我可能要被全色交易了 翁千象说完 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耳机那头沉默了一阵传来寒三的声音 老翁 要不咱俩换换 翼绒什么的 我也可以啊 我当然不是在乎什么全色交易 我只是担心老翁的生命安全 主要是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啊 不用不用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苦还是让我一个人承受吧 翁千象开心地躺在水床上 整个人都快要陷进去了 脸上挂满了幸福 没想到玩无剑道 还有这种福利 感谢我颜哥 翁千象满脸猥琐地想到 这甲子岛如此奢靡 刚才路上随便见到的服务员都性感妖娆 待会儿过来服侍我的肯定也不差 画皮师虽然伪装成驴星 但他的口味肯定是不会变的 尤其是在甲子岛上 他没必要继续伪装 再次感谢我颜哥 让我来参加这次行动 翁千象笑着 暂时掐断了和严守医他们的联络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又拿起皮鞭研究一番 忽然间外头有敲门声响起 李女士 我们能进来吗 这声音千娇百昧 令人浮想翩翩 我 我们 翁千象深吸了一口气 心想这画皮师玩得还挺刺激的 多人运动啊 翁千象赶紧把皮鞭放下 心情忐忑地喊了一声 静 只见门外走进一名穿着暴露的兔女郎 胸前的沟壑深不见底 一双大长腿上套着鱼网袜 光是看着翁千象就感觉不行了 兔女郎端着一杯红酒 款款走进屋 翁千象猴急道 其他人呢 兔女郎温婉地笑道 吕女士 我只是过来送酒的 您要的人还在外头呢 按照您的习惯 我们会把屋子里的灯全关了 灯全关了 翁千象皱了皱眉头 他当然是想好好欣赏美人的 不过为了不露线 他只能点头答应 您说这样更刺激 兔女郎说着就关上了灯 屋子里黑漆漆的 只能看到一点点人影轮廓 你还真别说 翁千象现在就觉得挺刺激的 还是城里人会玩啊 脚步声响起 来的人不止一个 兔女郎退了出去 顺手关上门 黑暗当中 翁千象感觉有三人朝自己走来 他忐忑地躺在水床上 故作镇定道 好好服饰 不舒服 不给钱啊 这是翁千象过去的作风 和龙非成友的一拼 对方倾笑几声 只是这笑声显然不如那位兔女郎好听 翁千象皱了皱眉头 倒也没说什么 随后 他感觉到 有几只手在自己的身上摸索 要开始了 翁千象忽然间紧张起来 多人运动他 确实没尝试过 这时 他又觉得有人在扶着他的身体 姿势 怪怪的 黑暗中 响起一道粗犷的声音 先生 请您把屁股撅起来 我们要开始上游了 翁千象 一瞬间 翁千象的脑子 被无数个问号填满 错愕 恐惧 愤怒 羞耻 各种负面情绪 涌上心头 你们要干什么 住手 翁千象怒吼道 围着他的三个猛男壮汉笑道 先生 不是您要的老样子吗 放心 我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保证让您爽上天 我他妈这就送你们上天 羞怒的翁千象突然出手 因为极度危险的环境 瞬间激发出他的潜能 在短短一秒钟的时间里 竟然徒手打晕了三个猛男壮汉 翁千象的实力 虽然不如严手依他们 但还是有一点底子 在身上的 收拾几个娇滴滴的壮汉 不成问题 打晕了壮汉 危机解除 翁千象赶紧开灯 看到地上果然躺着三个男人 他们身材健硕 毛发量惊人 最令人恐惧的是 他们都穿着高叉裤 简直辣眼睛 翁千象缓了好一阵子 才缓过来 操 差点失身了 翁千象怒道 这算是工伤 回头我要申请精神损失费 还好自己出手快 要是再迟一点 不堪设想啊 他骂的 画皮诗是个太监 口味和正常人不一样 我居然把这点给忘了 翁千象回过神来 他把三个猛男全部绑起来 关到二楼的房间里去 然后自己在房间里抽了半包烟 才逐渐平复心情 得赶紧联系阎哥他们 等等 翁千象忽然拦着自己 自言自语道 要是我联系他们 今晚浑身大汗的事情 就会被他们知道 他们肯定会嘲笑我一辈子的 不能让他们知道 这种射死的事情 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 翁千象暗暗决定 自己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以后 联系他们 这样既可以好好让 寒狗王羡慕一番 又能彰显了 自己作为男人的能力 对 就这样办 一个小时以后 翁千象坐在水床上 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把自己的情绪 调整得更高涨一些 然后 他重新和严手一 他们联系 哥几个 忙着呢 昂 都挺忙的 韩三的声音响起 翁千象一秒入戏 装作回味无穷的感觉说道 哎 你们是不知道啊 刚才我仅凭一人之力 和三位女施主 大战五百回合 从客厅打到卧室 从卧室打到厨房 从厨房打到阳台 打得他们嗷嗷直叫 跪地求饶 最后全都筋疲力尽 倒在我的面前 他用一种十分隐晦的话术 大致地描述了 一下自己方才的经历 说完他黑黑黑地笑起来 严守一的声音响起 老翁啊 爽够了就办正事吧 时间差不多了 翁千象顿感无趣 按照事情正常的发展逻辑 你们几个 不是应该表达一下 对我的羡慕 然后后悔自己 没有亲自假扮驴星吗 尤其是寒狗王 这货的反应太奇怪了 不过翁千象没时间多问 严守一的话提醒他了 他连忙跑到镜子前 认认真真的整理了一下自己 在翁千象的别墅对面 屋顶之上 严守一四个大男人 正猫着身子 之前别墅里发生的事情 他们可是 看了全过程的 他们看到兔女郎 带着三个猛男走进别墅 之后 别墅里就没动静了 当时韩三就绷不住了 要不是担心被人发现 他恐怕会笑到肚子疼 又或者 他会直接冲过去 拍几张照片 保留好 让翁千象射死的证据 韩三本打算 等翁千象恢复通话的时候 拿这件事 好好嘲笑一下翁千象 不过严守一却阻止了他 现在老翁的处境不安全 一会儿 咱可千万别提这件事 否则会影响到他的情绪 顿了顿 严守一又补充道 等事情结束了 再好好笑话他 韩三对严守一 竖起大拇指 捅刀子的 果然还得是亲兄弟啊 翁千象并不知道他的遭遇 严守一他们全都看在眼里 此时他已经完全做好准备 又等了几分钟 兔女郎来了 兔女郎敲门 翁千象直接走了出去 冷声问 岛主来了吗 就是眼前这个臭娘妈 差点害老子失身啊 愤怒的翁千象 顺手拍了一下兔女郎的翘臀 算是收点利息 兔女郎叫呼一声 然后红着脸说道 岛主马上过来 他让我先过来清场 翁千象干咳两声 今晚完的不尽兴 我让他们先走了 兔女郎闻言 应了一声 并没有起疑心 他刚要走出院子 忽然低下头 将身子侧到一边 似乎是在给什么大人物让路 见状 翁千象赶紧把架子端起来 他知道是岛主来了 只见院外走进来一位 穿着白色浴袍的男人 和之前那几个壮汉不同 这个男人身上光溜溜的 一根毛都没有 没错 脑袋上也没有毛 男人的皮肤白得不像画 眉毛浅浅的 眼睛又细又长 给人一种古怪的妖艺感 你先出去吧 男人吩咐道 是 兔女郎硬生离开 这个人就是岛主 翁千象打量着此人 忽然间闻到了一股怪味 臭味 好臭啊 翁千象差点要控制不住 自己捂住鼻子了 但又担心被眼前这个男人 识破身份 为了表达自己 对这个男人的厌恶 翁千象皱着眉头问道 你之前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让我等这么久 翁千象不信 一个情报节点的头子 地位会比十二元成高 所以必要的架子 一定要摆出来 男人不说话 盯着翁千象看 看得翁千象心里发毛 突然 男人走上前 一手搭在翁千象胸口 娇滴滴地说道 哎哟 是不是刚才那三个男人 没能服侍好你 你就这样对人家发脾气 哼 我们一周才能见一次面 你也不想人家 我们先进去 把该办的事办了 再说别的 翁千象浑身一颤 办什么事 讨厌 男人娇羞地说道 这回换我给你上游 卧槽 卧槽卧槽卧槽 翁千象 这回是满脑子的卧槽 这架子岛上 有一个正常人吗 不 应该说 这架子岛上 有一个人是直的吗 恐怕整个架子岛最直的 也就是路边的电线杆了吧 躲在对面楼顶的 岩手一等人 此刻也有点绷不住了 还好派出的人是老翁啊 换做是我们 恐怕现在已经要忍不住杀人了 袁建兴低声问道 老翁可能绷不住了 我们要不要直接动手 再等等 岩手一摇头道 等老翁信号 翁千象没求救 他们就没有现身的必要 此时翁千象强装镇定 声音却还是有一点点颤抖 他摆出生气的模样 拍掉男人的手 冷声说道 别以为我是好糊弄的 你该不会背着我回秦郎去了吧 怎么可能 男人果然脸色一变 身子贴着翁千象说道 我身上一点其他男人的味道都没有 不信你闻闻看 哦 翁千象差点要被熏吐了 他一把推开男人 沉着脸问 那你做什么去了 男人绝了绝嘴 道 还不是戏子又传话了 戏子传话了 翁千象眼皮一跳 问道 他说了什么 语气是命令 不是询问 男人没好气地 白了翁千象眼 死鬼 这不是正要拿过来 跟你一起看吗 说着 男人从浴袍的口袋里 拿出一张字条 字条叠得很整齐 看样子没有被打开过 翁千象点了点头 随口问道 其他人呢 这个其他人的概念很含糊 甚至翁千象都不确定 他们存不存在 但不管男人怎么回答 翁千象都有应对的方法 如果男人问翁千象指的是谁 翁千象可以回答说 外面的守卫支开了没有 但如果男人直接正面回答问题 那对翁千象而言 就是赚道 在这种情况 这种语境之下 翁千象问出的其他人 自然指的是 和他一样 执行着细子任务的十二元臣 假如男人知道一些 关于其他十二元臣的消息 那么他大概率会在这时候说出来 妖艺男子诧异地看了翁千象眼 道 你以前不会过问这些的 翁千象心里一紧 难道妖艺男子对自己起一心了 毕竟是同床共枕 过得相好 就算是演得再逼真 也必然会有一些漏线的小细节 更别提翁千象 只是与画皮师短暂地接触了一会儿 并且完全不知道 他和妖艺男子的关系 眼看妖艺男子的眼神 越来越怪异 翁千象也越发着急 快想想 以画皮师的性格 此时应该说什么话 翁千象的脑子 急速运转 突然 他沉下脸来 声音中带着点点怒意 你在叫我做事 妖艺男子顿时低下头 服服帖帖地 挽着翁千象的胳膊 我怎么敢呢 翁千象和严守一等人 同时松了口气 乖乖 还真让我给赌对了 翁千象觉得 既然画皮师和这个妖艺男子搞鸡 那么他们俩 必将存在一个公一个兽 妖艺男子 看着更像兽一点 所以翁千象只要霸道一些 他肯定就不会多问了 妖艺男子 依偎在翁千象的怀里 娇声说道 其他人都成功混入各大门派 并且开始计划了 只不过 你的行动是最快的 不愧是我的男人 翁千象心里一阵恶寒 强行忍住 要打死这个妖艺男子的冲动 与此同时 严守一等人全都沉默着 听到妖艺男子回答之时 大家都忍不住瞳孔一缩 驴山派的遭遇 竟然不是唯一的 新玄山派竟然安排十二元城 去渗透各大门派 目的是和驴山派一样 得到门派的控制权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 民间教派比较松散 且心术不正者占大多数 他们受到李根苗的蛊惑 成立新玄山派 也算情有可原 但名门大派牵扯甚广 如果连他们都被李根苗所控制 那对百姓而言 绝对是一场灾难 几人的脑子里 一时间有千万思绪 肚子里也有好多话想要讨论 但此时全都忍住了 翁千象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但一时间找不到 合适的借口追问了 于是他只能将注意力 放在李根苗 给妖艺男子送的信上 他搂着妖艺男子的腰 和他一起走进屋子里 然后一起坐在水床上 翁千象迫不及待地说道 戏子说了什么 快给我看看 严守一等人也宁神秉息 想要尽快知道答案 谁曾想妖艺男子 丢给翁千象一个白眼 羞涩道 你亲我一下我就给你看 翁千象 严守一等人 也全都无奈地抬头看天 怎么了 你难道不喜欢人家了吗 妖艺男子生气道 不是 我那个 岛主啊 以前你还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就叫人家岛主了 妖艺男子 双手插在腰间 撅着嘴说道 你肯定是外头有人了 我 翁千象张了张嘴 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 老子第一次出轨被抓 对象竟然是一个男人 妖艺男子也没有真的生气 在责怪翁千象几句以后 便闭着眼睛撅着嘴 等待翁千象的亲亲 翁千象咧着嘴 眼睛在屋子里四处看 如果此时他的身边有一根棒球棍 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来 然后朝着妖艺男子的脑袋 狠狠地打下去 我翁千象 今日就要替天行道 收了你这个人妖 突然 翁千象集中生智 他拿着一旁架子上的麻绳说道 小甜甜 我们今晚换个花样 玩捆绑怎么样 妖艺男子轻哼一声 死鬼 那我先脱衣服 不不不 千万别 翁千象怕给自己留下心理阴影 连忙阻止妖艺男子伤风败俗的行为 然后说出了更加伤风败俗的话 绑好了 我再把你衣服全撕了 妖艺男子听了 露出暧昧的笑容 好 死鬼花样真多 老翁玩得真他妈变态啊 韩三忍不住感慨 我一个变态 都觉得变态 剑痴员剑星表示 自己听不懂 但大为震撼 魏长青全程保持沉默 根本不想参与这个话题 主要是太没眼看了 这种场面 即便是对曾经是新玄山派一份子的魏长青而言 都太过变态了 翁千象用麻绳 三下五除二把妖艺男子五花大绑 还打了个死结 最后甚至脚底板踩在妖艺男子的后背 浑身用力往后拽了拽 才算安心 死鬼 你弄疼人家了啦 妖艺男子喊道 我特忙 翁千象剑已经将妖艺男子绑好 顿时也就不装了 直接抄起地上的皮鞭 狠狠地朝着妖艺男子鞭打而去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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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下 翁千象可是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没想到妖艺男子挨了几下以后 脸上的表情竟然很享受 尽管他已经皮开肉绽 却还是满脸兴奋地喊道 死鬼 你越来越会玩了 好刺激 EAN BABY 翁千象 他丢掉了皮鞭 一时间感觉万分泄气 这两个哥们儿玩得太变态了 你怎么不打我了 妖艺男子着急地催促起来 翁千象装不下去了 他直接扯掉脑袋上的假发 揉了揉自己的脸 恢复原来的容貌 然后啪啪给了妖艺男子两耳光 怒道 老子不装了 我不是你的相好 你和银子的计划失败 他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现在轮到你了 我劝你最好配合一点 否则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完 翁千象感觉口干舌燥 拿起桌边的矿泉水 一饮而尽 而妖艺男子 则是愣住了 几秒钟后 他音声说道 你耍我 对 老子就是耍你 怎么样 翁千象笑道 你现在已经被我五花大绑 入地无门 难不成你 还能长出几条尾巴 给自己松绑 话音才落 翁千象的笑容 忽然僵在脸上 因为他看到 妖艺男子的身后 竟然真的长出了 六条黑色的尾巴 完了 翁千象心里一凉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妖艺男子 竟然是一只狐妖 他是真的能长出尾巴的 难怪这家伙身上的味道 那么丑 翁千象拿着水瓶的手 不自觉地青筋突起 把瓶身抓得咯咯作响 妖艺男子的身后 六条又黑又长的尾巴 叹了出来 在他的身后摇摆着 他的口鼻缓缓变长 嘴里的牙齿变得又细又尖 瞳孔也随之变成了琥珀色 更要命的是 妖艺男子的体型也在变化 不断膨胀的身体 让捆绑着他的麻绳 一根根崩断 一股血腥又致命的气息 朝翁千象扑面而来 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 妖艺男子就变成了一只 体长三米的黑色狐狸 他亮出爪子 一找拍飞翁千象手里的 矿泉水瓶 然后把他逼到墙角 你敢耍我 黑色狐妖阴策策地问 翁千象没了之前的嚣张 抱着脑袋大喊 错了错了 好汉饶命啊 你再吃人说梦 黑色狐妖怒不可遏 既因为翁千象抓住了他的老乡好 也因为翁千象改变容貌 过来戏耍他 他张开嘴巴 露出尖牙 打算一口咬掉这家伙的脑袋 不过又觉得 这样似乎太便宜他了 于是 黑色狐妖看了一眼 摆满了小玩具的架子 最后拿出了一根半米长的棍子 我要把这玩意儿 整根戳进你的肚子 翁千象下的魂飞魄散 不禁大喊 严格救我 要是你们再迟来几秒 我这个大就要变成木了 听翁千象求救 黑色狐妖顿时感觉不妙 下一秒 严守一四人夺门而入 韩三拿着金钱剑鹤道 呆 原来是一只臭狐妖 小到我这就收了你 黑色狐妖 是剑州省情报网的头子 还是有些眼力剑的 他当下认出几人的身份 曾经的二十八星 秀伟长青 乳班传人严守一 劳山剑派的剑翅原剑姓 以及茅山的传人韩三 这四人任何一人单拎出来 黑色狐妖都不是特别惧怕 至少认为有一战之力 但他们四人同时出现 压力瞬间倍增 黑色狐妖根本没有想要和他们打斗的意思 转身便朝着别墅的后门冲去 韩三见状 立刻扔出一把道夫 道夫飞舞超过了狐妖的身子 提前一步封印了门窗 狐妖一头撞在窗户上 却没能将玻璃撞碎 反而被一道金光给挡了回来 他慌不择路 想要从其他出口逃跑 却发现所有出口 都被茅山派的道夫给封死了 可恶 狐妖怒骂一声 身后的六根尾巴突然伸长 如同蟒蛇似的缠向五人 妖孽看剑 袁剑星立刻打开剑匣 召唤出桃星剑 紧接着一剑斩下 屋子内竟然闪过无数刀光剑影 下一秒 狐妖的六根尾巴 竟然全部锻炼 这一幕 让严守一忍不住多看了袁剑星一眼 看来罗天大叫之后 进步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袁剑星也是修为大掌 韩三也是如此 尽管他依旧是个舔狗 被斩断了尾巴 狐妖惨叫一声 随后那被斩断的六根尾巴 竟然迅速长出手脚 变成了和狐妖一模一样的六个分身 六个分身在屋内到处乱窜 躲避着韩三和袁剑星的攻击 跑得令人眼花缭乱 眨眼的功夫就分不清真身在何处 眼手一见撞 身上忽然闪过一道雷光 哄 五雷正法 以他为中心 雷法如同波纹般向四周扩散 遇到自己人之时 雷光会自动绕过 而遇到狐妖的分身时 雷光会迅速翻涌 直接将狐妖垫的产生硬直反应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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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分身 根本承受不住眼手一的五雷正法 相继显出圆形 便回了没有生命的狐狸尾巴 静静地趴在地上 仅剩的一只狐妖 便是其真身 狐妖满脸惊恐之色 眼看退无可退 他准备殊死一搏 他突然改变方向 朝着最没有实力的翁牵象扑去 只要抓住翁牵象 就有和他们谈条件的资本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可就在狐妖即将触碰到翁牵象之时 翁牵象的脸上 竟然露出了僵硬诡异的笑容 他怎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狐妖的心里有短暂的疑惑 但溅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一爪子抓向翁牵象 却没想到 翁牵象任他抓咬 不躲不闪 下一刻 翁牵象的关节忽然扭动 身体以一种十分扭曲的姿态 死死地锁住狐妖的身体 令狐妖动弹不得 怎么回事 狐妖大惊失色 他失去平衡 直接倒在地上 这才看到 在自己的身后 同样也有一个翁牵象 而锁住自己的翁牵象 竟然是由木头打造的 魏长青站在不远处 双手结招法印 那个锁住狐妖的木头翁牵象 显然是魏长青趁乱 放出来的木偶假身 狐妖脑袋翁的一声炸开 他刚才的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已经出手的 严守一等人身上了 却忽略了他们当中 最有威胁的存在 那可是魏长青啊 鲁班传人魏长青 翁牵象走了出来 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 然后对魏长青笑道 多谢二叔了 魏长青都没正眼看 翁牵象一眼 嫌弃二字都快写在脸上了 翁牵象满脸问号 这是什么情况 我做什么事 让二叔这么嫌弃我啊 韩三憋不住了 勾着翁牵象的肩膀说道 来 把屁股撅起来 我给你上点油 翁牵象的大脑忽然死机 面无表情地看了大家一眼 然后默默地走进 屋子里的大浴池里 把脑袋埋进去 足足过了一分多钟 反应过来的严守一 赶紧把他从浴池里拽出来 你咋了 要淹死自己啊 翁牵象捂着脸说道 有些人活着 但他已经死了 而且死因极其丢人 严守一眉憋住笑 一边咳嗽着一边安慰 你这是为了正义而牺牲 大家会理解你的 韩三补刀道 没错 我们都理解你 但也不妨碍我们笑话你 哈哈哈哈 翁牵象突然抬起头来 恶狠狠地盯着狐妖 要不是这只狐妖 自己也不会丢人 丢到这个地步 于是他抄起鞭子 狠狠地抽打狐妖 都怪你 你个狗日的 狐妖被打得嗷嗷直叫 错了错了 好汉饶命啊 你再吃人说梦 这回抽打狐妖 翁牵象可是使出吃奶的劲了 抽得狐妖嗷嗷惨叫 最后翁牵象累得满头大汗 才停下来 但狐妖终究还是给翁牵象 留下了心里阴影 抽打完狐妖的他 警惕地看着狐妖 生怕这家伙再来一句 死鬼 我还要 他扶着墙对众人说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们谁都不准说出去 否则大家就不是兄弟了 韩三摸着翁牵象的脑袋说道 咱们本来就不是兄弟 翁牵象看着韩三说不出话来 眼里难掩失望之色 他还以为自己和韩三关系 还算不错 勉勉强强 也算兄弟呢 谁知道 韩三下一秒笑道 咱俩是父子关系 靠 翁牵象有气无力地 对韩三竖起终止 别闹了 什么场合不知道吗 眼手一瞪了韩三一眼 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好歹也是老翁的义父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被你欺负 这回换作是 韩三和翁牵象 一起对眼手一竖终止了 翁牵象重申一遍 总之今天的事 不准对外说 那我呢 一直沉默着的二叔魏长青 提出疑惑 他和翁牵象 怎么也算不上兄弟 最多算个书职 翁牵象捂着脸 几乎放弃 爱咋咋地吧 我开摆了 翁牵象是真的累了 本来以为是一次间谍任务 没想到中途竟然有隐形福利 兴奋半天以后 剧情急转直下 差点就被强人所难 好不容易见到了所谓的岛主 又被狠狠地恶心一番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翁牵象忍不住感慨 自己遇人不输 遇到了岩守一寒三 这帮落井下石的损友 今后自己名誉不保 时时刻刻有把柄 被他们握在手里 每天都有射死的可能 郁闷的他 从冰箱里拿了瓶瓶可乐 喝了一口又吐了 呸 无糖可乐 狗都不喝 岩守一 则开始继续办正事 袁建兴问道 要审问他吗 岩守一摇摇头 不用 咱们先调查调查 免得被狐妖给误导了 之前那话皮湿嘴里 就没一句真话 之前话皮湿没坦白道服的事情 岩守一就足够生气了 结果那家伙还故意装傻 说不认识狐妖岛主 翁谦向今天的表现确实亮眼 换作寒三来 恐怕在登岛的时候 就会露出马脚 然后被守卫拿枪给秃秃了 大家最先盯上的 是狐妖岛主带来的字条 字条据说是李根苗的指令 所以信息必然十分关键 岩守一拿起字条 展开看了一眼 脸色缓缓凝重 其他人见状 也好奇无比 就连魏长青都忍不住问 上面写了什么 你们自己看吧 岩守一把字条递给了魏长青 魏长青看完 脸色果然也变得凝重 随后大家传阅了一遍 大家的反应都差不多 字条上写了什么 狐妖岛主弱弱地问 滚一边去 有你说话的范吗 翁谦向气部打一处来 抄起鞭子又是一顿狠抽 大家把狐妖岛主弄到一边 然后凑在一块商量 字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 第一 李跟苗要求画皮师 尽量想办法分裂驴山派 最好让驴山派变成一盘散沙 第二 制造驴山派与民间教派的矛盾 必要的时候 可以先以门派的名义 杀几个民间教派传人 挑起民间教派的怒火 这两个指令 不管是哪一条 其用心都极其险恶 一旦真的达成了 对那些民门大派 对民间教派 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袁建新皱眉不解 李跟苗自己领导着民间教派组织 为何要怂恿民门大派与民间教派对着干 这对他来说 有什么好处 韩三思考了一阵说道 俗话说 乱世出英雄 李跟苗是不是想制造混乱 然后趁机浑水摸鱼 达成自己的某项目的 众人想着 便一起看向了魏长青 在场的人当中 最了解李跟苗和新玄山派的人 非魏长青莫属 但大家的目光 只是在魏长青身上停留了一下 便立刻移开了 主要是因为 魏长青太强了 他们这些后辈 不敢直接问这个问题 万一人家一个不高兴 动起手来怎么办 还是严守一咳嗽了两声 代替大家问道 二叔 您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魏长青不慎在意 却也妈撒了一下下巴 道 严格来说 二十八新秀和十二元臣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二十八新秀 更像是外包公司 给新玄山派拿钱办事 所以 二十八新秀的人 能接触到的信息很少 对李跟苗也没那么尊敬 严守一微微汗手 他回忆起之前的楚良 楚良也是二十八新秀之一 但他对戏子 没有半点敬意 不仅直呼李跟苗为戏子 还把二人的关系 当作是合作关系 当时严守一还纳闷 现在他才明白 这其中的原因 魏长青方才的说的话 传达的信息有二 除了上面严守一 所想的那个以外 第二点便是 他作为二十八新秀 所知道的秘密 也很有限 魏长青接着说道 以我对李跟苗的了解 这家伙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疯子 他的行事风格是 混乱无序的 让人根本摸不着头脑 甚至会经常 做一些自损的计划 但是 当事情尘埃落定 他的真正目的 暴露出来的时候 大家又会恍然大悟 发现他一切的计划安排 都是合理的 至于那些不合理的部分 可以是做事 李跟苗为了达成目的 而不惜自断双臂 李跟苗 攻打龙虎山时 便是这样的 看似李跟苗败退 实则龙虎山 损失了老天师张艺 魏长青说到这儿 发现大家的脸色 越发阴沉 仿佛大家都被一股 无形的压力 死死压着 他们终于意识到 李跟苗不是那么 好对付的了 说回这次李跟苗的目的 魏长青轻声说道 分裂民门大派 制造与民间教派的矛盾 这所有的行为 只能让我想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韩三已经点出来了 乱世出英雄 李跟苗可能是想 制造一个乱世 然后自己重整悬门 成为下一个悬门天师 乱世出枭雄 当听到魏长青的分析之时 大家心里都忍不住一领 在和李跟苗几次 交手过后 没有人会再去怀疑 李跟苗的野心和手段 毕竟这么多年来 妖道虽然猖獗 但从未有哪个妖人 可以杀死或者逼死 龙虎山天师的 李跟苗是第一个 此人野心极大 且疯疯癫癫的 为达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 若是他真的想制造一个乱世 不论他最后能不能成功 但这必然会给悬门世界 带来一场血雨腥风 今天的获得的消息都很重要 严守一沉生说道 回去以后 我要和余露明好好聊一聊了 李跟苗安插十二元臣 潜入各大门派之事 就算是真的 由严守一去通风报信 恐怕相信的人也不多 也不会特别受重视 但如果是余露明 以龙虎山天师的身份 通知各大门派 各大门派就会迅速重视起来 几人讨论了一阵 得出的结果令人不安 这个狐妖怎么出脸 袁建兴问 翁千象立刻表示 我建议直接斩了 袁建兴和魏长青表示赞同 前者是为了除魔味道 后者则是单纯地觉得狐妖碍眼 杀了事还天地清静 狐妖下的脸色苍白 嘴巴直哆嗦 说不出话来 只能不停地摇头哀求 别借啊 韩三持反对意见 严守一问其原因 他答道 我还想留着他 再嘲讽老翁几年呢 翁千象对韩三怒目而逝 要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打不过他 他早就扑上去和韩三来一场 EV一男人大战了 严守一盯着狐妖看了一阵子 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 不对 画皮师知道我们的厉害 如果狐妖是画皮师的老相好 他应该会想办法保护狐妖才是 比如说 交代一些错误的信息 让我们上岛以后 立刻被狐妖识破身份 但画皮师却什么都没说 这很奇怪 众人也觉察到不对 翁千象疑惑道 这是为什么呢 我怀疑画皮师正是想借我们之手 除掉狐妖 严守一说道 狐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不可能 我和他两情相悦 生死相随 他怎么可能害我 你都说了 生死相随了 韩三笑道 画皮师活不了 所以想拉你来颠背咯 狐妖一时间无言以对 翁千象则说道 换我有这么恶心的相好 我也想找人弄死他 倒是有这个可能 严守一想了想 说道还是先把他带回去关起来 反正现在地牢空着也是空着 大家纷纷表示没问题 只有翁千象有点不情愿 把狐妖带回研究会 岂不是把他的黑历史带回去 但翁千象还是以大局为重 在警告大家 不准把他的事情宣扬出去以后 便同意把狐妖带回去 魏长青默念口诀 那锁着狐妖的木头人四肢便动 从身后锁住狐妖的四肢和脑袋 狐妖发现自己依旧动不了 且身体已经被木头人给控制 和傀儡没什么区别 魏长青伸手一指 木头人直接带着狐妖冲出别墅 跳上屋顶 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黑夜当中 木头人会把狐妖带回研究会 我们也走吧 魏长青说道 严守一敬佩地看了魏长青一眼 在鲁班传人的造诣上 他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对比魏长青似乎还差了一些 但二者的差别 主要却在发展方向的不同 严守一是均衡发展 不管是什么法术都会一些 个别法术比较厉害 而魏长青则偏刻严重 主要的方向是 奇门遁甲和木魁法天 他在奇门遁甲上的造诣极高 同时控制木头人这种法术 严守一和他比起来还差一大截 看来回去以后 我也要多多钻研 我们鲁班传人自己的本事了 严守一暗暗下决心 正在大家想要离开之时 翁千象忽然低声说道 等等 怎么了 众人诧异地看着他 翁千象道 我这一路过来 发现夹子岛是一个很邪恶的存在 狐妖在夹子岛上 关押了不少妙龄少女 强迫他们 为建州省的富豪服务 他们当中 甚至还有一些是孩子 严守一等人 脸色一变 如果夹子岛 只是单纯的一个全色交易场所 那他们才懒得管 毕竟有些女人 自己也愿意用肉体 换取金钱 但如果这其中存在强迫行为 那可就不一样了 翁千象难为情地说道 现在岛主已经被我们抓了 我们能不能再花一点时间 把岛上那些可怜的女孩都救出去 路见不凭拔刀相助 英雄救美之事 我韩三亦不容辞 韩三第一个站出来 表示支持 严守一白了他一眼 这家伙就是纯粹地想完一首英雄救美 然后让对方以身相许 出发点和那些剑州富豪 没什么区别 下见 严守一想了想 说道 这件事情牵扯的范围太广 而且夹子岛这么大 光靠我们几个人 就算折腾到明天早上 也就不完 说的也是 翁千象有点黯然 似乎是因为没能救那些女孩儿内疚 但严守一紧接着说道 我现在就联系夏之警官 让他带人过来处理 为了防止岛上的人扎门离岛 咱们现在就去毁掉港口的所有船 只要限制夹子岛上的人离岛 到时候 人证物证齐全 夏之带人 就能一网打尽 翁千象顿时又高兴起来 认为严守一的计划很是周全 于是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严守一联系了夏之 将甲子岛这个罪恶的存在告诉给他 夏之是个充满正义感的警官 听说此事以后 二话不说 立刻开始组织人手 准备连夜上岛抓人 而后几人又分头行动 将岛上的所有船只发动机毁坏 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这样一来 等到夏之带人过来之时 那些人只会想要乘船逃跑 却发现船只全都开不了了 只能乖乖地等着被抓 做完这一切 严守一等人悄悄地离岛 来也悄悄去也悄悄 深藏功与名 几人回到研究会的时候 于露铭等人并没有睡 而是全都站在研究会的地牢门口 瞧见严守一他们回来了 几人都围了上来 关心他们上甲子岛的后续 严守一确认 狐妖已经被关进地牢以后 脸色严肃地 把所有人都喊到一时堂 一五一时地 将今天甲子岛上的收获 告诉给众人 当然 这其中他掩盖了 翁千象浑身大汗的经历 只是夸奖了翁千象 临微不惧 完美完成任务 翁千象因此长输了一口气 直到严哥真兄弟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里根苗派十二元臣 潜伏在各大门派当中 而且已经有一段时日了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分裂门派 挑起明门正派和民间教派之间的矛盾 严守一说到这儿 便停下来留给大家思考的时间 所有人都是面色凝重 眉头紧锁 其中于露铭的心事最重 毕竟他担负着天师职责 他要操心的 不仅仅是龙虎山天师府 还有其他的门派安危 赵承向陈生说道 各大门派传承已久 这些年来也有过无数次争权和内斗 却都屹立不倒 里根苗想要掌控和分裂我们的门派 应该没那么简单 袁建兴却摇了摇头 提出不同的想法 那是因为过去门派内部 不管如何争斗 始终是自己人对付自己人 一旦遇到外敌 大家依旧会团结一致 可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出手的是里根苗 十二元臣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制造矛盾 分裂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场的人当中 除了龙飞城喜欢滑水 林晓晓比较天真 常山思维固化以外 其他人都算得上是聪明人 严守一看向于露明 问道 天师 你有什么高见 于露明无奈地看了严守一一眼 似乎在责怪严守一 调侃他天师身份 其实在严守一的面前 于露明更想当的是他的朋友 而不是什么天师 不过眼下 既然是在议论悬门中士 于露明也应该以天师的身份发言 他思考了片刻 在这个过程中 其他人都没在讨论 给足了天师面子 十二元臣不是善茬 各大门派也并非固若金汤 所以他们是有机会达成目的的 于露明首先抛出自己的观点 紧接着说道 其实 李跟苗对十二元臣的命令 可以拆成两个方向来看 第一 尽可能分裂各大门派 第二 尽可能挑起民门正派 和民间教派的矛盾 你们明白 我想说的是什么吗 大部分人都露出了了然之色 同时眼中流露出更多的担忧 唯独林晓晓摇头 你想说的是什么啊 常山双手合十 虚心请教 阿弥陀佛 平僧也没有想明白 龙非诚更干脆了 他两手一摊 听不懂 柳一人帮着解释道 天师的意思是 十二元臣潜入民门正派 首先选择分裂门派 如果办不到的话 则可以退而求其次 制造民门正派 和民间教派之间的矛盾 韩三难得的智商在线 他低声说道 分裂门派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大概率要遇到合适的契机 也就是 向这次驴山派更换掌门的时间节点 否则基本不可能 但是不排除 他们蛊惑门派掌门长老 或者挑拨门派中势力的关系 叶南飞说道 严首一沉吟了一阵 随后说道 所以 我们大家要重点关注 最近哪个门派即将有大事发生 诸如掌门换劫之类的事 大家都沉默下来 似乎在回忆自家门派 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我们牢山派最近会召开论道大会 届时会邀请牢山附近的各大门派前来论道 袁建兴道 韩三也说道 茅山弟子最近准备集体入室修行 由门派长老带队 到时候会是茅山内部力量最虚弱的时候 叶南飞道 我们燕家打算和中南山王家联姻 一个月内会举办五场婚礼 人员流动颇为复杂 所有人的门派都各自有事情要发生 众人忽然感觉头疼了 十二元臣身份神秘 手段高明 仅凭他们这些小辈怕是查不出什么来 不如这样吧 严守一提议道 我们大家按照时间排序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各自组成小队 互相到对方的门派中帮忙 例如 劳山派的论道大会 在这个月月底举办 而茅山派弟子入室修行 是下个月中旬的事情 这样 韩三就可以跟着袁建兴 先行返回劳山派 在确认论道大会没有出什么状况以后 两人在一起到茅山派去 众人都同意严守一的提议 于是纷纷开始安排行程 这其中不太需要参与的人 反而是于露明了 他刚刚成为龙虎山天师 已经把天师府的权力 全部抓在手里 且在下山之前 于露明已经在龙虎山 进行了一次大清洗 诸如张无马之辈 全都被于露明给揪出来 或者赶下山 或者压入地牢 所以于露明不担心 龙虎山会出问题 在众人议论之时 于露明望向严守一 发现严守一的的压力 丝毫没有减轻 依旧是心事重重的模样 出于朋友间的关心 他问道 你还在担心什么 严守一轻叹一口气 答道 你们名门正派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民间教派的问题还没有 大家互帮互助 只能防止门派被分裂 却防止不了十二元臣 挑起名门正派 和民间教派之间的矛盾 且严守一现在也只是 守着荣城的一亩三分地 顶多再加上前堂 和长安的人脉而已 其他地方的民间教派 他边长莫及 根本管不着 这依旧是一个危机点 于露明理解严守一的烦恼 只能安慰到 或许能有什么办法 提前通知所有民间教派传人 严守一摇摇头 我手上倒是有一本名册 但名册上200个民间教派传人 只有三分之一 还有记可循 其中依旧有一部分 被里根苗蛊惑 剩下的那些人 自打我们从龙虎山下山以后 便已经去走访一遍了 即便我将事情通知 给我认识的所有人 对整个江湖而言 依旧是杯水车薪 民间教派不像名门正派 他们发展得太分散了 甚至可能同处一座城市 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这时候 一旁的柳一仁忽然说道 你找不到他们 但或许 可以想办法让他们来找你啊 柳一仁的话 倒是提醒了严守一 民间教派势力分散 各脉传人相互之间很少联系 且大多人都习惯隐藏身份 混迹在民间 想要找到他们 太难太难 更别提像鲁班传人这种教派 之前几十年 更是几乎在江湖上绝技 要知道严守一刚到荣城来时 黄海和周玉全得知 他是鲁班传人 可是震惊了好久 不过现在不同了 严守一有了荣城 民俗研究会这个据点 便可以向江湖宣传 吸纳那些民间教派传人 前来投奔 只是 如何宣传呢 难不成花点钱去买广告 告诉老百姓 我们荣城民俗研究会 是由一群民间教派传人组成的 大家走投无路 可以到我们这儿来 这么做 只会有两种可能 一是老百姓以为 民俗研究会是慈善机构 然后来了一群浑水摸鱼的家伙 二是真正的民间教派传人 担心是个陷阱 反而绕着荣城走 这时候 一向鬼点子多的龙飞城 笑着说道 龙哥 我认识一个擅长写民俗类小说的作者 他的读者遍布各行各业 你说有没有可能 让他把咱们的民俗研究会 写进小说里 这样一来 但凡读过他小说的人 都会知道 荣城西湖有个民俗研究会 如果真的是民间教派传人 兴许会想要过来看一眼 这话让严守医来了点兴趣 龙飞城说的那个作者 他也略有耳闻 似乎叫什么一气三元 曾经的笔名是鬼哭老朽 这家伙年纪轻轻 写的民俗类小说 却十分真实 书中的诸多法术 都是现实中存在的 搞不好 他也是民间教派传人之一 只可惜 这个作者太过神秘 严守一想要去拜访 对方却始终不给任何联系方式 你说的这也是个办法 只是我们眼下 急需尽快把民俗研究会宣传出去 等一气三元写小说的话 还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严守一叹气道 这家伙最近不知道在忙什么 小说总是断更 还欠了读者四章 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补上 说到这儿 龙飞城也颇为认同 一气三元书写的嗜好 就是更新不够给力 他恨不得拿刀架在 一气三元的脖子上 逼着他一天写一百张小说 嗯 前提是 小龙打得过一气三元 如果打不过的话 当他没说过这话 严守一说道 回头我让叶爷爷 想办法联系一下一气三元 给他打赏个一千万 让他专门给咱们民俗研究会 写一本小说 顿了顿 他又说道 关于宣传咱们民俗研究会 我还有另一个想法 说书人知天下事 且人脉广阔 我觉得 咱们可以联系一下银汤前辈和黄英 让他们把咱们的消息散播出去 几个民间教派传人 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说书人基本在每个城市都有分布 可惜的是 他们大多保持中立 所以一直没有形成气候 如果是其他人请求银汤 银汤恐怕都不会搭理 但严守一不一样 银汤和黄英会想要卖他这个人情的 针对十二元城的阴谋 众人又商讨了一阵 局势渐渐明朗 大家也都有了应对的计划方案 所有人的神色都轻松不少 这时候 严守一才有时间招待大家 这次紫童和驴山派的危机 多亏了大家出手相助 我严守一欠大家一个人情 白天咱们没时间好好招待 此时又太迟了 明日 我们将在研究会试验款待大家 再带大家在荣城好好玩玩 三天之后 紫童的驴山派掌门继任仪式也会召开 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 也能留下来参与一下 严守一和林子童这对夫妻的人品极佳 大家也都喜欢卖他们面子 所有人都答应了下来 就连柳一人都表情淡然 似乎不再纠结前世的爱恨情仇了 这让严守一松了口气 会议结束 严守一着急去看望林子童和驴精 就先行一步离开了 大家累了困了乏了的 也都打算回去休息 唯独龙飞城喊住了翁千象 老金和韩三 三人看到龙飞城那贼眉鼠眼的模样 便知道这家伙又在动歪脑筋了 龙飞城黑黑笑道 韩狗王难得来一回 要不今晚我带大家孤身走暗巷 韩狗王冷哼一声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老子独春秋的 那你去不去 翁千象问道 韩狗王 我卷发大波浪的 你这两个要求挺有趣 老金呵呵笑道 一副过来人的模样 然而 韩狗王却摇了摇头 不 这是三个要求 一旁的罗宁和赵义瑶 对几个臭男人直丢白眼 他们不得不承认 自己民间教派这一行的男人 都有些风流 倒是那些名门正派的弟子 大多修身养性 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 然而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 一本正经的长山和尚 便悄悄地走到龙飞城几人的身边 双手合十说道 阿弥陀佛 酒肉穿肠过 佛主心中流 请几位带上平僧吧 龙飞城诧意道 长山 你不用守戒吗 平僧想要修炼到出世境界 就必须先入世 不品尝世间百态滋味 如何做到佛主那般无我忘我 超然脱俗 长山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只可惜被燕南飞无情拆穿 他就是憋不住了 你们晚上赵寒三的要求 给长山安排三个就够 众人 翁千相揉了揉太阳穴 他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去暗像里洗洗脑 毕竟今晚的所见所闻 已经在他的脑海里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他急需接受净化 结束会议之后 严守一先后去探望了驴金和林子彤 并且将今天的所见所闻 以及大家的计划告知二人 驴金现在的状态大不如之前 之前他是个暴脾气老头 但经历了这次的风波以后 他似乎苍老了许多 即便化皮师对他做了那样的事情 他也没有再仗红着脸 说要斩了此妖人 只是说 一切等林子彤继任掌门之位后 让他自己全权处理 看来驴金是累了 即便是道士 也无法完全出城 独善其身 曾经他渴望的掌门之位 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 现在驴金即将卸下担子 整个人就变得云淡风轻许多 才稍微有了一点 当初驴镜声的心境 而经过一整晚休息的林子彤 伤势好了许多 脸色也逐渐恢复血色 只是身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 纱布里透着血迹 看得让严守一心疼 严守一把事情告诉他之后 林子彤也表达了对悬门未来的担忧 不过 为了让他安心养伤 严守一让他这几日不要管太多 一切他会处理 驴山派并不是无人 先前为了保护黄海和周玉权 严守一把他们暂时藏起来了 现在风波平息 二人又可以回到驴山派 帮忙主持大局 等待林子彤的回归 看完二人以后 严守一又给严筹发了条短信 把十二元臣企图分裂明门正派 制造明门正派与民间教派之间 矛盾的事情汇报了一下 严筹很快回复消息 他夸奖严守一这次立了大功 如果大家没能早点发现此事 恐怕罗天大教的悲剧 还会再上演几次 做完这一切 严守一陪在林子彤的病床旁 看到林子彤睡下以后 自己才闭上眼睛 盘坐着氧气 第二天一早 林子彤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严守一忽然感觉到手机震动 为了不吵醒林子彤 他在手机震动后的零 零一秒时就把电话给挂了 然后轻手轻脚地快步走出房间 下了楼 他才敢给对方回电话 给他打电话的人是夏之 他昨晚得知甲子岛上的事情以后 立刻带人连夜上岛抓捕 想来现在应该是有了结果 着急向严守一打招呼来的 严守一回拨过去后 就听到夏之略带歉意的声音 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接电话 没事 刚才我在屋子里 子彤还在睡 现在我已经下楼了 严守一达到 夏之略有些羡慕 像严守一这样的好男人 真是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做夏之这一行的 基本每天都会抓到 醉酒打媳妇的家暴男 或者是在厕所里 偷窥偷拍的老色鬼 要不是身边 还有富有正义感的男同事 夏之都快要怀疑 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男人了 只可惜 严守一年纪比他小许多 而且身边还有非常优秀的林子彤 否则夏之恐怕不介意来一场恋爱 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甩出脑袋 夏之说道 昨晚我在甲子岛上抓了不少人 你立大功了 没什么人受伤吧 没有 我们悄悄上岛 对方本来想逃 结果船只全都坏了 只能乖乖被抓 我想 那应该是你们的功劳 严守一哈哈一笑 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甲子岛上 确实有大量被强迫的女孩 其中年龄最小的才 我连说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真不知道 那些禽兽 是怎么敢做出如此 泯灭人性的事的 夏之本来想描述一下 甲子岛上的罪恶 但话到嘴边却放弃了 因为有些话 他一个没嫁人的女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严守一恩了一声 作为上过甲子岛的人 他大概知道 甲子岛上都有什么 无非是培养 或者强迫一些男孩女孩 为剑州的富豪服务 来为狐妖岛主 换取一些权利和便利 好在现在狐妖岛主被抓 上岛的那些富豪 也被夏之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甲子岛将不复存在 原本严守一以为 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 准备对夏之说白白 然后回房间看望林子彤 结果 夏之忽然画风一转 那什么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去古戏派出所一趟吧 嗯 严守一一愣 怎么了 又发生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了吗 我派阿公过去好了 夏之叹了口气 不是 是我的同事 昨天晚上扫黄 又把小龙给抓了 据说被抓的还有好几个 其中包括老金 甚至有个和尚 严守一 他现在的表情 是眯着眼睛 满脸的嫌弃和无奈 我知道了 这就去 严守一挂断电话 无奈地换了衣服 然后叫了个司机 开着商务车 带着他往古西派出所而去 路上遇到正在沉练的袁建兴 袁建兴好奇地问 严兄一大早要去哪 去熟人 严守一叹了口气 袁建兴脸色一变 熟人 发生了何事 又谁挟持了我们的人吗 嗯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一人交五千块钱罚款就行 严守一走后 袁建兴满脸诧异 什么绑匪这么好心 一个人只要五千块钱 就肯放人 月儿啊 弯弯照我心 而在牢中想母亲 悔恨未听娘的话 而今 我成了狱中的人 古西派出所的拘留室里 龙飞城扶着铁栏杆 哼着铁窗类 模样很是凄惨 路过的景华诧异地看着他 忍不住问同事 他们几个是怎么进来的 看着好像很委屈的样子 嫖娼 哦 臭男人 去死吧 龙飞城不唱了 郁闷地回头 对着几个有难同当的兄弟 恨恨地说道 都怪昨天那个小妹 我和她办完事以后 照例拿出扑克玩两把 不就赢了她五百块钱吗 至于反手 给我一个举报吗 现在好了 大家都进来了 韩三眼面哭泣 你他妈还好意思说 要不是因为你 咱们会这么惨吗 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 有什么颜面再回毛山 有什么脸面面对祖师爷啊 翁千相拍了拍 韩三的肩膀 安慰道 放心吧 脸面这个东西 对你而言早就不存在了 你不必太在意 五个大老爷们 郁闷地坐在拘留室里 脸皮比较薄的韩三低着头 龙飞成 翁千相和老金这种常客 则是满脸笑嘻嘻 偶尔还和旁边那些偷电瓶 被抓进来的小偷聊几句 不过要说定理 还是长山最厉害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 他竟然还好意思念佛经 龙飞成怨称 长山为地表最强射牛 至少他们几个同伙 有点替长山感到不好意思 几人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是盼到严守一过来熟人了 严守一被一位自称是 夏之师兄的警官带进来 站在拘留室外盯着几人看 龙飞成连忙喊道 严哥 严哥 我们在这儿呢 我看到了 严守一无奈 你们就这么忍不住吗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谈一场恋爱 龙飞成黑黑笑道 原谅我这一生 放荡不羁爱自由 老金两手一摊 我一把年纪了 对婚姻没什么想法 快餐比较合适我 翁千相则扯来的借口 我还是未成年 三人各有各自的理由 主要表达的意思 还是不想太早被爱情和婚姻束缚 想再潇洒几年 对比他们三人 韩三倒是老实许多 算是一股清流 只见他声泪俱下地说道 我倒是想好好谈恋爱 但不知道为啥姑娘们都看不上我 我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 还被你给横刀夺爱了 滚犊子 严守一差点就要忍不住对警官说 其他的都熟出来 把这个寒狗王留在里头拘留15天 最后 严守一看向长山 想听听他有什么借口 只见长山双手合时 漫条丝里 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平僧是出家人 出家人不能娶妻生子 严守一 警官 众人 这和尚说得好有道理 我们竟无言以对 因为是出家人 不能娶妻生子 所以你压就去拯救师族妇女了是吧 长山身上草点太多 严守一衣食都吐不过来了 他叹了口气 拿出林子彤的银行卡 跟着警官去交罚金 交了罚金后 警官拿着钥匙过来放人 五人刚刚走出拘留室 就抱住了严守一的大腿 老金感动到 关键时刻 还是你小子仗义啊 行了行了 别装模作样了 赶紧回研究会吧 严守一不吃他们这套 其实他本来 也没有要怪罪几人的意思 正当几人打算离开 在经过拘留室的走廊之时 一只手忽然从铁栏杆里伸出 紧紧地抓住严守一的胳膊 严守一心里一惊 什么人能在自己 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抓住自己的胳膊 他现在的修为很高 而且感官也十分灵敏 就算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普通人也不可能抓住他的手 能抓住他的手 就意味着 能在背后捅他刀子 这对严守一而言 是很危险的 他扭过头 看到拘留室里 坐着两个老面孔 正是其中一人 伸手抓住了他 狗叔说 妙计叔说 严守一直接失声喊了出来 被关在拘留室里的 正是衣衫褛褛的狗道士 和光着半个膀子的妙计武僧 再低头一看 狗道士养的老黄狗 竟然也被关在里头 此时老黄狗看到严守一 也异常兴奋 尾巴像是螺旋桨似的 摆个不停 狗道士黑黑笑道 好侄儿 这世界可真小 你受累把我们俩也捞出去吧 震惊过后 严守一满脸的无语 自己身边这群年轻的猪队友 集体被抓也就算了 怎么连老爸身边的两个叔叔 也这么不靠谱啊 你们似乎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传承下来了喂 隔着铁栏杆聊天 终归有点尴尬 严守一赶紧去交了罚金 把他们俩也捞了出来 离开了派出所 狗道士伸了个懒腰 摸了摸肚子 有点饿了 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好侄儿 再请我们吃个早饭吧 前面有一家莲浆锅边 我们上那吃去吧 严守一叹了口气 熔成靠海 所以餐桌上不管什么 都和海鲜沾边 其中这海鲜锅边 便是熔成人主要的早餐餐食 熟练的摊主往锅里放些油 下香菇 再下虾和花隔 然后下大白菜炒一下 加水煮开 等到底料做好以后 再将磨好的米浆 沿着锅边淋上一圈 盖上盖子焖上几秒 不多时开盖 将成型的米浆块铲入锅中 放入各种调味料 这样一碗热腾腾的海鲜锅边 就能起锅上桌了 等到锅边上桌 所有人都食指大动 似乎都饿了很久 盐手一实在忍不住 问道 狗叔叔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 照理说 狗倒是应该和盐绸待在一块 可他们被拘留了 自己的老爸又上哪去了呢 狗倒是喝了一口锅边汤 笑嘻嘻地说道 我们捣毁了里根苗的窝点以后 你爸说要去见一位故人 所以我们就提前几天回来了 回来的那天已经是深夜 所以就不好联系你 你妙计叔叔说 要去洗脚 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奈何我打不过他 只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 舍命赔君子了 到了会所以后 我们就各玩各的 结果我这边才没开始多久 就听到警察来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 是给你妙计叔叔服务的小姐报警了 我寻思着 这小姐怎么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 主要是你妙计叔叔玩得太变态 对方接受不了才报警的 说到这里 所有人都忍不住看向妙计武僧 这玩得能有多变态啊 连小姐姐都扛不住报警了 只听妙计武僧冷哼一声 生气地说道 贫僧花了钱 是他说做什么都可以 于是贫僧本着度人如度己的想法 就开始交纳女施主辈 金刚精 他死活记不住 贫僧就不打算给钱了 于是女施主就报警了 狗道士捂着脸说道 你们听听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众人眼角狂跳 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玩得果然够变态啊 虽然在派出所里 见到狗道士和妙计武僧 让严守一很是意外 但如今回过神来 他还是很开心的 毕竟 他身边多了两位高手前辈 安全感蹭蹭往上窜 并且 他们两位回来了 意味着自己的老爸 也快要回来了 吃过早饭以后 众人乘车返回民俗研究会 路上常山和妙计相认 二人算是师兄弟 只不过年纪差距有点大 而且以妙计的本事 完全有资格 直接当常山的师父了 二人是同门 相处得十分融洽 妙计似乎很喜欢 常山这个师弟 这其中兴许也有看到 常山也是被严守一 从派出所里捞出来的原因 有点惺惺相惜的情绪在里头 话说回来 狗道士和妙计武僧 也隔了许久才回到龙城 所以 在看到建造在西湖之上的 民俗研究会以后 二人也忍不住感慨 只是感慨过后 他们看到和林若府 未长青 并肩站在研究会大门口的严丑以后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老爸 严守一下了车 惊喜地看着严绸 严绸没说话 她的身上飞出一缕魂魄 正是寄身在樱幕中的奶奶温玉仙 温玉仙直接飞到严守一的身边 慈爱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好孙子 又长大不少 严守一早就成年了 长大这个词 用在她的身上多少有些不合适 但在奶奶的眼里 她依旧是个孩子 许久不见 就会觉得 孩子又长大了 奶奶 你也回来了 严守一露出笑容 严绸诧异地 看着这一大伙男人 问道 你们这一大早的 上哪儿去了 她似乎还不知道 狗倒是和妙计武僧扫黄 被抓的事情 所以 二人立刻对着严守一挤眉弄眼 让他帮忙 瞒着二人的糗事 严守一心领神会 解释道 我带着大家去尝海鲜锅边去了 严绸听了 点了点头 并没有起义心 荣城的海鲜锅边是不错 尝尝也好 狗倒是和妙计武僧松了口气 严守一赶紧转移话题 爸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都不提前说一声呢 我又不是小孩 不用你接 严守拿出了作为父亲的严厉 但眼神很快又柔和下来了 现在民俗研究会是我们的据点 以后大家 恐怕也会经常外出 不用每次都搞得那么有仪式感 林若福点点头 说得对 回家不需要有太多仪式感 否则显得身份 严守的目光越过严守一 看到了他身后的那群小伙伴 韩三他们都见过严守 便是在龙虎山上的那一次 此时都有点不好意思地 向严守打招呼 严守轻轻点头 笑了笑算是回应 龙非诚等人心虚 便找借口先走一步 回研究会里头去了 等到大家都走了 严守才问严守一 似乎各大门派的传人都来了 就连星天师也在咱们这儿 是的 过两天 驴山派要举办子童的掌门继任仪式 所以 我留大家等到参加了继任仪式后再走 严守一如实相告 嗯 这次继任仪式 我们要办得风光一些 所以我也提前回来了 严守道 说起严筹回来这事 严守一心里还有点好奇 自己老爸是去见什么故人了 竟然先把狗叔叔和妙计叔叔给赶回荣城 有什么人是他们俩都见不得的吗 难不成是在湘江的郑昭帝阿姨 如果是这样 那还可以理解 严守一觉得自己 有必要和老爸聊一聊 表达自己不反对他找后妈的观点 不过如果真的说了 自己恐怕会被老爸给打死 所以严守一还是决定不说了 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不少事 有时间与我边泡茶边说说吧 严筹主动抓着严守一的胳膊 有种既亲切又陌生的感觉 几人去到研究会的茶室 围坐在茶桌边 林若甫拿出了珍藏的茉莉花豪针招待 茶壶烧得滋滋作响 水开了以后冲泡茶叶 一股茉莉花的清香四溢 我已经去看望过子彤了 她的伤势没有大碍 明日就可以下床行走 虽然说还不能剧烈运动 但应付应付继任一事 还是没有问题的 严筹说道 严守一点点头 十二元臣的喜婆已经被我杀了 她的魂魄被薛凯收集 但要再过几天才能询问 画皮师和她的老乡好狐妖岛主 都被关在地牢里 随时可以审问 这些事不着急 回头从长记忆 严筹并不是特别在意 她话锋一转 说到了另一个话题 我比较感兴趣的 是你在长安的那段经历 严守一在长安 下秦始皇陵墓 得祖龙剑气韵 既完善了林子彤的魂魄 还了却了庆江将军 和于蜀公主的心愿 可谓是经历丰富 受益颇多 时间虽然不过相隔一周多 但严守一却觉得 好像过去了许久 她的那些经历 需要认真回忆一下 才能想起来 于是她开始从离开前堂说起 事无巨细地与父亲聊着 严守听得聚精会神 偶尔会出声 打断严守一一下 提出几个问题 等到经历全部说完 严守一发现自己口干舌燥 中途竟然一口茶都没喝 于是她将面前茶杯里的 茶一饮而尽 又觉得不够 忙给自己又倒一杯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听完严守一的叙述 严守沉默了十几秒 似乎是在消化信息 设计 让你进皇陵的人 连我也一直以为 是那个神秘的国师 结果却是秦始皇信任的 鲁班传人货班 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 严守说道 虽然中途比较坎坷 但好在最后结果是好的 你获得了秦始皇的传承 还能使用祖龙剑了 只可惜 沁江将军和鱼鼠公主 相处的时间太短 他们为此已经等了一千年 严守一却有点遗憾 千年一顺 相处的时间太长 也没有意义 就算是只有一分钟 只要他们俩能够在一起 就算是一分钟和一千年 都没什么区别 严守对此 却有更深层次的感悟 他沉吟了一阵 说道 你在秦始皇陵墓里 得到了不少宝贝 我让你把那些宝贝放好 等我回来再研究 现在你可以把那些宝贝 都拿出来了 在秦始皇陵墓里 严守一获得了秦始皇的传承 能够用真龙子气 驱使祖龙剑斩因果 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但遗憾的是 斩因果这种几乎开挂的招数 并不是他能随便使用的 而是需要不断做好事 积累真龙子气 然后消耗真龙子气来使用 且对方如果身负巨大的因果 就也需要对等的真龙子气 才能斩其因果 总而言之 想使用祖龙剑没那么简单 严守一接下来 需要不停地做好事 除此之外 他还从沁江将军那 习得了一件问天 一件问天 是一个十分强力的杀招 从皇陵出来以后 严守一至今没能遇到 值得自己使用这一招的对手 就算是喜婆和画皮师也不行 换言之 现在的严守一实力 已经和十二元臣对等了 而遥想在龙虎山的时候 他只能收拾二十八星宿 至于其他的收获 严守一从胯包里 依次拿出了三样东西 看着像是缩小版 十狮子的两个青铜镇木兽 镶满了各种宝石的 妖艺紫玉冠 被货斑镶嵌进眼睛里的 墨绿色随猴珠 因为不清楚 这三件宝贝的用处 再加上严守的叮嘱 所以严守一 一直没把这三件宝贝 拿出来使用 就是他们撒了 严守一说道 严守微微点头 拿起镇木兽打量起来 镇木兽一共有四只 分别是滔铁 穷棋 混沌和桃物 你得到的是滔铁和穷棋 分别主掌吞噬和封印 严守一耸了耸肩 咱们应该用不上吧 毕竟这俩玩意儿是镇木用的 它们最初被炼制出来的时候 的确是用来镇木的 但不代表 它们只能镇木 严守解释道 虽然研究会已经被我设置了 各种镇法和禁止 但依旧可以加入镇木兽 来保护一些特殊的区域 效果远超普通镇法 镇木兽名义上的用途是镇木 但其实 它们的功效 是防止外人入侵 研究会里 诸如地牢一类的地方 便可以摆放镇木兽 地牢是研究会的重地 里面机关重重 活人想要进来 几乎不可能 但没有实体的鬼魂 却可以进入 如果摆放上镇木兽 鬼魂也无法进入地牢 相当于又多了一重保险 受到严守的启发 严守一恍然大悟 决定回头 就将镇木兽 放到地牢门口 一方面镇压外来的闯入者 另一方面 镇压一地牢里 关着的那只臭骚狐狸 听说狐妖岛主 在地牢里不停坐腰 画皮尸不堪骚扰 差点咬蛇自杀 鉴定了两只镇木兽 严守拿起了第二件宝贝 紫玉冠 严守一介绍道 这是紫玉冠 秦始皇陵墓中 有个戏子名为吕槐 紫玉冠就是他脑袋上戴着的 当初二十八星宿之首 储物镜皇陵 所看中的宝贝 其实严守一暂时不知道 紫玉冠有什么作用 但他知道一点 那就是里根苗想要的东西 自己全力阻止 他得到就对了 所以 从皇陵出来以后这么久 严守一从未把紫玉冠拿出来过 他甚至想找个机会 将这玩意儿直接摧毁了 紫玉冠和你的斩破刀 有点类似 严守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严守一纳闷了 紫玉冠只是一顶配饰 怎么能和斩破刀这种武器 相提并论呢 这时 坐在严筹身后 一直没说话的妙计武僧 解答了严守一心里的疑惑 当年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 就是带着这顶紫玉冠 紫玉冠有吸收煞气的作用 六国的战场亡魂煞气 全都被紫玉冠所吸收 如今他所蕴含的煞气 甚至远超斩破刀 如果说斩破刀里头的煞气威力 是一颗手榴弹的话 那么紫玉冠里的煞气 就是一颗炮弹 严守一恍然大悟 戏字吕槐带着紫玉冠 在唱着那些能令人迷失心智的戏曲 便是事半功倍 更容易让人陷入疯狂 严守点点头 但肯定有副作用 使用者本身也容易疯狂 煞气极具负能量 普通人沾染上一点 就有可能变得暴躁异怒 如果沾多了 搞不好会残忍试杀 但任何事都有两面性 煞气这种狂暴的力量 如果使用得当 爆发出来的威力 也不容小觑 严守一之前好几次脱离危险 便是靠着煞气的帮助 他有沁江将军传的控煞之术 勉强能驯服这股力量 严守分析道 戏子本身 就是个敌我不分的疯子 如果他得到的紫玉冠 必然是如虎添翼 想必他派楚屋去找紫玉冠 一定是为了未来的某次屠杀做准备 也就是说 严守一简洁地阻止了一场血雨腥风 那我们该如何处置紫玉冠 严守一皱眉问 严守没多想 转头给了妙计武僧一个眼神 妙计武僧也不废话 直接捏碎才盘了没多久的佛珠 在紫玉冠上刻下了佛门真言 正如之前 他封印斩破刀的力量十一样 被封印后的紫玉冠 也变得和凡物一样 少了几分妖异 上面的宝石也不再发亮了 看着像是赝品 你已经学会如何控制煞气 所以紫玉冠对你而言 是一件保命的戾气 如果将来遇到必死之局 你可以尝试着带上紫玉冠 用紫玉冠的煞气破局 当然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动用紫玉冠 紫玉冠的煞气不好承受 会让你陷入癫狂 甚至伤害自己的朋友和爱人 严丑表情严肃 严守一也郑重其事 将严丑的叮嘱记在心里 然后重新将紫玉冠 收入胯包当中 死局意味着无路可走 情况不会更糟糕了 所以 在那种情况之下 哪怕紫玉冠是个危险之物 也能够拿出来尝试破局 毕竟受伤和失去理智 总比挂了要好 最后 众人将目光落在桌面上 仅剩的宝贝身上 随猴猪 随猴猪是皇陵中最神秘的宝贝 他牵扯的不仅仅是秦始皇 还有货班与国师 最重要的是 国师认为 随猴猪是打破民间教派传人 死结的关键之物 传说中 只要将带有紫玉命格的魂魄 注入到随猴猪内 再吞下随猴猪 就可以躲避死结 严丑仔细端向着墨绿色的随猴猪 随后吃笑一声 但也只是传说而已 严仇的三言两语 却给严守一带来了极大的意外 他惊讶地问 爸 难道随猴猪不能躲避死结 严仇反问道 如果随猴猪真有这个作用 你认为国师当初会善罢甘休 甚至把古链丢进水银河 文言 严守一陷入沉思当中 的确 秦始皇陵墓里的事 处处透露着诡异 之前严守一没多想 是因为还不知道随猴猪的真正作用 但现在经过严仇的反推 他才发觉事情不对 当年和现在可不同 现在严守一受制于时代背景 不可能大张旗鼓进入皇陵 而在国师那个年代 只要他愿意 直接去蛊惑当朝皇帝 让皇帝发兵 直接带人踏平皇陵 都是有可能的 就算他第一次进入皇陵 遇见货班的时候 不小心掉落了古链 事后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除非 除非国师在离开皇陵后 没多久就隔屁了 否则这件事就说不通 严仇拿着随猴猪说道 以我的猜测 应该是国师 在见到货班和随猴猪以后 认为随猴猪就是一个骗局 所以干脆丢掉古链 然后离开了 至于我为何怀疑 随猴猪是一个骗局 很简单 货班拥有随猴猪 而秦始皇是拥有 紫薇命格之人 货班当年完全可以将 秦始皇的魂魄 注入随猴猪当中 然后躲避死劫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绞尽脑汁地 建造了秦始皇陵墓 然后纠占雀巢 苦心计划两千年 只为了夺舍你的 天煞尸魁之身 颜愁这一通犀利的分析 让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 之前颜守一所不解的 担心的 现在全都不再是问题了 看来想要躲避死劫 还得另寻他法 颜守一轻叹一声 我还剩下两年的时间 茶室里一时间安静下来 颜守脸上有着 难以掩饰的愁容 他自然是无比担心颜守一的 活到他这个年纪 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 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事 颜守却想都不敢想 尤其是 鲁班传人颜家这一脉 本来该死的人应该是他 但他的父亲颜柏祥 却将死结转嫁给了 他的儿子颜守一 颜守心里说不出的愧疚 温玉先安慰道 守一 你爸爸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颜守一当然不怀疑这一点 他反过来安慰大家 还有两年时间呢 我们肯定能够想到办法的 颜守点点头 不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这个随猴猪 暂时交给我保管 颜守说道 作为交换 我送你两样东西 颜守一笑道 老爸 您这可就见外了呀 父子关系 颜守一的就是颜守的 怎么能计较这么多呢 颜守却摇摇头 坚持要和颜守一交换 他收了随猴猪 然后拿出两样东西 摆在颜守一的面前 第一样 是一本单薄的古籍 封面上写着四个大字 原神入目 第二样 是一个小巧精致的童心结 中心位置 编着一颗温润的玉石 木魁法身 是我这次在剿灭 新玄山派势力时 从别的鲁班传人那儿 得到的秘籍 恰好是我们这一脉 鲁班书中遗失的内容 这一招连你爷爷都不会 颜守说道 鲁班传人并非只有颜家这一脉 而且鲁班书传承多年 在各个分支上 保留和演化出的内容 都不一样 例如 颜守一就会很多 货班不会的本事 而货班会的本事 也有许多 没能传承到颜守一手上 颜守一又惊又喜 拿过古籍便翻看起来 木魁法身的技法 其实从名字就能看出一二来了 便是鲁班传人 制造木魁法身 并且操控它 区别在于 普通的木魁 是用丝线或者意念控制 而木魁法身 则是直接分出魂魄操控 除了身体是木头制作的以外 其本身和活人已经无异 是真正意义上的分身 倘若修成此法 当颜守一 需要以身犯险的时候 本人完全可以不用亲自道场 直接控制木魁法身前去便可 但木魁法身受到致命攻击之时 魂魄又会直接回到本体 但是 这其中存在一个问题 颜守一是天煞狮魁 它本身并没有魂魄 如果修炼木魁法身呢 颜守一提出了这个问题 颜守笑了笑 回答道 普通的僵尸是没有意识的 天煞狮魁和普通僵尸不同 你可以放心修炼 不会遇到问题的 心里的疑虑 只能等后期遇到问题再去思考了 颜守一收起古籍 他对这个交换物很是满意 颜守又说道 我的年纪已经带了 学不了新东西 所以 木魁法身 我并没有修炼 你小子现在是独一份了 这倒是让颜守一挺意外的 他又忍不住 看向魏长青 魏长青淡淡地说道 我不需要 是不需要 还是不好意思开口要 颜守一心想 不过魏长青的修炼重点是 奇门遁甲与木魁法天 他多半是不屑于 在修炼别的法门 只想把目前所会的东西 炼到极致 收起古籍 颜守一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试着问道 这 木魁法身的原主人 被我杀了 颜守毫不避讳 哦 颜守一心里叹气 那毕竟是同宗同渊的 民间教派传人 如果换作 是他的话 未必会下杀手 但他不是颜守 没有直接经历过当时的情况 所以没资格对颜守所做的 决定指手画脚 只是心里有些小小的遗憾 狗倒是帮着解释道 那家伙已经疯了 为了制造出逼真的木魁法身 他不惜用人皮缝制木魁 为此杀了不少人 你爸杀了他 那是替天行道 这些话 颜守是懒得向颜守一解释的 狗倒是也是知道这一点 担心颜守一误会颜守 才帮忙解释 颜守一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目光落在另一件交换物上 那串击着白玉的同心结 这串同心结 同样是我在剿灭星玄山派据点的时候 得到的 不过 它不是用来杀敌的 而是另有它用 严格来说 同心结不是送给你的 而是送给你未来的孩子的 听说这同心结 是送给自己的玩的 颜守一法更精神了 感兴趣的程度 比之前的木魁法身还要高 颜守看到颜守一的表情 那张严肃的脸 竟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但很快又收敛 他介绍道 你将同心结送给子彤 让他带在身边温养 以后孩子出生了 再将同心结给孩子随身携带 同心结能保护孩子 让孩子健康成长 同时能够让孩子 免受一次致命伤 至于其他的功效 也见怪不怪了 不需要我多介绍 同心结和其他的护身符 有点像 什么宁神静气 曲邪报平安之类的 基础功效全都有 唯一特殊的 便是能够保护孩子 免受一次致命伤 相当于给孩子上了一层保险 颜守一对同心结很满意 收下后 甚至对颜绸说了句谢谢 宝贝全都鉴定完了 颜绸拿走了随猴珠 却留下了木魁法身 和同心结 颜守一说道 爸 奶奶 狗叔叔 妙记叔叔 现在研究会里有不少客人 我打算中午设宴款待大家 是应该招待招待 颜绸点点头 现在你是研究会的头 我们都替你安排 颜绸这么说 颜守一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 这是老爸主动认老 推动颜守一当家做主的第一步 这是好事 于是 颜守一便开始张罗起来了 中午时分 研究会大摆宴席 所有人在宴席上把酒言欢 大家的感情和关系都更加融洽 颜守看着相处融洽的各大门派传人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感触的 或许是因为年轻吧 他们的感情比较纯粹 没有夹杂着太多的利益 要是来参加宴席的 是他们的上一代 恐怕气氛不会这么融洽 大家嘴上说着都是悬门正派 背地里还是有许多利益矛盾 没办法真正做到一条心 颜守很希望他们这种气氛 能够延续下去 但又本能地觉得不太可能 接下来两天 日子平淡许多 颜守一一共做了四件事 第一 陪着大家游览戎城 带他们把戎城的景点走了个遍 第二 研究修炼木魁法身 第三 联系银汤和黄鹰 让他们帮忙散播研究会的消息 至于第四 自然是照顾林子彤了 在颜守一的精心照料之下 林子彤的伤势好得很快 气色也越来越好 颜守一这头没闲着 其他人也都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即将有一件大事要到来了 林子彤继任驴山派掌门的继任仪式 驴山派之前被画皮师冒充的驴星 搅得乱七八糟 就算驴经回来了 驴山派内部依旧有些混乱 现在大家都急需一个新掌门 来重振驴山派的雄风 三天后 继任仪式顺利举行 地点依旧是三方七项文如方的驴山派大院 这里经过二次布置 气势和排场要比上一次都大许多 来宾的身份也不一样 画皮师邀请的 都是建州省二流的达官显贵 所谓小门派代表也没什么存在感 而这次林子彤邀请的 全都是建州一流世家 什么商股富豪根本就没资格进场 并且圈内来的都是各大顶流门派的传人 甚至连当代天师于陆明都到场了 诸如孙唐之这种小门派 在今天这个场合 本来只能坐在外院 连进内院的资格都没有 但因为他在林子彤危难之际 坚定地选择支持林子彤 所以得到了特殊待遇 天海会得以进入内院 和天师于陆明他们站在一块 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是天海会从未受到过的顶级待遇 其他的几个门派也是如此 林子彤没有亏待他们 而那些支持过画皮师的小门派 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们只配在外院坐着冷板凳 偏偏还怪不得谁 他们虽然郁闷 却不记恨林子彤 因为若是按照驴精的脾气 之前的那些事足够 让他提着刀上门砍人了 而林子彤还能邀请他们 来参加继任仪式 简直算是大度 但可以预见的是 从此以后 他们这些门派在建州 将没有什么抬头之日了 而过去和他们平起平坐的 天海会等门派 即将沾上林子彤的光 日后的发展必然平步青云 陆氏自己选的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那些小门派的掌门 心里出了郁闷 就在没有别的情绪了 纪院仪式举行得非常顺利 及时到时 焚香祷告 沐浴更衣后的林子彤 穿着一身素色道袍 来到列位祖师的牌位前 在进行了一系列仪式之后 黄海和周玉泉 替他送来紫色的 驴山派掌门法袍 驴精亲自为他披上法袍 盘好发迹 然后庄重地将象征着 驴山派掌门的玉牌 交到林子彤手里 林子彤听令 驴精大喝道 林子彤双膝下跪 弟子在 接下此牌 驴将为驴山派而活 为天下苍生而活 世间不平事 驴要去平 民间有冤屈 驴要去身 江湖有妖人 驴要去斩 驴可愿意 林子彤不顾牵动伤口 也要努力地大声喊出 弟子愿意 驴精脸上露出笑容 紧接着喊道 天威法谈传脚韵 知营圣驾将来临 从即日起 弟子林子彤 继任驴山派掌门之位 视为驴山派第73代掌门人 驴山九郎 顺天圣母 百福尽寿 奉为吉祥 黄海 周玉泉 以及诸多驴山派弟子 纷纷下跪 异口同声地喊道 驴山九郎 顺天圣母 百福尽寿 奉为吉祥 这个场面 虽然远不如驴露铭天师 继位之时的场面 但却胜在上下一心 驴山派空前的团结 所有人的嘴里 似乎只发出一道声音 因此 驴露铭甚至有点羡慕林子彤 林子彤表情虔诚 双手接下驴精递来的玉牌 而后美眸第一时间 看向站在亲友团中的颜首衣 只见颜首衣满脸笑容 摇摇地对着他点点头 从此以后 你就是驴山派掌门了 驴山派的风波 终于平息了 林子彤也在众人的支持下 真正接手了驴山派 驴山派经过这次内乱 可谓是元气大伤 满目疮痍 不说门派内部乱作一团 还影响到了驴山派 如今内乱平息 也该是林子彤清算的时候了 他虽还有伤在身 但并不影响他掌控驴山派 指点长老和弟子们办事 首先 他下令抓捕驴山派内部 所有和画皮师勾结的两面派 这帮人是制造驴山派混乱的 元凶和帮手 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对待这帮人 林子彤暗罪论处 轻则废除修为 逐出门派 此生不得踏入建州省半部 重则关入驴山派大牢 下半辈子不见天日 而这仅仅只是 对驴山派内部的处罚 对驴山派下方的小门派 林子彤的手段就不一样了 那些支持画皮师的门派 林子彤从史智中没有搭理 似乎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所做的是 对那些支持他的门派 不停地拨款 分享驴山派外门法门 吸纳小门派中天赋不错的弟子 到驴山派来进修学习 总之 曾经支持过他的门派 现在都得到了令人眼红的好处 尤其是孙唐之所在的天海会 几天的时间里地位暴涨 因应有成为驴山派 名下第一门派的趋势 而那些没有支持林子彤的门派 自然分不到这些好处了 不仅分不到 他们还时时刻刻担心着 林子彤会不会对他们施压 渐渐地 这些小门派内部开始出现矛盾 小门派内部 有一部分当初心里是支持林子彤的人 如今看到孙唐之他们 混得如鱼得水 受到林子彤和驴山派的提携 一步步地踩在他们的脑袋上 便忍不住开始责怪 当初选择支持画皮士的那部分人 结果双方自然是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有了动手的案例 虽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 但可以预见的是 这些小门派迟早会因为这个矛盾 而分崩离析 到那个时候 留下来的便会是支持林子彤的人了 林子彤届时再给他们提供帮助 将他们收入麾下 整个戎城便再没有对驴山派不忠的存在 这就是林子彤的高明所在 他根本没有去报复 却得到了自己想到的效果 身为职场女强人 这种手段林子彤有很多很多 只不过过去没有施展的机会 而现在他是驴山派掌门 必须让整个荣城和驴山派上下一条心 驴山派的事物 让林子彤忙得不可开交 与此同时 严手艺也没有闲着 继任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 于露铭等人就相继离开荣城 按照之前商量好的计划 组队到各个门派去 调查十二元城 这让才热闹起来的民俗研究会 忽然间有几分寄聊 好在 没过两天 身在长安处理事情的王吉网 和何希平就回来了 与他们一起回来的 竟然还有马家兄妹 马兴平和马景轩 二人都是民间教派传人 听说民俗研究会的成立 便毫不犹豫地跟着过来 准备加入这个大家庭 另一方面 严手一联系了前堂的说书人 银汤与黄英 让他们帮忙宣传民俗研究会 经他们之手 民俗研究会的民生 很快就宣传出去 整个玄门中人都知道 建州荣城有个民间教派据点 这个据点的领导者 是鲁班传人严手一 他的父亲是玄山派的创始人严筹 有严筹这一层关系在 民俗研究会的背景 就变得十分可靠了 一周的时间里 严手一的邮箱 就收到了上百封 来自全国各地的邮件 这些邮件全部来自 散落在外头的民间教派传人 只是 邮件里明确表示 想要前来荣城的人寥寥无几 大多数人都在试探 询问了不少民俗研究会的问题 加入民俗研究会 有什么实力要求 加入民俗研究会后 会不会限制我们的自由 加入民俗研究会 要不要负什么责任 诸如此类的问题数不胜数 严手一一开始 还耐心回复 只要是民间教派传人 都可以到民俗研究会来 民俗研究会的 成立旨在团结民间教派 不会对大家有任何限制 民俗研究会对所有民间教派 传人负责 民间教派传人 随时可以离开民俗研究会 若教派传人需要帮助 民俗研究会也会倾囊相助 粗俗一点说 民俗研究会 就是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 因为有邻家浑厚资产做靠山 又有西湖这块风水宝地 严手一他们什么都不缺 不管来多少民间教派传人 他们都养得起 如果说 非要给民俗研究会一个定性的话 严手一认为 雅尼聚会 是一个互帮互助的民间团体 保护天下苍生 这种宏大的志愿 自然不用多说 眼下最主要的两个目的 便是保护其他民间教派传人 对抗李跟苗的新玄山派 邮件的询问内容大多一样 严手一很快就回复麻木了 便将这工作 交给了助理姐妹花林语和林英 林语和林英 算是普通人当中 严手一比较信任的存在 能排在他们之上的 也就只有林若福 叶成福和夏之了 好在姐妹俩的工作效率 还是很高的 短短一天时间 就帮严手一 招揽了21名民间教派传人 而这21名民间教派传人 将会在半个月内 陆续抵达荣成 别小看这21个民间教派传人 要知道 如前堂那种大城市 也只有四十几人而已 而且还是在沈书珍 努力发展多年的前提条件之下 荣成本就不比前堂 现在突然间多了一个 拥有近30名民间教派的势力 民俗研究会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 迅速崛起了 但这只是第一步 按照严手一和王极网的计划 民俗研究会 最终应该发展为一个 全国性质的势力 民间教派传人 分布在全国各地 所以民俗研究会 也应该在每一座城市都有 所有的传人们点连成线 再由线编织成一张大网 任何妄图 祸害苍生的妖人 都会被民俗研究会的大网 扼杀在摇篮里 到那时 天下太平 世间再无妖魔 乖宝 要听妈妈的话哦 千万别在妈妈的肚子里捣蛋 阳光明媚的下午 西湖上的清风吹进小别墅 林子彤坐在沙发上 阅读一本母婴类的书籍 她那白皙的脖子上 系着一条红绳 红绳的末端 挂着一个童心结 童心结上的暖玉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好似呼吸一般 有节奏的渐强渐弱 温玉仙飘在一旁 时不时忍不住 和未出生的亲孙说几句话 尽管温玉仙 也是生过孩子的女人 知道现在林子彤肚子里的孩子 还没有一颗鸡蛋大 却还是忍不住自言自语 林子彤忍不住笑道 奶奶 您过度紧张了 我到现在都还感受不到孩子的存在呢 几天前 驴经解除了对孩子的封印 林子彤得以继续孕育肚子里的小胚胎 一家人似乎又恢复到 刚得知林子彤怀孕时的气氛 对林子彤关心得无微不至 在看到林子彤的时候 本能地会多看一眼她的小妇 林子彤的身材很好 现在根本看不出有怀孕的迹象 但温玉仙不是凡人 她能够感受到林子彤肚子里 那个正在缓慢成长的小生命 温玉仙遗憾道 我身上阴气重 否则真应该亲自下厨 给你煲汤补身体 严守依母亲早逝 在这个家庭里 没人能给予林子彤来自婆婆的关爱 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温玉仙回来以后 经常跟着林子彤嘘寒问问 奶奶 您能陪在孩子的身边 孩子就已经很满足了 林子彤善解人意 反而开导温玉仙 二人安静下来 温玉仙似乎在回忆 严守依母亲怀孕时候的模样 而林子彤则低下头来 继续阅读母婴类的书 驴山派逐渐步入正轨 民俗研究会也开始发力 这几天 严守依和林子彤都忙得不可开交 有时候 甚至一整天都见不上面 林子彤虽然喜欢缠着严守依 但也很分得轻时机 现在研究会处于上升阶段 他忙着驴山派的事情 不能为严守依分担压力 也就罢了 更不能给严守依增加压力 忙碌之中 闲暇之余 他还能翻看一下母婴书籍 为将来做母亲而准备 反而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下午两点 脚步声从门外传来 林子彤心里一喜 放下书籍迎出去 却见严守依眉头紧锁 心事重重的模样 低着头走进客厅 发生什么事了 林子彤关切地问 温玉仙隔空一抬手 冰箱的门就打开了 一瓶冰矿泉水 飘到严守依的面前 严守依结果 蹲蹲蹲地一饮而尽 既消除了鼠疫 又给心里烦躁之事 降降温 他缓了口气 说道 今天本来有三个新伙伴要过来 我派林雨去机场接人 结果没接到 林子彤诧异道 你这是在怪林雨办事不力 他心里觉得奇怪 林雨的办事能力 他是知道的 照理说不会出什么问题 即便出了问题 以严守依的性格 也应该是想着 如何解决问题 而不是回家来愁眉苦脸 所以这里头 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果然 严守依摇摇头 说不是林雨的问题 那是为什么 那三个人没来 放我们鸽子了 这 林子同意识与色 这几天 陆陆续续有民间教派传人 到研究会来 严守依无不是热情款待 时速全免不说 还亲自带他们 熟悉荣城环境 约定好了 却放鸽子这种事情 还是第一次发生 温玉仙慈祥的安慰道 或许他们还没有做好决定 才临时不来的 如果只是那样 我倒不至于烦恼 严守依叹气道 人各有志 有人和咱们志同道合 加入研究会 也就有人和咱们不对付 我并不会强求 他顿了顿 说道 但是这三个新伙伴 对咱们研究会是很满意的 最后没来 是因为有人阻挠 阻挠 难道是李根苗 林子同和温玉仙的表情 也逐渐凝重起来 李根苗的确不可能放任 民俗研究会不管 毕竟他也能料到 未来的民俗研究会 会是他的新玄山派的 头号劲敌 打压是在所难免的 倒不是新玄山派 严守依说道 各个地区 其实也有一些 零散的民间教派组织 那三人在鄂州 和当地的民间教派组织 理念不合 想来投靠咱们 但最后关头对方 却不肯放人了 原来是这样 林子同松了口气 不是李根苗的话 事情就没那么麻烦了 对方不肯放人 顶多双方沟通商量一下 但如果插手的是李根苗 到时候免不了 动刀动枪打一场 严守依坐在沙发上 揉了揉眉心 叹气道 其实这样的事情 这几天时有发生 我之前完全没有料到 阻碍研究会壮大的第一道坎 竟然不是李根苗 而是各地的民间教派组织 温玉先冷哼一声 说道 他们自己没本事留住人 还不让人往外走 简直无能又无耻 人心是很复杂的东西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 民俗研究会 将来还会遇到更多类似的麻烦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林子彤问道 严守依答道 暂时的打算 是我亲自打电话给对方协商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 卖我一个面子 他们要是不给面子呢 大不了拿钱买 钱要是还不行 干脆就派小龙他们去抢人得了 严守依难得的霸道一回 新玄山派再不断壮大 如果民间教派 还不能团结一心的话 将来不管是民俗研究会 还是各地的民间教派组织 都只能沦为 里根苗角底下的炮灰 所以必要时候 严守依也会采取一些必要手段 但一切都遵循着 先礼后兵的原则 温玉先说道 也就是你父亲闭关了 否则江湖上的人 多少都会卖他点面子 你现在名头才刚刚打出去 对于那些老江湖而言 是不管用的 严守在三天前闭关 出关之日暂时不确定 所以现在整个民俗研究会 都是由严守依牵头 王吉网则是二把手 其余人负责辅佐 不过在大事上 依旧有参与商议 表决的权利 严守依才歇息一会儿 王吉网又在院外喊人 严守依把王吉网请进来 只见王吉网脸色难看地说道 今天我去车站 接渔州来的台关匠 接了个空 看来是又被放鸽子了 严守依叹气道 无妨 我们再联系一下对方 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王吉网摇摇头 沉声说道 但是我在回来的时候 发现那台关匠 已经到我们研究会门口了 嗯 严守依皱起眉头 觉得王吉网接下来 应该还有话没说完 果不其然 只听王吉网愤怒地说道 那名台关匠 被人打成重伤 浑身是血的 被丢在咱们研究会的门口 什么 严守依书的一声站了起来 林子彤和温玉先对视一眼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能来到荣城的民间教派传人 已经算是半个民族研究会的人了 结果对方还没有踏入研究会的大门 就被打成重伤 这要是传出去 谁还敢来投奔研究会 更重要的是 是谁下的如此狠手 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严守依当即说道 走 出去看看 记得把老金喊上 我已经通知老金了 王吉网说着 便在前头领路 几人快步走出别墅 往研究会的大门方向走去 到后来严守依心急 干脆用跑着出去了 与此同时 荣城西湖景区的公交车站 从公交车上 走下两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 一男一女 长相有些相似 女的穿着一条蓝色热裤 浑圆翘挺的臀部 惹人浮想翩翩 男的戴着厚厚的眼镜 气场明显不足 完全被女的压制住了 这是一对姐弟 姐姐叫诸葛连 弟弟叫诸葛吉 他们是诸葛家的后人 但却是非常威莫的分支 因为所属的家族比较偏 所以姐弟俩没能继承 诸葛亮的奇门遁甲 但却在另一方面 小有所成 观天树 他们的家族 自称为观天师 姐弟俩也不知道 民间教派里 存不存在这么一个职业 但姑且 就当存在吧 之所以 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姐姐诸葛连 厌倦了家族里的枯燥生活 想出来闯荡闯荡 恰好听说了民俗研究会的存在 便不顾弟弟的反对 强行拖着弟弟过来了 将手里的行李 全部塞到弟弟诸葛吉手里 诸葛连慵懒地伸着懒腰 诱人的曲线 让坐在站台底下 乘凉的小老头们 纷纷投来目光 姐 诸葛吉寄会道 他们在看你呢 看就看呗 我又不找他们要钱 看了也不会少块肉 诸葛连毫不在意 我这么好的身段 没人看 岂不是浪费了 诸葛吉哑口无言 觉得自己的姐姐 是个妥妥的超级射牛 因而不当指的 大概就是她了 诸葛连打量着四周 最后目光落在西湖上 那独特的建筑裙上 笑着评价道 嗯 风水不错 地处繁华 以后修行逛街两步 诸葛吉拖着行李箱 一边擦汗一边说道 姐 你想出来闯荡 就一个人来好了 为什么要带上我啊 你呀 天天就知道 宅在家里看动漫 动漫有什么好看的 有女人好看吗 诸葛连说着 就上头来气了 我要是不把你带出来 你以后就跟你的 纸片人生小孩了 死肥宅 诸葛吉其实不胖 但宅男的气质 却十分明显 因为姐姐当众教训她 引来旁人的目光 让诸葛吉非常不好意思 不停地低声提醒姐姐 小声点说 可射牛姐姐 可不管射恐弟弟的死活 依旧唠叨个不停 无奈之下 射恐弟弟只能转移话题 姐 江湖那么大 我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 来荣城投奔 这个民俗研究会啊 哼 让你天天看纸片人老婆 对江湖上的消息 一点都不了解了吧 诸葛连笑道 这个民俗研究会怎么样 我也不了解 但我听说过 他们研究会的领头人 严守一 这个严守一可不简单 他是个鲁班传人 却敢参加龙虎天的 罗天大教 不仅如此 还在罗天大教上 大放一彩 狠狠地打了那些 名门正拍的脸 最厉害的是 他竟然拥有龙虎密文 差点就成为了 下一任天师 你说这么有意思的家伙 创建的势力 能不有趣吗 诸葛吉对民俗研究会 和严守一开始有了了解 但他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对方不是说 要派车去机场接咱们吗 为什么解你拒绝了 你不懂 我这是突击检查 万一严守一为了招人 故意让研究会的人 演戏怎么办 到时候 我们被他们骗上贼船 失财也就算了 姐姐要是丢了身子 那算谁的 诸葛吉叹了口气 他觉得全天下的女人里头 就自己这位 射牛姐姐的真操 最不值钱了 不过姐姐说的也有道理 突击参观所看到的 才是最真实的一面 想要了解到 研究会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组织 光听人说是没用的 得自己亲眼来看 二人一前一后 慢悠悠地往研究会走去 中途诸葛连 还从小摊贩那里 买了融成特有的油脂伞 已在湖边的围栏上 要求弟弟给他拍几张照片 等到姐弟俩 慢悠悠地来到民俗研究会门口 却意外地发现 研究会门口挤满了人 怎么回事 诸葛吉皱着眉头 扶了扶眼镜 诸葛连的个头 比诸葛吉还高一点 他点起脚尖看了看 脸色忽然一变 大门口有具尸体 尸体 诸葛吉也吓了一跳 过了几秒 姐姐诸葛连又松了口气 咦 似乎没死透 研究会的人正在施救 嗯 看样子出手的是一位 厉害的古裔传人 诸葛吉更好奇了 爬到一旁的石墩上看热闹 却在此时 姐弟俩的眼前忽然一花 随后在看向 研究会大门的时候 却是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诸葛连的脑子有点猛 一时间想不起 自己是爱干什么的 这时候 诸葛吉在他身后 默念了一段咒语 随后诸葛连的视线恢复 重新看到了 研究会门口的那一群人 身后的诸葛吉低声说道 是迷惑的阵法 普通人看不到他们 诸葛连点点头 我差点就被他们给晃点了 还好带着你 他们应该不知道 咱们能看到他们 诸葛吉此时也稍微 收起了一点宅男的气质 认真地盯着研究会 大门的方向看 诸葛连饶有兴趣地说道 有意思 我们刚来就要看一出好戏 只是不知道 那个受伤的 倒霉但是民俗研究会的人 还是和咱们一样 是来投奔民俗研究会的 有什么区别吗 诸葛吉问 区别大了 但也有共同点 如果严守一处理不好这件事 那这个所谓的民俗研究会 就是出师未解 刚刚建立起的民生瞬间崩塌 江湖上的民间教派传人 恐怕不会再瞧得上他们 咱们姐弟俩 恐怕也要另寻靠山哦 当严守一等人 赶到大门口之时 发现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 除了阿公 罗宁等几位元老以外 还有几位新面孔 他们是刚刚加入民俗研究会的成员 因为伤者伤势比较重 所以没人敢直接移动他 生怕造成二次伤害 只能等老金过来 看到严守一来了 新成员们纷纷喊会长 严守一本身是比较排斥会长这个称呼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的年纪都比他小 都称呼他为严格也不合适 所以在王吉网的要求之下 他才接受这个称呼 他快步走到伤者身边 一边询问情况 一边拿出鬼门十三针给伤者止血 伤者是一名台关匠 经过简单的检查后 严守一发现他的骨头几乎都被打碎了 内脏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 如果再迟一点 恐怕就无力回天了 严守一曾经在龙虎山上 与台关匠有所接触 知道这类人的体魄是十分强大的 当时的官老三 甚至和严守一这个天煞尸魁打得不分上下 所以能把眼前这位台关匠打成这副模样 对方来历肯定不简单 实力也定然不俗 止住流血状态后 老金也着急忙慌地赶来 严守一连忙让开身位 老金只是看了一眼 便忍不住摇头 下手太重了 就算治好了 恐怕下半辈子也废了 众人听了都忍不住直皱眉 对这位台关匠的伤势 严守一心里也有数 就算老金的医术再高超 也仅仅只能保住他的性命 等他活下来了 身子至少有一半是残废的 想要干老本行台关匠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严守一对老金叮嘱道 老金一定要全力救他 不惜一切代价 就算他以后是个废人 我们民俗研究会也养他一辈子 老金郑重得点点头 然后招呼几人 把伤者给抬进研究会 倒是挺有情有义的 不远处的诸葛连笑道 那人对研究会 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 不管是医药费 还是后期的赡养费 都不是一笔小数目 重点是 收了此人 必然会给研究会带来麻烦 但严守一还是决定收了 只能说 有钱真好啊 诸葛及微微汉手 如此看来 研究会还挺靠谱的 不 这只是他们有钱而已 诸葛连摇摇头 你要是有钱 你能比他们善良十倍 毕竟就一个人花的钱 对你而言 只是九牛一毛 何乐而不为呢 那解你的意思是 严守一他们在装枪做事 这也不一定 我的意思是 咱们再观察观察 老金把人带走以后 严守一看着地上的一滩血迹 脸色略微有些难看 其余几人也没有直接离开 大家站在研究会的大门口 开始商讨今天的事情 罗宁说到 我们研究会刚刚步入正轨 招揽到了几名新成员 结果今天就闹出了这么一出 此事处理不好 恐怕影响很大 嗯 但是研究会从不会限制他们 是去是留 都由他们自己做主 严守一还是很自信的 研究会对任何一名新成员 都是真心对待 如果他们 还对研究会有什么不满 即便离开了严守一 也不会觉得遗憾 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 真正让严守一在意的 是今天这位伤者的情况 知道是谁打伤他的吗 严守一问王极网 王极网沉声说道 这位台官将来自渔州 原本是渔州一个叫做 赤花会的民间教派成员 但赤花会与他理念不合 在听说了咱们民俗研究会以后 就决定来咱们这儿 事情一切顺利 直到昨天他忽然告诉我说 赤花会不肯放人 所以他打算悄悄过来 说到这里 大家心里都有了头号怀疑对象 众人本来怀疑的是 新玄山派出手了 但又觉得 以戏子的尿性 要出手就是直接灭门 不可能是这种伎俩 所以把台官将伤成这样的 大概率是他的原组织 赤花会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温玉仙忍不住自言自语 每一个民间教派传人 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他们存在利益纠葛的时候 矛盾就会爆发了 严守一叹了口气 这件事是我疏忽大意了 之前他和王岐王满心欢喜地 筹备民俗研究会 以为这样就能大逼天下 寒视据欢言 结果这几天发生的情况 让他们意识到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但矛盾总归有协商的余地 这赤花会 一声不吭地就动手伤人 手段简直和邪教无益 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商量 只想把民俗研究会这颗幼苗 直接掐死 他们明明有能力把台关匠打死 却还是流了一口气 把他丢在我们研究会的大门口 罗宁低声说道 他们这是在挑衅我们 林子彤这时候终于发言 他轻声对严守一提醒道 如果此事我们处理不妥 外界只会认为 我们研究会软弱无能 那些原本在观望中的 民间教派传人 便不会再投奔我们了 我明白 严守一点点头 心里思索着如何处理此事 阿公说道 我去尝试着联系联系吃花会吧 别 你千万别 那样显得咱们研究会低人一等 会被他们占据主动权的 女汉子赵一摇不同意 一摇说的有道理 大家可别忘了 容成是咱们的主场 严守一道 那咱们应该怎么做 阿公疑惑 严守一微微汗手 朝着研究会大门外走了几步 然后说道 研究会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赤花会千里迢迢地到容成来挑衅咱们 咱们也要拿出研究会该有的手段 阿公 义瑶 你们想办法 在不被赤花会的人察觉的前提之下 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提前一步知道他们的情况 相当于占据了主动权 等他们有下一步动作之时 我们再提前思考应对的方法 赤花会想羞辱我们研究会 我们便让他们夹着尾巴 逃回渔州去 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让全天下的民间教派传人知道 咱们研究会不是好惹的 以严守一的性格 是不喜欢和民间教派传人争斗的 但这回对方都已经欺负到家门口了 严守一要是不做反击 岂不是含了大家担心 当严守一做出决定之时 众人忽然眼里斗志满满 这才是研究会该有的样子 阿公和赵一瑶开始忙活起来 想要查对方的身份和去向 其实并不难 最简单的就是查监控 以邻家在荣城的势力 还有严守一与夏之的关系 顺着监控一路查到对方的藏身之处 非常简单 不过阿公和赵一瑶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例如派出指人搜索 让黄四皮闻着气味去找之类的 一直在不远处看戏的诸葛连 嘴角微微上扬 看样子 研究会是打算和赤花卉撕破脸皮了 这意味着即将会有好戏上演 诸葛连最喜欢凑热闹了 看到严守一等人走回研究会 诸葛迹忍不住问 姐 咱们要进去吗 不接 再看看热闹 诸葛连笑道 我很想知道这件事后续会发展成什么样 那赤花卉我也有所耳闻 他们也不是什么小组织 与此同时 在荣城的最高建筑金融大厦高层 一家奢华的餐厅里 一名穿着花衬衫 后脑勺夹着一副墨镜的年轻人 正在享用着餐厅里最贵的鱼子酱 她的面前 坐着一名年纪约莫十六七岁的青春少女 少女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表情怯生生地看着便惹人怜惜 但花衬衫年轻人 似乎并不懂得怜香惜玉 她享用着鱼子酱 抬起头来之时 正好迎上女孩胆怯的目光 顿时把脸一沉 突然抓起桌子上的叉子 狠狠地刺向少女的手背 扑刺一声 叉子直接将少女的手钉在桌子上 但奇怪的是 伤口并没有流血 少女也只是皱了皱眉头 似乎感觉不到什么疼痛 你这副表情 我看着生厌 真恨不得把你的皮疤了 年轻人恶狠狠地说道 但随后她又笑了起来 把钉在少女手背上的叉子拔了出来 但是你体内的骨对我意义非凡 所以我不会杀了你的 少女深吸一口气 痛苦地闭上眼睛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伤口竟然飞速愈合 眨眼的功夫连伤疤都不见了 一开手掌 洁白的餐步上赫然有四个小窟窿眼 这时 两名壮汉走进餐厅 没有多犹豫 禁止走向花衬衫的年轻人 因为整个餐厅就只有这一桌客人 所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少主 信官的台官将 已经被我们截住了 其中一名壮汉低声说道 花衬衫年轻人点点头 问道 嗯 然后呢 我们把他打成重伤 丢在民俗研究会的大门口 壮汉冷笑道 当时有几个新入会的成员在 他们都吓傻了 做得不错 花衬衫年轻人笑着 走到餐厅的落地窗前 俯瞰着整座繁华的荣城 似乎能想象得到 严守依他们京剧的表情 他来自渝州 是赤花会的少主 名叫吴天峰 放眼全国 在民间教派组织当中 赤花会都是有头有脸的存在 他们的成员 足足有两百多人 而且全都是各自一脉中的佼佼者 不是那种学了点三脚猫本事 只能卖一片钱的小角色 在渝州 就算是本地的名门正派 都要给赤花会几分面子 但就在前不久 吴天峰听说了 建州荣城新成立的民俗研究会 正在招揽成员 而自己的赤花会里 竟然有不少人 对民俗研究会心生向往 吴天峰是赤花会少主 而且过不了多久 就能正式接手赤花会 此人心胸狭窄 雅子必报 绝对不允许有人挖赤花会的墙角 所以 在一番调查之后 吴天峰提前知道了 内部有谁 想要投奔研究会 并且先他们一步 来到荣城 对这些二五仔进行拦截 那个观性一脉的台观将 就是吴天峰杀鸡儆猴的第一步 把他打废了 再扔到民俗研究会大门口 既震慑了赤花会那些 蠢蠢欲动的成员 又打压了民俗研究会的气焰 简直是一石二鸟 吴天峰冷笑道 严守一 你可真不错 身为民间教派传人 却和民门正派走得那么近 不仅取了驴山派的掌门 还差点成了龙虎山天师 真是优秀呢 不巧的是 我吴天峰也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那些光环本应该出现在我的身上 却被你给硬生生抢走了 这次到戎城来 本少主就好好陪你玩玩 让你知道 这民间教派是谁说了算 不是你这种阿猫阿狗 都能横插一脚的 两名壮汉 听着少主的自言自语 却不觉得奇怪 少主本来就是极度嚣张和自我的人 眼里容不得沙子 唯有那少女的眼中闪过厌恶 深深的厌恶 少女名叫田娟 是苗江古族的族人 三年前 古族与赤花会交好 田娟被当作礼物 被古族人送给了赤花会少主吴天峰 她不是什么童养席 而是 一个身体里养着古虫的颅顶 身体里的古虫 在田娟成长的阶段 会不断地吸着她的生命力 而等到田娟成年以后 古虫也就发育完全了 到时候 谁要是能成为她的丈夫 行了房事 那么她这些年来 被古虫吸收的生命力 就会直接被丈夫吸收 届时 丈夫实力暴涨 甚至有可能返老还童 相应的 田娟就会香消玉允 成为古虫的目的 这种邪恶的养古方法 在其他卖的养古失礼 早就被禁止了 但南疆古族一直比较封闭 与社会脱节 还保留着这些丑陋的习俗和秘法 这些年 田娟跟在吴天峰的身边 虽然说衣食无忧 但也受尽欺负 吴天峰是一个自大狂 自恋狂 虐待狂 当他发现田娟 能够快速恢复伤势以后 便无时无刻把他带在身边 稍有不快 吴天峰就会拿田娟当出忌筒 殴打都是小事 用刀划也是常有 田娟的脖子 甚至被吴天峰扭断了好几次 好消息是 他都熬过来了 坏消息是 他不知还要熬多久才到头 按照吴天峰的说法 他并不缺女人 也不缺实力 所以会一直把田娟养在身边 等到未来老了 再攫取他的生命力 从而返老还童 再年轻一回 吴天峰站在落地窗前凝视了一阵 似乎在思考 沉默之际 他忽然转过身 对两名手下吩咐道 左右护法 你们俩都是 我父亲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且维护赤花会 本来就是你们的职责 对吧 两名壮汉点头 少主说的没错 很好 吴天峰嘴角上扬 音声说道 接下来几天 你们继续拦截那些 想要加入研究会的民间教派传人 我的要求是 这几天时间里 没有一个人能安然无恙地抵达民俗研究会 如果说之前吴天峰 只是为了阻拦赤花会叛徒的话 那么现在他的手段已经升级 变成了阻碍民俗研究会发展了 所以他才要强调 两名护法的身份 这样能坚定左右护法的决心 让他们不会因为对方是无辜的民间教派 而心慈手软 好在 两名护法对赤花会忠心耿耿 且不是什么善茬 他们面无表情地接受了任务 速速离去了 吴天峰紧接着目光 又落在田绝儿身上 他指着桌子上的鱼子酱说道 把他吃了 田绝儿盯着吴天峰几乎没怎么动过的鱼子酱 默默地伸出手 然而当他准备用汤勺咬起鱼子酱的时候 吴天峰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鸣笑着说道 我要你把盛着鱼子酱的盘子给吃了 田绝儿脸色一变 盘子嚼成碎片 在咽进肚子里 虽然不至于让他死 但绝对会让他痛苦万分 生不如死 吴天峰折磨人的手段 又升级了 田绝儿咬咬牙 闭着眼睛伸手去拿盘子 将那坚硬的盘子放在嘴里 咯噔一声咬下一块 还没开始咀嚼 锋利的碎片 就已经割得他满嘴是血 田绝儿忽然忍不住掉眼泪 他有些羡慕那个 被吴天峰打废了 扔到民俗研究会门口的台关匠了 尽管他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但却获得了自由 民俗研究会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严守医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 我有没有可能 投奔到研究会去 田绝儿感受着嘴里的痛苦 脑海里却全是民俗研究会 好在 没等他真的将盘子的碎渣 咽进肚子里 吴天峰就笑着离开了餐厅 田绝儿松了口气 将嘴里的盘子碎片吐出来 鲜血染红了白色的桌布 很快嘴里的伤口又恢复了 吴天峰是个疯子 有时他折磨田绝儿 只是为了验证田绝儿 是不是还依旧听他的话 这一次也是如此 所以在看到田绝儿 开始吃盘子的时候 他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田绝儿默默地用桌上的清水漱口 吐出了新红的血水 他也来到吴天峰刚才所站的落地窗前 眺望远方 竟正好能看到西湖边上的民俗研究会 那里 一定是个能够令我解脱的地方吧 接下来两天的时间里 赤花会的人在不断行动 民俗研究会的门口 又多了一位被打得半死不活的民间教派传人 这可彻底激怒了严守一 他忍不住打电话给阿公和赵一瑶 催促他们尽快找到赤花会的藏身之处 因为只要多拖一天 那些前来投奔研究会的人 就会多一分危险 好在二人还是很有办事效率的 阿公在电话里说道 赤花会的人很狡猾 他们送来台关匠的时候 抹掉了所有的线索痕迹 所以我和一瑶才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但他们第二次出手的时候 却落下了线索 现在一瑶正在追踪他们 文言 严守一的情绪稍稍有些缓和 没多久 赵一瑶传来消息 我查到了 他们现在在金融大厦81层 金融大厦 严守一听了 默默地走到别墅的露台 眺望远方 就在西湖的对面 便是那座高耸的金融大厦 我们要动手吗 赵一瑶问 严守一毫不犹豫地说道 组织人手 今晚此时动手 赤花会的人毫无人性 且得寸进尺 严守一对他们 是一刻都不能忍了 此时 金融大厦周围一片繁华 马路上排着长长的出租车队伍 不少年轻的白领从大厦中走出 他们才刚刚结束加班 正拖着疲惫的身躯 想着回家休息 严守一一行人 逆着人流 从四面八方 走进金融大厦 毫无疑问 赤花会的人 在监视着民俗研究会 所以 严守一安排大家白天的时候 陆续离开研究会 等到了晚上 再悄悄进入金融大厦 否则 一旦他们大规模地出动 赤花会的人 必然会提前察觉 到时候他们只会扑个空 参与今晚行动的 除了严守一以外 还有阿公 罗宁 和王极王 这三人 算是研究会 年轻一辈当中的 最强战力了 林子同本 也想参与 但考虑到他怀有身孕 严守一不死活 不让他跟着 至于老一辈的魏长青 狗道士等人 严守一这次 也是刻意不让他们参与的 毕竟区区一个赤花会 还用不着他们出手 事实都让老一辈的人出面 年轻一代 什么时候才能顶天立地 毕竟这研究会 是年轻一辈的研究会 严守一枚戴斩破刀 那样会太过显眼 不过罗宁 却带着他最新炼制的 两只金刚狮 那两只金刚狮 身高一米九 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墨镜 脸上化了妆 所以看不出是死人 王极王与罗宁擦肩而过的时候 忍不住责怪道 你的金刚狮 也太显眼了点吧 两个一米九的壮汉 根本混不进人群当中 一眼就被人注意到了 罗宁冷哼一声 打了个响指 只见不远处的两只金刚狮 默默地从口袋里 掏出了臂章 啪的一声拍在手臂上 臂章上写着两个字 保安 瞬间就变得毫无违和感了 王极王顿时对罗宁心声佩服 默默地走进电梯 严守一戴着鸭舌帽 坐在一楼大厅的沙发上 假装在摆弄手机 实则一直注意着四周 金融大厦此时对他们而言 就是龙坛虎穴 所以十分危险 王极王自告奋勇 打算先上到八十层 然后走消防楼梯 上去探探情况 而在他上电梯后没多久 另一架电梯 却盯得一声到了一楼 穿着花衬衫的吴天峰 带着左护法 从电梯里走出来 他的脸上带着一抹欲望 自言自语道 可惜我父亲说了 田娟是我救命实用的 否则本少主才 不管他有没有成年 三年前就吃了他了 左护法 今天你做得不错 本少主带你去谢谢伙 左护法那面摊脸上 总算是露出一抹笑容 谢少主 今天被丢在研究会门口的 那名民间教派传人 正是左护法的手笔 此人本是由何锡平 和翁谦相负责接待 但二人守在车站 却没见到人 后来才知道 对方竟然提前一站下了车 且被吃花会的人给带走了 左护法动用了 吃花会的关系网 暗中调查了 近期要到荣城 来的民间教派传人 提前拦截 再次给了荣城民俗研究会 一个响亮的耳光 因此 吴天峰对左护法很满意 打算今晚带上他 一起去体验一下荣城服务 而又护法 则被他留在金融大厦 继续带人给严守一天堵 同时也盯着田卷 少主 方才会长那边传来消息了 左护法忽然说道 会长要求您点到为止 只针对我们吃花会的叛徒就够了 不要对其他民间教派传人出手 吴天峰脸上的笑容忽然消失 他冷哼一声 说道 光是对付我们吃花会的叛徒 那多没意思 也达不到打压研究会的效果 我父亲他活到这个份上 怎么还如此优柔寡断 左护法见吴天峰嚣张的模样 也只能选择沉默 作为吃花会的左护法 他真正效忠的人是吴天峰的父亲 所以他绝对不会在背后说 会长得不适 但同样 他现在的服从对象是吴天峰 也绝对不能忤逆吴天峰的意思 只是左护法也不是傻子 他一眼就看出 吴天峰年少轻狂 缺乏教训 却不敢提醒他 只能以自身强大的实力 为吴天峰扫除那些障碍 让他的人生再顺利一些 吴天峰不顾大厅里 禁止吸烟的标志 随手给自己点了一支烟 然后带着左护法离开了 他与严守一擦肩而过 严守一没有抬头 只是不动声色地 抬眼看了吴天峰一眼 这两人身上 有着不同寻常的气息 难道也是吃花会的人 严守一记住了 吴天峰和左护法的模样 然后用手机 给所有人发了一条信息 紧接着起身走进电梯 阿公、罗宁 以及罗宁带来的两只金刚师 都各自搭乘电梯上楼 金融大厦的81层 是一家奢华酒店 主打城市云海景观 哪怕是最便宜的房型 一晚上也需要3600块 普通人想都不敢多想 而大厦的80层 则是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 此时事务所里一片漆黑 员工已经全部下班回家了 严守一等人在80层集合 由于不确定楼上的情况 严守一让阿公先派出纸人 上楼去调查一下 阿公二话没说 从怀中拿出三只纸片人 只是放在嘴前吹了一口气 三只纸人就如同有了生命似的 手牵着手 从阿公的掌心跳下去 然后钻进消防楼梯 爬到81层去 从秦始皇陵墓里 阿公继承到了2000多年前的 扎纸人传承 实力又有精进 而且据说 他现在会的招数 天底下知此一家 其他卖的扎纸人根本不会 81层的消防安全门紧锁 但这对纸人而言不成问题 他们几乎没有厚度的身体 轻松钻过门缝 潜入到奢华酒店内部 遇到有人路过 纸人直接靠墙而站 身体像是变色龙似的 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用肉眼看的话 几乎看不到纸人的存在 纸人身处客房走廊 调查了一阵后 阿公说道 酒店似乎被赤花会包场了 就连酒店的工作人员都被清退 换成了赤花会内部的人 走廊的每一个路口 都有一名民间教派传人把守 足足有16名 16名民间教派传人 以严守一等人现在的实力 应付起来不算难事 但如果到时候造成动静 让赤花会的主要人员纹身而逃 那今晚的行动就算失败了 于是严守一对阿公说道 你让纸人们试着找找看 赤花会这次的领头人住在奶间房 阿公点点头 闭眼继续操控纸人 三只纸人分头行动 开始在酒店中搜索 其中一只纸人 来到总统套间所在的走廊 忽然发现 这间客房的门口 竟然专门守着两名民间教派传人 纸人招了招手 另外两只纸人也跑了过来 为了进去一探究竟 三只纸人兵分两路 两只纸人爬到走廊摆设的 名贵花瓶背后 合力将只推倒 巴唧一声 花瓶摔在地上 化作碎片 制造出的动静 瞬间吸引了两名民间教派传人 下一秒 两只纸人瞬间燃烧 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剩下的一只纸人 趁机溜进套房 我看到了 阿公沉声说道 王吉网们问道 你看到什么了 一个女人 又或者说是女孩 阿公不确定地说道 她似乎刚刚洗过澡 还好这次来的人当中 没有翁千象或者龙飞城 否则此时肯定要嚷嚷着 让阿公给他们共享事业了 女人 王吉网皱眉说道 住在总统套间 又有专人保护 看来这个女人 就是吃花会这次派来荣城 对付我们的主要负责人了 再观察一下 严守一道 阿公控制着纸人 小心翼翼地爬到桌子上 躲在果盘背后 纸人看到 女人洗过澡后 用浴巾轻轻擦拭着乌黑的秀法 站在窗前看着某个方向 正是民俗研究会的方向 应该就是她了 阿公笃定地说道 她在观察我们民俗研究会 恐怕是在制定计划 正在阿公说话之时 纸人的视野忽然被一片阴影笼罩 纸人立马回过头 却见一道高大的身影 正站在她的身后 伸手向她抓来 阿公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让纸人瞬间焚烧 田小姐 又护法随手拿起果盘里的苹果 一口咬下 汁水四溅 她一边咀嚼着苹果 一边说道 少主离开之前吩咐过 让我盯紧你点 我希望你也能老实一些 不要想着如何逃跑 这样对我 对你 都好 过去田娟儿不是没尝试过要逃跑 但每次都被吴天峰派人 给抓回来 之后免不了受到更严厉的虐待 连带着要受罚的 还有幼护法 这样的看守人员 吴天峰可不会 因为他们是护法 就会有任何的心思手软 幼护法坐在沙发上 没拖鞋 将双脚搭在名贵沙发上 看着电视里的球赛现场 田娟儿忽然问道 幼护法 那民俗研究会是什么样的组织 幼护法不耐烦地说道 一个不入流的小势力罢了 这次少主带着我们来打压 我看不出七天 那个叫严守一的鲁班传人 就要登门求情 不入流 小势力 田娟儿顿时有些失落 心里所计划的逃跑事宜 暂时搁置了 要是严守一他们实力不济 就算自己逃出金融大厦 投奔民俗研究会 到时候吴天峰回来了 对严守一施压 他们还是会把自己交出去 看幼护法的语气和表情 似乎是真的没有 将他们放在眼里 然而 就在幼护法看球赛 看得全神贯注之时 酒店的走廊 严守一等人 却悄然潜入 四人出手 悄无声息地放倒 沿途遇到的赤花会成员 并没有直接杀死 打晕之后 给他们的嘴里 灌入老金特别炼制的 迷魂丹药 保证他们能够一觉睡到 明天太阳晒屁股 放倒了最后两个民间教派守卫 四人来到套间门外 阿公压低了声音说 就是这间了 该怎么做不需要我说了吧 严守一问 众人点点头 这路上遇到的 都不算是抢手 能放倒就放倒 但这间套间里 有至少一名高手作证 到时候一旦打起来 为了自身安全考虑 必要的死手 也是要下的 等到大家都做好准备 严守一默默地 抓住了房门把手 天煞失魁的身体 让他力大如牛 随着一声低喝声 房门被严守一轻松撞开 碰 什么人 诱护法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警惕地望向玄关位置 在看到严守一四人的 第一瞬间 诱护法就反应过来 脸色大变 严守一 这几天 他一直在暗中 针对民俗研究会 阿公罗宁他 或许不认识 但严守一这张脸 他再熟悉不过 没想到 他们处处小心翼翼 竟然还是留下痕迹 被对方找上门来了 田绝看到严守一等人 眼中惊喜交加 随后忽然间冷静下来 如果按照优护法之前所说 严守一等人实力不济 早晚会对赤花会低头 那么今晚 他就绝对不能 向严守一等人求救 更不能跟他们走 他要做的 是找机会趁乱逃走 诱护法回过神来 脸上闪过一抹争鸣 不怕死的东西 竟然敢找上门来 说吧 诱护法从沙发底下 拿出了一根黑色长棍 长棍的一端 系着一根血黑色的破布条 冲天的煞气 让严守一瞬间意识到 这个诱护法 竟然也是一名台关将 明明自己也是台关将 却对之前那位同门 如此心狠手辣 最不可说 诱护法二话不说 挥舞着台关棍 朝着几人横扫而来 罗宁轻哼一声 给我上 两名金刚师 立刻迎着台关棍而上 赤手空拳 举着双臂阻挡 只听沉闷地砰的一声 两名金刚师的身体 侧移了两米之远 屋子里掀起一阵狂风 将桌上的花瓶直接震碎 洗手间里的镜子 也不能幸免 首当其冲的金刚师 双臂骨头尽碎 双臂如同两根不条式地挂在身上 已经没有任何对抗之力 罗宁沉声说道 此人的力气非同小可 连我的金刚师都扛不住 你们千万要小心 金刚师的身体坚硬如铁 连他们都扛不住 可想而知 又护法的台关棍 打在人的身上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严首一恐怕还好 诸如阿公和王吉王 不管是被击中身体的哪个部位 恐怕都会全身暴体而亡 严首一当机立断 对三人说道 罗宁留下来和我 一起对付台关将 其他人去抓那个女孩 女孩指的是甜卷 直到现在 严首一还认为 甜卷是赤花会的负责人 甜卷听严首一说 要抓自己 脸色也有些许变化 难道她知道 我的身份 知道我的用途 又或者 他们想用我来要挟吴天峰 原来这个民俗研究会 也是如此用心险恶 甜卷立刻决定 不让严首一等人得逞 不管用什么办法 今日都要逃离此地 阿公和王吉王 立刻向甜卷杀去 又护法眉头一皱 她可不敢 让甜卷出什么问题 于是她一棍 拦在二人面前 王吉王连忙 举着杀猪刀抵挡 刀身上泛着光 竟然硬生生 抗下又护法一棍 但二者爆发出来的 战斗余波 依旧震碎了 众人脑袋上的水晶灯 一时间 屋子里陷入黑暗 甜卷 趁机躲进卧室当中 黑暗里 又护法一息 看到了几道人影 在自己的身前晃悠 她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心里想到 到底是一群黄毛孩子 现在这个情况 还敢在我面前晃悠 简直找死 下一秒 抬关棍中煞气翻涌 又护法使出全身力气 狠狠地打向面前的人影 砰的一声 整个楼层都为止颤抖 然后击中目标的诱护法 却是脸色大变 手感不对 诱护法手里的 这根抬关棍 不知活生生打死多少个人 所以对于抬关棍 接触到人类肉身的感觉 她无比熟悉 此时的触感 软绵绵的 没有一点阻力 明显不对劲 于是 诱护法抓住桌子上的打火机 用力地将只扔在地上 打火机爆炸 一瞬间照亮了屋子里的情形 诱护法吓得魂飞天外 只见在她的面前 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指人 指人的模样 和眼手一等人十分相似 但瞳孔里 却是没有眼珠子的 我被骗了 诱护法脑海里 闪过这个念头的同时 她的身后燃烧起了熊熊烈火 以血为影 以气为霉 诸天荡荡 正无见心 天地万物 皆为神剑 听我号令 扶妖灭魔 眼手一以掌为刀 手上燃起熊熊烈火 毫不犹豫地 挥向诱护法的脖子 扑刺一声 诱护法伸手一触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她手里的抬关棍 也随之掉落在地 黑色的煞气 骤然收入其中 哼 不过如此 眼手一的手上 没有沾上半点鲜血 她只是瞥了诱护法的尸体一眼 然后捡起地上的抬关棍 将之扔给阿公 然后望着卧室的方向说道 进去抓人 王吉往上前推了推卧室门 果然被反锁了 她没有任何犹豫 一脚踹开房门 四人鱼贯而入 全部进入卧室 就是担心 这个赤花会的女孩 还留有后手 然而想象中的危险 并没有出现 四人只是看到 女孩静静地 站在酒店的落地窗前 眼手一沉声说道 束手就擒 罗宁跟我们回去 田卷盯着眼手一看了一会儿 竟然摇了摇头 嗯 四人都有点猛 好像他们不是在 请求对方吧 摇头管用嘛 摇头我们就会放过你 罗宁自己也是女孩 所以 她没必要对女孩温柔 她栖身上前 伸手要抓田卷 下一秒 那田卷竟然毫不犹豫地转身 从落地窗的窗缝里钻出去 在四人呆滞的目光之下 跳楼了 深 什么情况 王吉网愣住了 回头看向几人 我们给他们的压力这么大吗 二话不说就跳楼 这也太刚烈了点吧 再说 最早闹事挑起矛盾的 不是你们吃花卉吗 如今我们找上门 你心里也应该要有点逼数才对啊 田卷直接跳楼 是四人始料未及的 所以一时间 四人全都愣住了 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眼手一最先回过神来 她直接转身 下去找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三人旋即缓过神来 直接跳楼 乍一听是离谱 但冷静下来后仔细一想 便会觉得不对劲 赤花会的人里有普通人嘛 更何况是一个被重点保护的对象 要么那个女孩有不死之身 跳楼也没关系 要么 她能上天 所以 四人立刻下楼 就算下去后只能见到田卷的尸体 他们也要把尸体带回去 金融大厦下一处花园当中 巴鸡一声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摔在花圃里头 血肉模糊 但因为周围漆黑 又没什么人路过 所以并没有人第一时间 发现有人坠楼了 大概过了两分钟时间 那道血肉模糊的人影 忽然开始动弹 努力地把自己从地上撕下来 因为巨大的力道 田卷几乎嵌入草地了 如今她虽然爬起来了 但依旧面目全非 身边掉落着碎肉 尽管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但面对即将到来的自由 田卷还是忍着痛爬起来 一拳一拐地往外走 她没走几步 忽然看到不远处 吴天峰和左护法 满脸怒容地 向着她的方向跑来 很显然 81层发生的事情 已经惊动了吴天峰和左护法 一旦吴天峰发现田卷 她的自由就会再次被剥夺 死去的诱护法会激怒吴天峰 等待田卷的 将会是更恐怖的折磨 田卷赶紧低下身子 生怕被吴天峰看到 却在此时 左护法眉头一皱 忍不住看向田卷的方向 糟了 田卷心里害怕 她身上有着浓浓的血腥味 左护法必然是闻到味道了 左护法对吴天峰说了什么 吴天峰立即朝着田卷的方向走来 她的目标很明确 明确的 好像是看到田卷似的 田卷猫着身子 把自己娇小的身躯 藏在花圃后头 因为过度紧张 她血肉模糊的手 死死地抓着花圃里的黄土 忽然 一辆黑色的面包车 在她的面前急刹车 面向田卷方向的车门 被粗暴地打开 车里头是一名身材浮夸的女人 女人对田卷伸出手 上车 田卷看着这个陌生女人 一时间不敢上车 生怕出了虎口 又入狼穴 女人健壮 冷哼一声 要么跟我走 要么被吴天峰带回去 你自己选一个吧 被吴天峰带回去 田卷咬咬牙 是啊 已经没有比被吴天峰带回去 更糟糕的结果了吧 于是她立刻伸出手 被女人拽上了车 女人关上车门 直接抬脚踢了踢在前头 开车的宅男 开车 赶紧的 宅男扶了扶眼睛 一脚油门飙了出去 车子前脚刚刚离开 吴天峰和左护法 便来到了田卷坠楼的花圃 看到地上的深坑 还有周遭的碎肉与血迹 吴天峰似乎想到什么 不禁面露怒容 田卷被人带走了 左护法也十分愤怒 研究会的人出手了 不知道 幼护法情况如何 二人当即返回金融大厦 直奔81层 等他们到81层一看 发现自己带来的人 尽数被放倒 而在总统套房里头 幼护法已经伸手一触 死得不能再死了 见到这一幕 吴天峰气得浑身颤抖 一向只有他算计别人的时候 什么时候 他吴天峰被别人给算计过 死了一个幼护法也就算了 一直被吴天峰视作玩物 当作私人物品的田卷儿也不见了 田卷儿可是他吴天峰的竞篮 他憋了好多年都没有使用的卢顶 怎么能让别人得了便宜 左护法看着右护法的尸体 沉默不语 眼中也有怒火 毕竟共事多年 也算是有一点感情在里头 左护法 立刻联系总会 调来更多人马 我要让研究会直接解散 吴天峰咬牙切齿 左护法默默地走出门 开始联系人手 与此同时 严守一等人已经来到楼下 在周围调查一番 他们也发现了花圃里的深坑 但却没有看到田卷儿的身影 他果然有保命的手段 难怪刚才跳得那么果断 王吉网生气地说道 看着花圃里的情况 他应该也受了伤 照理说逃不远 可咱们下来他已经没影了 周围也没有血迹 眼手一皱着眉头说道 难道有人接应他 阿公环顾四周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什么线索 罗宁道 不管了 反正咱们这次也算是重创吃花卉 虽然没能抓住他们的领头人 至少也向对方展现了我们的实力和态度 阿公问 接下来怎么办 眼手一叹了口气 他其实更希望能抓住那个女孩 这样双方就能坦诚不公地接触见面一次 今天没抓住 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加重了双方矛盾 老王 在这件事情解决之前 研究会暂停纳心 另外 加强研究会周边的防守力量 我有预感 赤花卉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四人从金融大厦返回研究会 心情都有些沉重 尽管他们这次杀入研究会 重创了赤花卉 还杀了他们一名强者 但却没有抓住最关键的人物 换言之 他们没有和赤花卉谈条件的机会 为此 王吉网还有些内疚 他认为 他没有及时抓住那个女孩 否则大家也就不用这么头疼了 老王 你不用自责 赤花卉毕竟是外来者 我们守住自己的地盘 是不成问题的 之后情况如何 还要看事态发展 严守一安慰道 几人乘车返回研究会 抵达研究会门口之时 发现门口停着一辆陌生的黑色面包车 面包车没有车牌 龙飞城正站在车边和司机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出现陌生人 严守一他们不得不警惕 所以四人立刻下车 朝着黑色面包车围了上去 小龙 车里的人是谁 严守一皱着眉头问道 同时他的手已经伸进胯包当中 只要确认对方是赤花卉的人 他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至少先将对方制服 龙飞城黑黑一笑 拉着严守一到一旁 小声说道 车上有美女 严守一 色字头上一把刀 你小子迟早要在这种事上栽根头 嗨嗨 我问清楚了 他们不是赤花卉的人 龙飞城连忙解释道 车上是一对姐弟 姓诸葛 是冠天师 冠天师 姓诸葛 严守一皱眉头思考了一下 之前确实有这么一对姐弟 联系过研究会 后来负责与他们交接的人是阿公 于是 严守一望向阿公 阿公差一道 他们不是要三天后才抵达龙城的吗 这几天没与我联系啊 怀着疑惑 几人来到黑色面包车前 诸葛吉下了车 看到这么多人 一时间有点紧张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这时 坐在后座的诸葛连 推开车门 跳了下来 大大方方地说道 我叫诸葛连 这个社孔宅男 是我的废物弟弟 他叫诸葛吉 我们俩是冠天师 听说了民俗研究会正在招人 所以特意过来看看 特意过来看看 要不要加入 搞清楚对方身份后 严守医笑着 对诸葛连伸出手 欢迎 罗宁关心道 你们来的时候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麻烦 诸葛连笑了笑 算是有遇到吧 严守医顿时严肃起来 受伤了吗 我们研究会里有古异传人 如果你们受伤了 得赶紧去他那看看 倒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但这件事 和赤花会确实有关系 诸葛连退后两步 拉开车门 随后拍了拍车里人的肩膀 说道 下车吧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浑身是血的田卷 从车上走了下来 目光有些畏惧地 看着严守医等人 在看到田卷的一瞬间 严守医等人 瞳孔骤然收缩 露出惊讶之色 这不就是他们在金融大厦里 追丢了的赤花会领头人吗 没想到 居然被诸葛连 他们捡到了 这可是一个大理啊 诸葛连靠着面包车说道 人我带来了 算是给你们研究会 送一个见面礼 你们看着处理吧 田卷咬着下唇 心里直叹气 没想到 自己最后 还是落在了民俗研究会的手里 严守医打量了一阵田卷 看到他一副 落难未缩的模样 心里忽然觉得有些古怪 如果田卷 是赤花会的领头人的话 他现在不说愤怒或者不甘 至少应该说点什么辩解一下吧 看他的模样 不像是会对研究会是手段的人 于是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对田卷出手 而是问道 你是什么人 他还能是什么人啊 王极网皱眉 赤花会的人呗 田卷害怕地后退了两步 结果被诸葛连给强行拦住了 他没有退路 只能低着头说道 我是赤花会的人 那就没错了 王极网露出笑容 他们今晚杀了一个赤花会的高手 又抓住了他们的领头人 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诸葛连他们也立了大功 不对 这时 严守一却摇头说道 他是赤花会的人 但不是我们要抓的那个人 阿公也看出田卷眼中的恐惧 低声说道 我也这么觉得 诸葛连玩味一笑 推了推田卷 道 你自己解释解释吧 再不解释 我也帮不了你了 田卷听了 连忙说道 你们要找的人 应该是赤花会的少主吴天峰 我不是吴天峰 我叫田卷 此言一出 王极网纳闷了 吴天峰 你不是吴天峰 那你刚才跳什么咯 田卷害怕地低下头 我怕你们 事到如今 严守一也大概搞明白了 赤花会带头来荣城闹事的 是赤花会少主吴天峰 而这个田卷 可能是吴天峰的女人 方才看到他们 杀了赤花会的高手 害怕他们连他一起杀 所以才选择跳楼保命 但即便如此 这个田卷 依旧是赤花会的人 看到严守一眼神 不是那么友善 田卷连忙开口 求求你们 不要把我交出去 我和吴天峰不是一路人 要是我被他抓回去的话 他 他会折磨死我的 哦 你和吴天峰是什么关系 这回是诸葛连问话了 他一直在关注着 严守一等人的行动 今天也是特意 等在金融大厦底下的 捡到田卷的时候 他觉得事情变得有趣了 这才来到研究会大门前现身 同时送上田卷 田卷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咬牙说道 我是南疆古族人 天生体内孕育着 能够使人返老还童的原生骨 三年前 家族把我送给赤花会少主吴天峰 我就被他当作禁鸾 一直待在身边 但凡他有半点不高兴 就会对我实施虐待 三年来我生不如死 几次逃跑 却又被他抓了回去 日复一日地遭受折磨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更恨吴天峰 我想吴天峰死 我想让整个赤花会消失 田卷的话 涉及到了大家的一些知识盲区 龙非诚茫然地说道 虽然听不懂 但我觉得 他是个好人 他长得好看 缠人家的身子 你下贱 罗宁毫不留情地吐槽道 龙非诚连忙摇头 我没有 我不是 你不要乱说啊 在新妹子面前 龙非诚认为自己 应该要保持一点形象 罗宁这么快就拆他的台 让他很难受 不过罗宁说的也没错 龙非诚的理念就是 颜值极正义 换句话来说 便是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阿公和王继王眼中 也有些许的困惑 首先他们不知道南疆古族 也不知道什么是原生古 不过田娟对吴天峰的恨意 倒是很明显 几乎写在脸上了 南疆古族 是一个古老的族群 严守依缓缓开口解释 当年我跟着爷爷游历天下的时候 曾经去过南疆虫谷 在那里和独虫野兽作伴 为了一整年的蚊子 当时爷爷就住在一个古族部落里头 古族的人观念保守传统 又或者说十分封建 他们不太愿意和外界交流 依旧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 以部落和族群的方式生活 但不可否认的是 每一个古族人都是强大的养蛊师 据说古族每过十年 会挑选出部落中最美貌的女孩 在她的身体里种下原生蛊 原生蛊是一种十分邪恶的蛊虫 一旦种入人体 就会不断地吸血顺水 等到宿主年满十八以后 原生蛊便成熟了 此时谁要适合宿主 嗯 就是类似双修的话 原生蛊就会包无保留地 将自己多年吸收的生命精华 传给对方 说到这里 严守一顿了顿 观察了一下田卷的神色 这姑娘果然脸色苍白 对自己的未来十分恐惧 她接着说道 一旦原生蛊吐出生命精华 原生蛊就会迅速死去 宿主也必死无疑 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原生蛊被别人攫取生命精华之前 宿主不管受到什么伤害 原生蛊都会拼命为宿主修复身体 但消耗的力量 需要宿主大量进食来补充能量 话音才落 田卷的肚子就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众人默默地看向田卷 田卷立刻低下头 捂着肚子不敢说话 她没有露出女孩该有的娇羞 反而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哪怕肚子饿得慌 也不敢吭声 这是在吴天峰身边养成的习惯 田卷不敢索取 只能等待吴天峰的施舍 像是一只吴天峰养在身边的狗 嗯 没错 是狗 因为它算不上是金丝雀 没有哪个主人会对金丝雀非打击骂的 诸葛基扶了扶眼镜 难怪我们送她来的路上 她一直在吃面包 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 差点噎死了 劣弱地说道 其实我已经噎死一次了 但原生谷救了我 诸葛基 真是个可怜的姑娘啊 王吉网道 按照你刚才所说 那么你的家族把你送给赤花卉 是为了 为了讨好赤花卉 原生谷的生命精华 有什么用 这回是龙非城发问了 生命精华自然是补充生命力 若是得病了就可以治病 要是年老色衰了 就可以返老还童 如果身体健康 吸收了生命精华 还能够实力大涨 严守一代为解释 如果这样的话 古代帝王将相 岂不是只要不停地吸收生命精华 就能够长生不老 其实并非如此 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 也不过吸收一次原生谷罢了 第一次之后 体内就会产生类似抗体一样的东西 如果强行吸收第二次 只会让自己和卢顶 落得同样的下场 所以古往今来 实际上利用原生谷续命的人 大有人在 只不过这种方法太过于残忍 即便有人成功了 也绝对不会对外宣扬 真是个可怜的姑娘 众人纷纷用同情的目光 看着田卷 田卷依旧捂着肚子不说话 严守一摆了摆手 说道 罗宁 你带着田卷 去吃点东西吧 阿公 新来的两位成员 你负责接待一下 之所以没有给王纪网安排任务 是因为严守一此时 需要和王纪网商量一下 接下来的对策 他们今晚杀了吴天峰身边的高手 没抓到吴天峰 反而阴差阳错地 把吴天峰的禁篮带回来了 事情变得十分微妙 罗宁上前牵起田卷的手 声音温和地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们研究会的食堂 请的都是荣城最好的大厨 不管你想吃多少 厨房都给做 然而田卷却不敢跟着走 他抬起头 眼神怯弱地看着严守一 你会把我交出去吗 严守一一愣 什么 诸葛连和诸葛吉也投来目光 田卷细声细气地说道 吴天峰养我三年 早就把我是做他的私人物品 以他的性格 肯定会上门来 把我要回去的 到那个时候 你们会不会把我交出去 严守一觉得很荒唐 凭什么要交出去 这回换做田卷愣住了 什么 民间教派传人本是同根生 赤花会却屡屡做出这种 伤害同门的事情来 我们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严守一冷哼一声 说道 他吴天峰要是有胆子 到我们研究会来 就别想完好无损地离开了 没错 龙非诚恶狠狠地说道 我们研究会虽然才刚刚成立 但也绝对不是好惹的 要是让我抓住吴天峰那家伙 一定要把他谈丁丁谈到死 但丁丁谈到死 田卷总算是露出一抹羞涩 龙非诚看得黑黑傻笑 王吉网推了他一把 无情地说道 你不是在追你的陆采薇吗 别三心二意了 而且田姑娘注定 无法拥有完美的爱情 否则他的下场 就是生命枯竭而死 除非田卷喜欢女人 又或者有男人 能和他谈柏拉图式的爱情 再或者他找到办法 拔除原生骨 否则他这辈子都无法拥有爱情 从严守一那儿得到答案以后 田卷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难得地露出一抹笑容 对严守一点点头 在转身跟着罗宁离开的时候 田卷忽然眼前一花 晕了过去 众人有点紧张 唯有诸葛连无奈道 他是饿晕了 过几分钟就会醒过来 刚才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是看他饿晕过去了 才给他买的面包 众人松了口气 只觉得田卷这个姑娘 可怜兮兮的 但是因为耳儿晕过去两次 怎么都让人忍不住想笑啊 王吉网憋着笑 他怕自己这一笑 过去十年的功德就笑没了 罗宁让金刚师 把田卷抱起来 直奔食堂 阿公也领着诸葛连 和诸葛吉去落脚 诸葛连跟在阿公后头 沿途打量着研究会的内部 他对这里很是满意 作为观天师 诸葛连对风水 也有一定的研究 之前在外头 他就发现 研究会占据了 整个西湖的灵脉 风水绝佳 是南巡的宝地 如今走到内部 诸葛连更是惊讶 因为研究会的建筑 并不是随意排序的 而是按照五行八卦 天象极脉而来 其中的很多讲究 甚至连诸葛连都看不明白 诸葛连出生在诸葛家 后代观天一脉 家里也算是有权有势 在三流县城中 一家独大 但他们诸葛家的排面 比研究会要差了不少 真不愧是鲁班传人 诸葛连酸溜溜地说道 诸葛连追上姐姐 小声问道 姐 咱们现在算是研究会的一份责吗 诸葛连摇摇头 还要观察 还要观察 严守医不是已经明说 不会交出甜卷了吗 他现在口空一张嘴 怎么说都行 到时候吴天峰对严守医施压 最后结果如何 还说不定呢 说的也是 诸葛连若有所思 赤花会在渔州那里势力庞大 连细子里根苗 都不敢轻易渗透染指 严守医虽然有一定的背景 但未必能够 扛得住赤花会的压力 但研究会的这群人 还是很有意思的 诸葛连嘴角上扬 对严究会很感兴趣 诸葛连叹了口气 我希望严守医能够抗住压力 那样爸妈就无话可说 也不会要求我们回去了 还有 我已经不想到处奔波了 之前追的番都没时间看 诸葛连听了 气得给诸葛连一个报扣 死宅男 就知道看纸片人老婆 你这样 以后如何传宗接代 诸葛连 研究会 查试 严守医和王吉网对坐 身边是正在抠脚丫子的龙飞成 龙飞成抠着脚丫子 然后小心翼翼地 撇了严守医他们一眼 发现他们在偏着头想事情 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手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下一秒 他就呕的一声 嫌弃地洗手去了 王吉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杯没有放下 便忍不住开口了 老金刚才告诉我 这两天被打残的民间教派传人 陆续都醒来了 今天来的那位 和赤花会并没有关系 属于被我们和赤花会的矛盾 波及到的无辜者 至于最早那名赤花会转投 我们研究会的台观将 据他所说 赤花会的总部在渔州 建立在两百年前 现在的赤花会 仗着势力庞大 和渔州达官显贵勾结 派民间教派传人 做许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台观将因为忍不了赤花会 无耻霸道的行径 才选择转投我们民俗研究会 但赤花会并不想放人 于是杀鸡儆猴 才把他弄成残废 丢到我们研究会门口示威 听着王吉网的汇报 严守一眉头紧锁 赤花会有两百年历史 在渔州根深蒂固 算是一个庞然大物 研究会作为新生带力量 想要和赤花会抗衡 的确有些吃力 但好在 赤花会远在渔州 就算他们再厉害 也不可能对远在荣城的研究会怎么样 如果只是区区一个无天风的话 严守一自信有能力对付 田卷是无天风的竞篮 我们抢了他的人 想必他很快就会上门来要人了 王吉网说道 田卷是肯定不可能还给无天风的 不能再让他受折磨 严守一首先抛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 紧接着说道 关于赤花会和无天风 老王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是在问王吉网的立场 是不死不休还是求和 王吉网沉默了一阵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新玄山派 言下之意是 王吉网不希望研究会和赤花会闹得太僵 那样会消耗研究会自己的力量 从而有可能被新玄山派钻了空子 会有这样的观点 严守一不觉得意外 要知道的是 王吉网的父亲邹瞎子 就是被新玄山派的人给逼死的 王吉网本人也被新玄山派追杀过一段时间 新仇旧恨 让他更加针对新玄山派 严守一微微汗手 说道 我的观点和你不同 我想杀无天风 王吉网眼里闪过一丝错愕 在他的心里 认为严守一最多也就是和赤花会撕破脸皮 但没想到严守一这次的态度竟然如此强硬 而且打算把事情做绝 直接杀了无天风 严守一徐徐解释道 赤花会祸害百姓和邪教无益 我们早晚都要铲除他们 而根据田卷所说 无天风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这点从他这几天的所作所为 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就算我们想求和 他都未必答应 最重要的是 奶奶和子童 包括你 大家都在不停地提醒我 这次面对赤花会的威胁 我们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很重要 要是处理不好 人心就散了 研究会办不起来 就更不可能对抗新玄山派了 严守一说话慢条思理 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 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他沉声说道 所以 不管出于正义 还是研究会的利益考虑 我都要下这个狠心 杀了无天风 挫败赤花会 一方面为百姓除祸害 另一方面 也能提升我们研究会的知名度 王吉网盯着严守一看了一会儿 缓缓点头 我支持你的决定 既然决定要打赤花会 那就狠狠地打 打到他们怕 打到他们怂 打到他们以后 想起荣城民俗研究会 都要忍不住身体颤抖 在龙飞城洗手的功夫里 严守一和王吉网 已经定好了大方向 他顺便在洗手间里抽了支烟 出来的时候 看到二人还在思考 便故作深沉地说道 我知道此事事关重大 你们拿不定主意 所以还是 让我来做这个狠心的决定吧 王吉网诧异地看了龙飞城一眼 你在说什么 不用理他 咱们说正事 严守一叹气道 经过刚才的一番商议 严守一和王吉网 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民俗研究会刚刚成立 能派得上用场的人不多 如果想杀吴天锋 就必须承担 几方成员 也有可能被杀的风险 想要排除这种风险 就得换一种方式 杀吴天锋 严守一提议 直接在研究会摆类台 让赤花会的高手上门挑战 由他自己亲自手类 一旦上台 生死不论 吴天锋 如此想要打压民俗研究会 届时肯定会上台来 和严守一一叫高下 到时候 严守一杀吴天锋 就是天经地义 赤花会理亏 而民俗研究会的名气 借此得到提升 这样做的好处是 其他人不用为 严守一的决定而冒险 但弊端同样存在 风险是 严守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 但这种压力 严守一迟早要承担的 他作为研究会的会长 如果实力不济 迟早会被欺负的 抬不起头来 好在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从秦始皇陵出来之后 除了老一辈的超级强者 寻常的民间教派传人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么做终究是有些风险 但眼下却是最好的办法了 王吉网叹气道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严守一说道 这一战除魔味道是其一 其二是让民俗研究会声名远扬 让那些想要投奔我们的人 重拾信心 所以宣传尤为重要 龙飞城在一旁听了一阵 很快融入进来 他打了个响指 凑过来给自己倒茶 一边说道 这个简单 我直接开个直播 不就成了 开直播龙飞城 可是最擅长的了 之前他加入反言酬联盟群的时候 就好几次在群里直播 严守一眼睛一亮 这倒是一个办法 直播一开 五湖四海的民间教派传人 都能看到现场战况 只要打赢了赤花会 民俗研究会的地位 立刻得到提升 其他那些背地里 想要对民俗研究会 使绊子的组织 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但这一切的前提 是严守一必须赢 一旦消息放出去 严守一将没有任何退路 老王 下战书和宣传的事情 交给你来处理了 时间定在七天之后 这七天时间里 我准备好好闭关一会 严守一闭着眼说道 王吉网点点头 你放心闭关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办 宣传的事情你放心 还有田娟和诸葛姐姐 我也会多照顾着点的 龙飞城立刻刷了存在感 严守一和王吉网 同时白了龙飞城一眼 一天后 住在金融大厦里的吴天峰 收到了来自民俗研究会的战书 七日后 民俗研究会将会摆出擂台 赤花会由任何不满 都在擂台上解决 届时由会长严守一亲自迎战 只打三场 生死不论 如果赤花会败了 他们将永远不能踏足建州省半步 岂有此理 嚣张至极 左护法看完战书的内容 气得嘴都歪了 作为高高在上的赤花会 昨晚又护法被杀 田娟被抢 现在研究会又送来战书 简直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吴天峰坐在沙发上 脸上却露出浓浓的兴趣 嘴里带着玩味的笑容 有意思 有意思 吴天峰大笑道 我正愁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踩一踩严守一 这家伙 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作为赤花会的少主 吴天峰心里有着扭曲变态的虚荣 当得知严守一参加罗天大叫 还差点成为下一任天师之时 吴天峰气得跳脚 他认为自己才是那个气韵之子 严守一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所有光环 这次严守一摆肋台 如果他能击败严守一 那就是踩着严守一的脑袋上位 到时候 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 严守一差点继承了天师之位 而他吴天峰却将严守一狠狠地踩在脚下 真正的天选之人 使他吴天峰 左护法看着逐渐膨胀的少主 略有担心地说道 少主 严守一只说摆肋台迎战三场 却没有指明道姓要让您参与 为了保险起见 你还是不应战为好吧 赤花会高手众多 严守一就算再厉害 连战三场也必输无疑 然而吴天峰却直接给了 左护法一个耳光 怒斥道 你在叫我做事 属下不敢 左护法挨了一巴掌 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吴天峰冷笑道 我这些年的本事不是白练的 年轻一代少有敌手 除了现在龙虎山的那个鱼路名 其他人我都不放在眼里 区区一个严守一 左护法低头不语 他之前是出于对吴天峰的安全考虑 才给出建议 但他心里也清楚 自己这位极度自大的少主 的确拥有着不俗的实力 吴天峰思索片刻 对左护法说道 通知总会 把八角井里关着的家伙送过来 七天之后 左护法你打头阵 第二场由那家伙出手 这最后一场 再是我亲自上台 到头来 还不是打最后一场 左护法心里富匪 明白吴天峰只是自大 不是脑残 前两场他要试探试探严守一的实力 最后一场他才会亲自登台 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败严守一 严守一能杀了又护法 说明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不过 八角井里的那位更加可怕 左护法认为 搞不好在第二场的时候 严守一就已经死在那位手里了 到时候无法装逼的少主 免不了发脾气打人 哎 难搞 七天 在民俗研究会的演武场上 搭起了一个大台子 龙飞城每天路过的时候 都会盯着台子看一阵子 在搞清楚严守一计划的利弊以后 龙飞城忽然开始担心他的严格了 毕竟这一战可是赌上性命的一战 成了 严守一和民俗研究会 一荣俱荣 败了 严守一和民俗研究会 一损俱损 如果严守一死了 毫无疑问民俗研究会会直接解散 因为严守一就是大家的主心骨 大家都是因为对严守一的人品福气 才选择跟在他的身边 除了他以外 没人能扛起这个大梁了 林子彤在得知严守一决定 涉雷迎战吃花会的事情以后 短暂的失神 很快就恢复平静了 他无比了解严守一 他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对严守一而言 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东西 第一 他林子彤 第二 民间教派 他不会干预严守一的决定 并且 为了能让严守一保持良好的心态 他会全力支持 没有把自己的担心表现出来 什么渝州吃花会 在自己的男人面前屁都不是 严守一在研究会的一处别院闭关 七天时间里 连林子彤都不能进去 但偶尔狗道士和妙纪武僧却能进去 想必是在指点严守一 王吉王也没有闲着 这几天 吴天峰安分下来了 并没有再拦截那些 新入伙的民间教派传人 七天时间 王吉王接到了六名新成员 加上之前的那些 总人数已经超过两位数 算是可喜可贺 与此同时 一条消息通过说书人的嘴巴 传遍了整个悬门世界 荣城民俗研究会的鲁班传人 严守一 要开擂台 迎战渝州吃花会的吴天峰 吃花会在民间教派当中 名声颇大 有人不知道新玄山派 但大概率会知道吃花会 至于荣城民俗研究会 是什么东西 大家不懂 所以开始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民俗研究会的会长 严守一 是鲁班传人严仇的儿子 严百祥的孙子 他年纪轻轻 身上却有诸多光环 娶了驴山派掌门为妻 除掉了荣城的鬼王世家 在前堂颇具声望 长安的守牧人李仲熙 对他的评价极高 但这些光环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这小子今年参加了罗天大教 而且身负龙虎密文 差点就抢了当代天师于露鸣的位置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出身民间教派的道统之首 有些光环 只会让人羡慕嫉妒 但这个光环 却让人只能唏嘘 因为大家都有自知之明 知道纵观古今上下五千年 能做到这个份上的人 只有严守一 尤其是民间教派传人 过去因为出生民间 不成气候 难登大雅之堂 被民门正派瞧不起 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 不屑于参加罗天大教 说那些民门大派弟子 都是淑呆子 是伪君子 但心里何曾不是酸溜溜的呢 同样不是普通人 民门大派弟子 就能拥有洞天福地 高大上的山门 还能受到百姓爱戴 受万家香火 而民间教派 却食不果腹 三天饿酒顿 石长桥洞底下盖小伴 小伴里面抹眼泪 严守一的出现 以及他身上的荣耀光环 直接刷新了大家 对民间教派的认知 他都可以做到第九层 我们为何不能做到五六层呢 甚至 如果加入了严守一 创立的民俗研究会 做到七八层 也不是不可能吧 更何况 严守一虽然年纪轻轻 但他身后 有曾经云游四海 广结好友的严百祥 有曾经名震玄门的严筹 这些都是保障 结合种种原因 在短短的七天时间里 玄门世界对民俗研究会 和赤花会之间的擂台战 关注度拉到了巅峰状态 无数人闻声赶赴荣城 就为了亲眼见一见严守一 看看他是否真的 如传说中那样强大 而更多的民间教派传人 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去到荣城 不由地恶手惋惜 遗憾自己即将错过 这场精彩的擂台战 后来 一条神秘的链接 在民间教派中流传开来 据说 在擂台战的当天 这条链接将会对擂台战 全程直播 消息出处 依旧是说书人 可信度极高 甚至大家现在点进链接 链接里 都有民俗研究会的宣传界面 网页里头 介绍了民俗研究会的位置 环境 底蕴 背景等等信息 甚至还留下了好几个联系方式 这些都是凌羽和凌鹰的功劳 可以说 因为王纪王领头的造势 再加上凌羽凌鹰的运营 擂台战的话题度 在悬门世界节节攀升 甚至达到了顶峰 如果悬门世界也有论坛的话 那么这场擂台战 必然占据了热搜榜第一 赤花会那头的人 自然也收到了消息 渔州是著名的山城 也是网友们口中的 七地魔幻城市 这里有穿梭在大楼间的轻轨列车 有让人忍不住流口水的火锅 更有著名的红牙洞 长江三峡 而在渔州的某处山井宅子里 一名中年男子勃然大怒 将手中把玩多年的核桃 狠狠地摔在地上 光滑可见的核桃 当场碎裂 地板也被砸出了两个深坑 好一个严手艺 好一个民俗研究会 竟然拿我们赤花会当跳板 在悬门当中 刷自己的存在感 中年男人 正是赤花会的会长 吴天峰的父亲吴建筹 一开始 他得知自己手下的民间教派传人 想要转投民俗研究会旗下 便已经十分不爽 想要直接让对方走不出渔州城 但他那嚣张跋扈的儿子 却主动请因 申请此事由他来处理 吴建筹考虑到儿子也长大了 也该锻炼锻炼 将来好继承他的一波 于是便同意了 后来得知 儿子直接去到荣城 三番五次挑衅民俗研究会 吴建筹虽然觉得不妥 但却没多说什么 毕竟他对赤花会的实力 还有有信心的 认为根本不耸民俗研究会 在之后 又护法被杀 田卷被抢 严守一还直接对赤花会下了战书 吴建筹才发觉 事情有点不对 等到他如今彻底觉察过来的时候 才猛然发现 不知何时 他们赤花会已经被利用 而民俗研究会 靠着这场还没有开打的擂台战 声名远扬 悬门当中的舆论 竟然全都支持严守一 而他的赤花会 俨然已经成为了民俗研究会 刷声望的跳板 会长息怒 吴建筹的身边 有一名光头老头 老头皮肤有黑 脸上勾壑纵横 还有着奇怪的刺青 穿着比较朴素 独臂 吴建筹瞥了眼老头 怒气略有收敛 陈生说道 藤组长 此事同样涉及到你们古族的女儿 你有什么看法 老头正是田卷那一族的组长 名为熊藤 在古族 是先名后姓的 也就是说 老头名熊 姓藤 熊藤是古族这一部落 资历最老的存在 正是他亲手将田卷送给的赤花会 并且为自己在赤花会 谋得了一个副会长的职位 如今 在赤花会的帮助之下 他们的部落 牵制渝州市区外 二十公里的南国草原 独享一片风水宝地 熊藤认为这是一笔很不错的买卖 牺牲了一个田卷 换来整个部落的繁荣 此时熊藤说道 好在少主不是鲁莽之人 他请求我们派出八角锦下的那位出手 有那位出手 不管那严守医如何厉害 终究难逃一死 所谓擂台连战三场 那严守医最多活到第二场 甚至连少主的面都见不到 严救会所谓的名声 现在不过是虚名 不过是博眼球罢了 想要这些名声站住脚 前提是 严守医真的赤花会 而熊藤有十足的把握 认为严守医会输 目前来看 严救会才是赤花会的跳板 他们如今如何宣传 如何闹腾 最后输得就越惨 人们会知道赤花会有多强 最后获利的依旧是赤花会 吴剑筹冷静了一会儿 忽然冷笑一声 熊藤说得不错 研究会的名声只是虚名 赤花会有两百年历史 不可能被他一个 出出茅庐的小子给颠覆 八角锦底下的那家伙 实力固然可怕 但我依旧觉得不够保险 吴剑筹思索片刻 陈生说道 事关我赤花会名声 还是要小心为上 藤组长 可否借你的绝骨一用 熊藤文言 脸色控制不住的变化 他先是一将 随后面露难色 会长 绝骨乃是我的命骨 轻易不能外借 命骨是和养骨师的性命 息息相关的骨虫 甚至可以说是 养骨师力量的源泉 对普通人而言 是车与老婆数不外借 而养骨师要多一条 那就是命骨不外借 吴剑筹要借熊藤的命骨 这可比借车借老婆要严重多了 这就和借熊藤的脑袋玩玩一个性质 吴剑筹沉下脸来 藤组长 自打你举足 加入我们赤花会 我吴剑筹拿真心带你们 就连南国大草原 这块风水宝地都送给你们 难道藤组长还信不过我 会长带我们自然是极好的 只是这绝骨 熊藤话才说到一半 吴剑筹直接白手打断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看来我赤花会 在藤组长眼中 也不过是一个跳板而已 罢了罢了 这绝骨不见便不见 到时候风儿输了比试 大不了我赤花会就散了 到时候那南国大草原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吴剑筹鸣着罢手 实际上却是把熊藤往绝路上逼 并且暗指要收回南国草原 熊藤一听这话 就忍不住动摇了 当初是他力排众议 举足迁移 顶着压力把田绝儿送给赤花会 这才换来南国草原这块风水宝地 如今他们不足蒸蒸日上 未来可期 要是他这回没有顺从无见仇 之前的努力和付出就全部白费了 愤怒的族人 说不定会对他这个老族长下手 哎 当初若是安心待在深山老林的寨子里 说不定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 熊藤心里叹气 这种被人控制的感觉 着实不好受 但他还是屈服了 默默地点头说道 那便借吧 藤族长不会忠心耿耿 我无见仇不会亏待你们的 无见仇立刻露出笑容 便连比变天还要快 熊藤没了脾气 低下了头 伸手往自己的后颈抹去 他摸着摸着 忽然用指甲划开皮肤 在一片鲜血当中 一只形体如蜈蚣 共有33节身体的黑色蛊虫 痛苦地挣脱出来 这就是绝骨 也是熊藤的命骨 绝骨离开了熊藤的身体 就如同被捞出水的鱼儿 不停挣扎着 仿佛无法呼吸般 十分痛苦 他的身上还带着血肉 臭不可闻 熊藤安抚了一阵 然后拿出一个铁盒 将绝骨放入其中 又割破自己的手掌 放了不少鲜血进其中 把绝骨当鱼儿般养了起来 绝骨得到鲜血滋润 不再挣扎了 不多时就安详睡去 如同死了似的 做完这一切 熊藤瞬间苍老了几十岁 双手颤抖地将铁盒奉上 会长 您拿走吧 吴剑筹笑着接过铁盒 在铁盒上用到扶风印 小心收起以后 拍了拍熊藤的肩膀 赤花会不会亏待你们的 熊藤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心里想的却是 但愿如此 约定的日子 很快就到来了 这几天里 民俗研究会 接待了超过200名 民间教派传人 全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不知是因为君子约定 还是来者数量过于庞大 吴天峰这几天 都没有再对 民间教派传人下手了 得益于这场擂台战 民俗研究会的名声却起 之前王吉王绞尽脑汁 也才招募到 十几个民间教派传人 如今却一口气来了200多人 虽然这200多人当中 大多数都是过来看热闹的 只有极少数 有打算加入民俗研究会 但这已经是很可观的进步了 一旦擂台战严手一赢了 王吉王有信心 拿下他们当中的一半人 赤花会发展200年 才不过200多人 而民俗研究会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就有100多人 至于200人 他相信 在擂台战后半个月之内 就能突破 届时 民俗研究会 将会一跃成为 悬门世界中 屈指可数的头部教派组织 就算是里跟苗再想进犯 都要考虑再三 与此同时 在林宇和林英的推动之下 直播页面增添了新的功能 聊天弹幕功能 即使直播还没有开始 大家也可以在页面中进行聊天 这一更新 是为了继续炒热话题度 把民俗研究会的关注 提升到极致 林小杰 咦 直播页面居然更新弹幕聊天功能了 有意思有意思 小叶 小声赶世人一鸣 诸位同门大家好 为爱中 谢妖 人在国外 刚下飞机 这次无缘亲自去荣城观看擂台战了 还好这个民俗研究会与时俱进 搞出了个直播页面 珍惜拥有 这应该是 我们民间教派传人首个交流平台吧 以前孤身走江湖 不免有些孤独 如今看到如此多同门 心里颇有感触呢 风尘道人 话说会来 这个严守一可不简单啊 我听说 他差点继承了天师之位 信元德元 at 风尘道人 的确如此 此事名门大派人尽皆知 只是我们民间教派少有交流 所以还不知此事 招招的禅使官 妙啊 名门大派一向看不起我们民间教派 这严守一可算是给咱们长脸了 真想亲眼看看 当初罗天大叫上 那些名门大派伪君子们 脸上的表情 卖女孩的小火柴 还不止如此呢 据说严守一取了 驴山派新任掌门林子彤为妻 这林子彤长得倾国倾城 背靠立成林家是真正的白富美 唉 可惜我是女儿身 否则一定要去挖眼手艺的墙角 系统提示 用户卖女孩的小火柴 由于违规发言 被禁言一小时 猪肉来回滚神先站不稳 我靠 出现了 全线狗 第一 这个页面是民俗研究会弄的 你们在人家的地盘 讨论挖人家的墙角 这不是求人得人吗 狗头 明月清风 话说回来 民俗研究会和吃花会 怎么就打起来了 我记得 吃花会远在渝州 民俗研究会在荣城 二者相差两千公里呢 弹幕里安静了一会儿 似乎没人知道原因 这时 一个金色的ID冒了出来 浪里小白龙 吃花会想要打压民俗研究会 他们家少主吴天峰 前几天守在荣城 但凡有人投靠研究会 他就对人家出手 打伤打残 手段很毒 风行水上 at浪里小白龙 哇 金色传说 敢问大佬何许人也 浪里小白龙 比人道横 微不足道 不足体也 不过民俗研究会的会长 严守一 与我有过命的交情 众人顿时对这浪里 小白龙来了兴趣 忍不住分析其身份 首先 此人拥有金色ID 就已经说明了 他身份不一般了 所以他说的 所谓的道横 微不足道 肯定是谦虚了 此人定然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其次 根据他无意间 透露出来的消息 他和严守一 有过命的交情 说明 他是民俗研究会的 核心成员 搞不好还是副会长之类的 大佬啊 众人纷纷发出 OARS的弹幕 表达对浪里 小白龙的尊敬 鸡脚嘎啦 赤花会这么做就有点过了 大家本事同根圣 而且研究会远在荣城 犯不着他渔州什么事 竟然还如此打压 心眼比真还小 范叔有劳保 就是就是 那吴剑筹不当人子 我等瞧不起他 呸 奈何桥头看美女 不过赤花会创建已经两百年 手下高手不计其数 严守一一人连战三场 未免有些拖大了 万一输了就难看了 野兽 而且他自己放出狠话 说了生死不论 搞不好他会死在擂台上 英生 我相信严守一的实力 赤花会这次要踢到铁板了 一气三元 嗯 我算过一挂 此战严守一大吉 七猫输友 二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诸位 我又回来了 有人要一起挖严守一墙角吗 组队啊 系统提示 用户七猫输友 二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由于违规发言 被禁言一小时 众人一阵沉默 大家看出来了 这个交流平台很互短 但互短的方向不太对劲 大家理智分析研究会 和赤花会的实力水平 甚至讨论 严守一有可能会输 可能会死 平台根本不管 但要是讨论到严守一的老婆 想要挖她的墙角 管理员立马出来禁言封号 看来严守一是个护老婆的好男啊 平台里的广大女性网友 都对严守一有了几分好感 默默地站在了民俗研究会这边 西湖边上 一座凉亭里 龙飞城一边嗑瓜子 一边笑出猪叫声 她的手里端着手机 正和平台里的民间教派传人们 聊得不亦乐乎 因为她的无形装逼 让平台里不知真相的网友们 都认为她的是高手 所以对她尊敬有加 言语之间 隐隐有拍马屁的嫌疑 而龙飞城十分受用 并且继续装逼 现实里 我唯唯诺诺 网络上我重拳出击 这时 赵一瑶领着田卷走来 看到龙飞城笑得这么开心 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傻了什么呢 正事不干 龙飞城心虚地收起手机 随后发现是赵一瑶来了 顿时变得嚣张起来 她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懂什么 我这是在给严格造势 造势 造什么事 赵一瑶不解 就是公关 哎 跟你一个老娘们说不明白 龙飞城感觉自己词语匮乏 解释不出各所以然来 于是巧妙地转移了矛盾 鼠罗赵一瑶没闻话 赵一瑶顿时怒了 信不信老娘一拳 把你脑袋打进盆鼓里 龙飞城缩了缩脖子 表示自己怕了 田卷看着有说有笑的二人 有点融入不进去 自打她既是以来 自己就被族人当作牲口一样喂养 长大以后 又被送给吴天峰 折磨了整整三年 以至于她现在 不知该怎么和人相处 她迟疑了一下 怯生生地问龙飞城 我可以吃你的东西吗 说完她眼巴巴地盯着龙飞城 却又觉得会被拒绝 主要是她又饿了 赵一瑶瞠目结舌 你刚才在食堂里 吃了十个馒头啊 文言 田卷摇了摇头 那不吃也没关系 龙飞城哈哈一笑 从口袋里抓了一把瓜子给田卷 吃吃吃 不用跟我客气 田卷面露喜色 将一把瓜子全部塞进嘴里 连壳一起嚼 然后一口吞了 喂 你这 龙飞城和赵一瑶都呆住了 瓜子不是这样吃的 田卷皱了皱眉头 那是怎么吃的 磕了磕 吃里头的瓜子人 难怪我觉得不太好吃 田卷目睹到 龙飞城和赵一瑶对视一眼 都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们脑海里 不约而同地冒出三句话 田卷是个吃货 这姑娘真可怜 吴天峰不得好死 关注这场擂台战的人 有很多 前堂的脸容师崔宇 打更人徐志平 许前 说书人银汤 以及其女徒弟黄英 长安的守墓人李仲熙 除了民间教派传人以外 名门正派对其关注度也颇高 于露明如今身在武当山 却也一直关注着擂台战 但对于严守一能否胜利 这个问题他从未思考过 气韵加深之子 差点夺得天师之位的严守一 怎么可能输给区区赤花会呢 于露明对严守一 有着绝对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 袁建兴也是一样的 峨眉山的关于师太 林小小 以及陪着林小小 一起返回峨眉山的燕南飞 长山二人 早早地守在直播页面 虽然直播还没有开始 但刷弹幕 也能让他们津津有味 当林小小看到弹幕里 有评价严守一实力不够 说他啃老靠女人之时 他气得嘴都歪了 直接撸起袖子 化身超级键盘侠 打开弹幕 就是一阵狂喷 燕南飞见他这副模样 忍不住笑道 小小师妹 你还是太年轻 心境不够强大 那些评论都是空口之谈 不必放在心上 林小小指着 其中一条弹幕说道 他们说 严师兄只会一些皮毛功夫 要说奇门遁甲 还是诸葛家厉害 嗯 燕南飞愣了愣 随后立刻破防 诸葛家算个屁 他诸葛家厉害 那我昆仑山燕家算什么 说着 燕南飞也撸起袖子 直接化身比键盘侠更加厉害的斜剑仙 怒喷上百条 此时 平台上的气氛 已经和最初不太一样了 发弹幕的网友 总共分成四个阵营 认为研究会和严守一能赢的 认为赤花会和吴天峰能赢的 保持中立看热闹的 还有就是像林小小和燕南飞这样 在弹幕里对喷 和其他人吵得不可开交的 倒是没有人议论严守一的妻子林子彤了 因为这部分已经被关进小黑屋了 关于师太微微叹气 遗憾地说道 峨眉山圣果成熟在即 我们不能分心 否则 我理应亲自去一趟龙城 正好也能与师姐团聚 文言 林小小和燕南飞对视一眼 自打知道了十二元城的阴谋 二人便结伴回到峨眉山 虽然昆仑山燕家 马上也有大事要发生 但峨眉山圣果成熟之事 要更早一步 所以 二人才一起回峨眉山 但并没有公布十二元城的消息 而是生怕打草惊蛇 所以在暗中调查 向东 某个小山村的北面 有一处中年不见阳光的山谷 山谷中有一个蝙蝠洞 传闻里头住着 无数能吸活人鲜血的巨大蝙蝠 体型最小的也如同一只野兽 活人要是进去了 就绝对无法出来 村民们对蝙蝠洞近而远之 就算是放羊 都不会靠近山谷 更不会靠近蝙蝠洞 这天 一只蝙蝠飞进蝙蝠洞 嘴里叼着一封牛皮信 它轻车熟路 在黑暗中轻松辨别方向 快速地穿梭在复杂的山洞当中 飞到深处 它忽然降落在一扇石门后头 而后张开嘴巴 发出常人无法听见的声音 轰隆隆地 石门缓缓打开 一缕烛光从石门中透出来 蝙蝠张开翅膀 却是像人类似的 用双足走路 只是走路的姿势有些古怪 左右摇摆 像是企鹅一样费力 走到石门后 便见那烛光摇曳当中 有一黑袍人面对着墙壁而坐 整个人影藏在黑袍当中 黑袍仿佛能吞噬光明 烛光完全无法将之照亮 蝙蝠吐出了牛皮信 毕恭毕敬地趴在地上 像是忠诚的吓人 黑袍人伸出戴着手套的手 拿起信件看了一会儿 随后便将牛皮信扔在角落 牛皮信所落下的角落 赫然有无数白骨 牛羊骨头皆有 但数量最多的 还是人的骨头 这些森森白骨 已经堆积成一座小山 有的已经不知存在多久 骨头干巴巴的 有的比较腥 骨头上还残留着血肉 严仇的儿子要在荣城 与赤花会举行擂台战 黑袍男子发出沙哑的声音 不知是因为太久没说话 还是不适应说话 他的口音和嗓音 都十分古怪难听 细子屡次在严仇手上吃亏 这次便请我出山 也给严家带起点麻烦 目标不是擂台上的严手艺 而是台下的林子彤 有意思 杀严仇的孙子 可比杀他本人有意思多了 这么多年的仇 也是时候了结了 黑袍男子自言自语着 这时候 又一只蝙蝠飞了进来 这只蝙蝠的体型 要大上许多 简直和一头小毛驴 没什么区别 他的手里 抓着一个十岁左右男孩 男孩浑身是伤 已经陷入昏迷 蝙蝠飞进来以后 将男孩丢在黑袍男子面前 随后乖顺地推到一边 不过那漆黑的眼珠子 却忍不住盯着男孩的脖子看 垂涎欲滴 黑袍男子冷哼一声 那蝙蝠顿时下的匍匐在地 不敢再多看半眼 在这之后 黑袍男子才满意地露出笑容 同时也露出了两颗碧绿色 如翡翠的獠牙 他将男孩拖到自己的面前 先是欣赏了一番 而后俯身在男孩身上嗅了嗅 嗯 活人的味道 鲜血的味道 香甜的味道 黑袍男子的肚子一阵抽搐 似乎是极度饥饿造成的反应 他当即忍不住 一口咬在男孩的脖子上 男孩的身体因为剧烈的疼痛 而不停抽搐 表情也变得扭曲 额头上瞬间大汗淋漓 但没过多久 男孩身上就再没有半点血色 不多时 就变成了一具干瘪的尸体 不忍直视 黑袍男子抬起头 鲜血顺着他青色的脖子 往下流 两只蝙蝠忽然间激动起来 不安地左右踩着步子 翅膀也时而张开 时而闭合 拿去享用吧 黑袍男子心满意足地将干尸丢出去 两只蝙蝠争先恐后地扑了上来 用力找抓着干尸 二者谁也不让着谁 在争抢的同时 还不断发出淒厉的声音警告对方 最后在双方的争夺之下 干尸从腰部裂开 一分为二 两只蝙蝠各自得到一半 心满意足地拖到角落享用起来 荣诚 严家 我来了 黑袍男子冷声说道 擂台战的日子 终于到了 早上八点 直播间的人数 竟然已经超过了两万人 这个数字是十分可怕的 毕竟当时还存不存在 两万个民间教派传人 都是问题 不过这两万人当中 必然也有名门正派中的人士 又或者是身为普通人 但全是滔天的大佬 甚至还有一小部分是妖人 但不管怎么说 王极王妖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这场擂台战 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直接影响力 甚至比上次罗天大教的效果还要好 要知道 当初老天师张映身死 消息都没有第一时间传开 但今天这场擂台战的胜负 却是在第一时间会传遍悬门 各方势力的大佬 看到直播的人气 纷纷开始摒弃自己过去的老旧观念 认为也该是时候 接触一下新时代的玩意儿 有利于门派发展 苍茫 怎么还没有开始啊 有没有在荣城的小伙伴之一声 浪里小白龙 金色ID 知 林小杰 白龙大佬出现了 白龙大佬是民俗研究会的人 肯定知道 直播什么时候开始吧 风尘道人 还请道友速速回答 我等已经等了好几天了 内心好焦灼 明月清风 白龙哥哥 快点告诉人家吗 弹幕刷得疯狂 上一秒才发出去的弹幕 下一秒就被淹没 在众人的千呼万唤当中 金色ID总算是开口了 浪里小白龙 金色ID 再过五分钟就开始直播 到时候 有一位帅的惊天动地的主持人 为大家主持 大家记得多捧场 众人顿时开始期待起来 纷纷好奇 这位帅的惊天动地的主持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猪肉来回滚神先站不稳 白龙道友请放心 我们愿意给你这个薄面 第一 我已经准备了一千块钱红包 准备给主持人刷一个保时捷了 风行水上 我也是 五分钟时间很短 没有人退出直播页面 纷纷掐着表等待着 漫长的五分钟过去 直播画面忽然一阵晃动 随后视角被固定 众人立刻观察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中央搭着台子 四周插着旗 背景远处似乎有许多建筑 一心能看到波光零零的湖面 在远处则是高楼大厦 不少人在直播画面中走动 似乎正在忙活着 鸡脚嘎拉 闹钟取静 这是民俗研究会的场地吧 风水看着鸡家 野兽 美中不足的 是竟然下雨了 事先没条好日子啊 荣承今天一大早就开始下雨 把擂台都弄湿了 正在忙活的大家 心里都很不爽 其中便有诸葛连 诸葛连是观天师 他其实知道今天会下雨 如今他打算略施小计 把雨给弄停了 但他的计划 却被王吉网叫停 诸葛急不解 天气不好多多少少会影响到鄙视 为什么王吉网 不让他们把雨弄停呢 对此 王吉网神秘地说 我有个能预知未来的弟弟 昨天我让他帮老爷算了一下 大吉 吉就吉在这场雨 所以你们不能让雨停 否则就会乱了因果 改变未来 诸葛连本来对自己玩弄天气的本事 还挺自豪的 但听王吉网这么一说 他顿时觉得有些挫败感 民间教派果然是藏龙卧虎 自己还是低调点好啊 招招的蚕屎官 那个帅气的主持人呢 怎么没看到人啊 喂 我们要看帅哥 直播里的网友们顿时想起了这茬 现在时间还早 应该看不到眼手衣 但大家不介意看一看帅哥痒痒眼 这时 镜头里探出一张人脸 此人精瘦精瘦的小眼睛 看着像只猴子精 他跳出镜头 手里拿着麦克风 摆出一副自以为帅气逼人的笑容 对镜头鞠躬 各位道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直播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龙飞成微微一笑 心想到 难道被我的十几美颜吓到了吗 都忘了发弹幕了 哎 我这该死得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过了一会儿 一条弹幕悠悠飘过 招招的蚕食官 就这 龙飞成看着 愣了愣 随后快步走到镜头前 手指头连续点了几下 系统提示 用户招招的蚕食官 由于违规发言 被禁言24小时 我靠 直播间里的观众 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脏话 然后默默删出了 聊天窗口里那些笑话 龙飞成的文字 龙飞成问道 难道我不帅吗 鸡脚嘎啦 帅 也是极帅的 嗯 之前那个道友没品味 苍茫 没错 每个人喜好不同 至少我觉得 嗯 这位道友很自信 系统提示 第一打赏了一块钱 龙飞成 这位网友 刚才不还说准备了一千块 要打赏一个保时捷吗 他气不打一出来 暗骂这些家伙瞎了狗眼 要么就是审美太低 欣赏不来自己的盛世容颜 只是龙飞成还是不死心 厚着脸皮 对着镜头说道 各位 觉得我帅得扣一 觉得我不帅得扣 91347894317 813428973491345 于是 弹幕里出现了满屏的 91347894317 813428973491345 龙飞成黑着脸 对站在镜头后面的林宇说道 林宇妹妹 你过来一下 把那些刷乱码的 机器人账号全封了 于是下一秒 弹幕里又飘过满屏的1 龙飞成这才满意 继续厚着脸皮说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第一大哥 麻烦请把之前说好的宝石节刷一下 第一内心是拒绝的 但他担心自己被封号 从而错过待会儿的擂台战 于是昧着良心 打赏了一辆宝石节 同时他也在心里记住了龙飞成的模样 等这次直播过后 他一定要调查一下龙飞成背景 如果对方不强 那就找机会上门打他一顿 如果对方有实力 那就当自己没说过这话 这时弹幕里开始询问正事 擂台战什么时候开始 赤花会的人来了吗 严首一现在在哪 原定的擂台战是9点开始 赤花会的人还没到 也有可能是不敢来了 我们的会长现在还在闭关 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出来 龙飞成总算进入状态 开始回答直播间里的问题 距离擂台战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之所以这么早开播 是王吉网的意思 王吉网要求龙飞成提前一小时 带着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参观一下民俗研究会 这可是一个宣传民俗研究会的绝佳机会 可不能浪费了 龙飞成虽然吊锅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个厚脸皮的射牛 而且很会唠嗑 自来熟 轻轻松松能和各路人士打成一片 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之下 直播间里的观众开始对他有了好感 大家都觉得这小子不紧逗 而且丑 还有些丑 不过长相平平才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 没多久 直播间里的人 左一个小龙 右一个小龙地喊了起来 等到和大家打成一片后 龙飞成便顺势提出 要带大家参观民俗研究会 大家当然也乐意参观了 难不成要盯着龙飞成的脸 看一小时吗 于是 龙飞成开始拿着手机 带着大家在民俗研究会里转起圈来 今日的民俗研究会 要比之前都热闹 两百余人在擂台的四周人头攒动 却不显拥挤 反而凸显出民俗研究会的场地宽阔气派 弹幕里那些民间教派传人 看得眼睛直冒绿光 他们这些漂泊在外的野孩子 做梦都没想过 能拥有如此好的生活环境 一时间对民俗研究会纷纷新生向往 同样在直播间里观看的 还有远在渔州的赤花会会长吴建筹 当他看到弹幕里 对民俗研究会一致好评的情况后 便压抑不住心里极度愤怒的心 忍不住在弹幕里发言 永远年轻 我看也不过如此 空有其表 民俗研究会是有钱 但他们的钱愿意给你们吗 弹幕刚刚发出 镜头里 罗宁和赵一瑶就拿着一麻袋的红包 对着在场的观众喊道 大家周车劳顿 为表感谢 我们研究会特意给今天赶来支持的同门们 送上万元红包 卧槽 在场少说两百毫克人 一人一万就是两百万 说给就给啊 弹幕里顿时飘过无数的羡慕 无见愁的牢骚瞬间被淹没 无人在意 无见愁气的脑袋冒烟 又哼哼着发出弹幕 永远年轻 有钱又怎么样 这个时代有钱没用了 还要有人脉关系 镜头里 罗宁喊道 红包里附带一张黑卡 是专属于我们民俗研究会的 有这张黑卡 可以免费搭乘全建州的交通工具 免费观看各类演出 以资格免费浏览各个景点 还可以免费入住省内所有五星级酒店 别问为什么不能住五星级以下 因为我们看不上 卧槽 弹幕里再次飘过无数个Ors 这已经不仅仅是羡慕了 简直是羡慕极度恨啊 所有人都后悔 自己没能敢去荣城 否则可就减着一个大便宜了 民俗研究会不仅有钱 还大气 对待客人 如同对待自己人似的 而且 从那张黑卡的种种福利来看 民俗研究会 已经打通了建州省的各方势力渠道 未来民俗研究会的成员 在省内 必然是畅通无阻的 真是叫人羡慕啊 吴建筹恨得牙痒痒 他不甘心就这么认输 思考了片刻 又发了新的弹幕 永远年轻 民俗研究会有高手吗 我怎么看到的都是年轻人 这样的势力可走不远啊 但木材发出去 镜头里的龙飞城 就领着观众们 看向西湖湖面 只见湖面上 一只大黄狗踏水而坐 竟然摆出了五星朝天的姿势 看着好像在修炼 龙飞城介绍道 各位注意看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 是我们民俗研究会 养的一条大黄狗 嗯 他不是在修炼了 你们千万不要想太多 他就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 大黄狗了 苍茫 小龙不厚道啊 谁家养的大黄狗 会五星朝天修炼啊 林小杰 民俗研究会果然可怕 就连养的看门狗 都实力不凡 风尘道人 有意思 我越发地想去 民俗研究会看看了 直播里 虽然大家没看到 真正的高手 但从这条能够踏水而坐 摆出五星朝天的 修炼姿势的大黄狗身上 大家心里隐约 已经对民俗研究会的背景 有了一定的判断 深不可测 强啊 吴剑筹猛吸一口气 晕厥在了沙发上 几分钟后 他苏醒过来 气得差点把手机给摔了 这帮没有眼力见的网友 平日里游手好闲 就知道上网 没出现 他还想继续带节奏 却发现 直播间里的网友们 竟然开始反向带节奏了 鸡脚嘎啦 艾蒂永远年轻 你怎么一直在说风凉话呀 你是不是吃花卉的卧底 野兽 我查到这个人的IP地址了 果然在渔州 哼哼 赤花卉的人真不要脸啊 猪肉来回滚神先站不稳 小龙哥 快封他的号 龙飞成也注意到 吴剑筹的发言了 他笑咪咪地说道 有人酸了 但我不说是谁 我也不封他的号 我偏要让他见识一下 我们民俗研究会有多好 显得他们赤花会有多难 杀人诛心啊 小龙哥真坏 不过我们好喜欢 弹幕里哈哈哈哈地笑成一片 大家笑得越欢乐 显得吴剑筹越是滑稽 吴剑筹放下手机 满脸颓废 快乐都是你们的 只有悲伤属于我 龙飞成紧接着还嘲讽道 那个什么赤花会少主吴天峰 我狠话先撂这儿了 他今日要是赶上擂台 我们会长肯定把他打出响来 耶稣来了都拦不住 我说的 小龙哥霸气 弹幕再次夸赞 吴剑筹脸色难看到极点 忍不住关掉直播 打电话给吴天峰 电话刚接通 他就劈头盖脸地骂道 龟孙子 你磨磨蹭蹭地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民俗研究会 狠狠地打那帮混账的脸 吴天峰正在享用早餐 突然挨了自己老子的一通骂 顿时觉得莫名其妙 我招谁惹谁了 还有 我是龟孙子 你老不就成龟儿子了吗 8点50 荣城的雨又大了不少 逗大的雨点打在西湖的湖面上 溅起涟漪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龙飞城的直播心情 他依旧在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聊天打屁 就连ID叫第一的这位大哥 本想坐飞机去荣城揍龙飞城一顿的 如今已经在直播间里连刷了100个火箭 就在直播间里一片火热之时 现场忽然有了动静 民俗研究会的大门口来了十几辆车子 车身上统一贴着一朵妖异的红花 赤花会来了 得到消息的龙飞城拿着手机往外走 路上不忘嘲讽一下赤花会的少主吴天峰 等到他来到门口的时候 吴天峰已经下车 身边跟着左护法 以及吴剑筹派来的其他护卫高手 哪怕是从直播镜头里看到赤花会的人 网友们也还是忍不住感慨一下 这赤花会不愧是成立超过200年的组织啊 他们的护卫训练有素 非常有规矩 不苟言笑 相比之下 民俗研究会的人似乎太松散了一些 但也有人不喜欢赤花会的风格 认为民间教派就应该自由一些 不可否认的是 赤花会的出现 依旧让大家重新审视了一下 民俗研究会和赤花会的差距 吴天峰下车后 环顾四周冷声说道 严守一呢 该不会被本少主吓得不敢迎战了吧 哼 倘若真是害怕了 本少主也不为难他 只要他肯亲自出面 从我胯下钻过去 再喊我一声爷爷 我就放过他 严守一没有现身 王吉网就成了画室人 他淡淡地说道 我们会长今天要一口气连战三场 和你这种顽固子弟当然不同 他需要好好准备准备 吴天峰脸色一冷 准备反击回去 但王吉网抢先一步说道 口舌之争无用 时间快到了 吴少主还是赶紧进来吧 别耽误了时辰 吴天峰冷哼一声 时辰 阎王要你三更死 我们不敢留你到五更 王吉网微微一笑 此言一出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纷纷叫好 这狠话放的 够狠 恰好严守一姓言 王吉网仿佛说出了吴天峰的宿命 吴天峰怒了 他对左护法使了个眼色 左护法便立刻要对王吉网出手 可就在他即将要出手之时 一道佛光 骤然在王吉网身前乍现 下一秒 妙计五僧沐浴在佛光之下 缓缓现身 阿弥陀佛 妙计五僧双手合时 手里拿着一串念珠 左护法见状 忍不住后退几步 他感觉到了妙计五僧身上的威胁 动起手来 他未必能讨得到好处 于是 左护法决定改变策略 骂上妙计五僧几句 呈一呈口舌之风 毕竟佛门有八戒 轻易不会开口骂人 更不会杀生 谁曾想 刚刚说完阿弥陀佛的妙计五僧 下一秒便指着左护法骂道 臭不要脸的狗东西 想要以大欺小 先看看贫僧的拳头搭不搭应 你要敢在擂台之外动手 贫僧必要打抱你的狗头 你要是不信 大可以来试试 左护法 这 这还是吃斋念佛的和尚吗 这分明是个妖僧啊 吴天峰对左护法的表现很不满意 他低沉着声音问道 为什么不动手 左护法脸色难看 这妖僧实力不俗 给我的感觉 和八角井里的那位有点像 吴天峰文言一正 随后眼里露出深深的忌惮 决定暂时认怂 不和妙计五僧硬碰硬 同时 他还往身后看了一眼 在他的车队里 有一辆乡型车 车子很古怪 外面用十几条铁链锁着 四周还贴着各种各样的道符 一路过来 这辆车子被许多市民围观拍照 甚至还被执法部门拦下来过 但随着车队一起过来的 有一名魅术师 沿途那些想要查车的人 全都被他给控制 躲过检查 进去吧 吴天峰冷声说道 王吉网点点头 在前头带路 吴天峰招了招手 随行之人步行进入 那辆乡型车跟在最后头 慢悠悠地开着 妙计五僧也注意到 那辆奇怪的乡型车 当看到上面贴着的道符之时 他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他能感觉得到 车厢里关着一个人 又或者是妖 车里的那位给他的感觉很奇怪 似乎是同道中人 但又有种水火不容的感觉 有古怪 妙计五僧自言自语道 我得找狗道士商量商量 严仇闭关了 期间谁都不能打扰他 甚至严守一百类台战的事情 严仇都不知道 如今民俗研究会 就剩下三个长辈 妙计五僧 狗道士和魏长青 温玉仙暂时不算 他的实力有限 因为心底里对魏长青还有偏见 所以妙计五僧不打算找魏长青 只想和狗道士聊一聊 赤花会的队伍 浩浩荡荡地走进民俗研究会 吴天峰全程昂首挺胸 用鼻孔看人 傲气二字都快写在脸上了 连带着赤花会的其他人 也是这副德行 似乎高人意的 这让在场的观众 以及直播间里的网友 很是不爽 大家都是民间教派传人 凭什么你们就高人一等 还是民俗研究会好 里头的老哥各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就好像回到家一样 不远处 一座两层凉亭的二楼 田卷看到吴天峰到来 吓得翘脸发白 一旁的诸葛连摸了摸他的头 安慰道 这么多人护着你呢 不用怕他 但这并没有减轻田卷的害怕 他声音沙哑地说道 要是眼手一输了怎么办 我会不会又要回到赤花会 诸葛连扶了扶眼镜 说道 以这几天我对民俗研究会的了解 就算眼手一输了 大家也绝对不会把你交出去 眼手一身边的那些人 可是真的敢拼命的 嗯 当然 眼手一会不会输还不一定的 姐 你觉得呢 诸葛连笑道 我不知道 不过眼手一输了 你觉得我把你卖给吴天峰 然后加入赤花会怎么样 诸葛连下的后退两步 田卷也一脸惊恐地看着诸葛连 诸葛连摸了摸鼻子 问道 这个笑话不好笑吗 一点都不好笑 诸葛急郁闷地说道 田卷迟钝了几秒钟 才意识到 这是一个笑话 他差点又要跳楼逃跑了 擂台旁 赤花会一行人昂首利 对现场的其他民间教派传人 很是不屑 吴天峰更是没正眼瞧 其他人一眼 因为之前吃早餐时 被父亲无端责骂 所以 吴天峰此时的心情很不好 他一跃跳上了近两米的高台上 俯瞰四周 力声喝道 严守一人呢 该不会是怕了本少主 不敢出来迎战了吧 不得不说 吴天峰这逼仔子虽然爱装逼 但他的实力却不容小觑 从他跃上高台时轻松的模样 便知道这家伙不是什么不学无术的二世祖 忽然 现场有人注意到 大雨落在吴天峰的身上 却没有打湿他分毫 雨点在他的衣服体表自动滑落 吴天峰的周身 像是覆盖着一层无形的气罩 隔绝了所有的雨水 直播间里 之前瞧不起吴天峰的网友们 逐渐开始正式起来 风尘道人 没想到这赤花会少主 还有几分实力 之前使我们小瞧他了 鸡脚嘎拉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业 民间教派的职业细分起来有数百种 但真正适合战斗的 其实并不多 范书有劳保 但不管吴天峰是什么职业 那严守一是鲁班传人 怎么也不会输给他吧 之前民俗研究会和严守一的呼声很高 一方面原因是 王吉网刻意引导舆论 让严守一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另一方面的原因 则是因为严守一是鲁班传人 鲁班教在民间教派当中 属于极其神秘强大的存在 远比赶诗人之类的要罕见得多 现在大家冷静下来了 也纷纷开始分析真正的战况 只是至今严守一还没有现身 大家轻易无法下结论 见无人回应 吴天峰的目光在擂台四周寻找 忽然 他看到人群后方的亭子里 站着二女一男 其中有一张面孔 是他无比熟悉的 田卷 吴天峰冷哼一声 像是呼唤自家养的狗的名字似的 对着田卷喝道 你这个贱人 滚过来 所有人都忍不住回头 看向亭子二楼 田卷似乎早已经条件反射 听到吴天峰呼唤自己 他身子本能地动了动 这时候 诸葛连伸手拦住了他 田卷 你傻呀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你弄出来 你怎么还往吴天峰那儿去 田卷回过神来 眼里闪过痛苦之色 我 我也不想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身体有点不受控制 唉 那吴天峰不得好死 诸葛连骂了一声 可想而知 过去三年 田卷在吴天峰那里 吃了多少苦 吴天峰见田卷没过来 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随后却哈哈大笑 不会吧 田卷 我养了你快三年了 你就这样背叛了我 投入民俗研究会 哼 你以为他们护得了你吗 他们自身难保 田卷咬咬牙 低着头不敢回答 诸葛连哼哼着推了诸葛几一把 你上 给我狠狠地骂吴天峰 设恐宅男弟弟 顿时缩了缩脑袋 姐 我不会骂人 哼 诸葛家是个男的 都比你有种 诸葛连恨铁不成钢 打算亲自出马 和吴天峰对线 帮田卷出头 但他刚准备开口 却有人抢在他的前头了 试花会的男人也不过如此 也就欺负欺负女人了 女汉指赵一瑶憋不住了 骂骂咧咧地跳上擂台 活动关节 似乎是准备揍吴天峰一顿 吴天峰 瞇着眼睛打量着赵一瑶 这个女人虽然长得好看 但身材略微魁梧了一些 且一口东北话嘎嘎的 让吴天峰生不出半点兴趣 吴天峰挑女人的要求 不仅是要长得好看 还得乖巧听话 最好是那种 对她言听计从 跪着给她洗脚的那种 但女汉指赵一瑶 显然不是那种人 她不仅不会给男人洗脚 还会在男人提出 要洗脚的下一秒 直接把男人的脑袋 奔进洗脚盆里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赵家人明明让赵一瑶 给严首一当丫鬟 结果严首一从 没有使唤过她的原因 丑女人 你说什么 吴天峰挑衅般地问道 赵一瑶哼了一声 我丑 你不丑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那腊肠嘴割下来 都可以在路边摆摊了 脸上的油 也不知道刮一刮 得亏今天下雨 要是大晴天叫太阳一晒 你脸上的油 都可以下锅炸薯条了 丑了巴唧的 还割着嗶嗶老娘 乌鸦落在猪身上 竟看到别人黑了 吴天峰瞪大了眼睛 被赵一瑶对得哑口无言 直播间里的弹幕 也瞬间炸开了锅 小燕 我滴个乖乖 这妹子也太刚烈了 骂得好啊 为爱中 哼 我们东北女人 从不惹事 也从不怕事 招招的蝉屎官 姐姐又美又洒 爱了爱了 要说赵一瑶喷人的功夫 那肯定是一绝 一旦发力 龙飞城都得靠边站 顺便喊他一声大姐大 偏偏吴天峰长得 确实也不算帅 顶多是嚣张的气势 加了点分 赵一瑶说的腊长嘴 正是吴天峰的特征 简直说到他的痛处了 吴天峰被喷得破防 气得嘴都歪了 立刻扭头对左护法说道 左护法 给我好好教训这个臭娘妈 既然是来打擂台的 当然就不能落了赤花会的面子 左护法当即跳上擂台 眼神不善地盯着赵一瑶 赵一瑶不屑一笑 怎么 说不过我就要动手 赤花会的男人果然没中 左护法不是嚣张之辈 也不不理会赵一瑶的羞辱 他抱拳淡淡地说道 在外维护赤花会的名声 乃是我身为护法的职责 这位姑娘对不住了 赵一瑶回头看了一眼王极网 打不打 还得王极网点头才行 毕竟今天的主角不是他 王极网则是看了一下时间 距离眼手一出关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于是他点头道 那就打一场 就当暖场了 赵一瑶当即露出兴奋之色 眼中有热血在燃烧 却不理左护法 而是问道 赤花会的 你们待会谁打第一场 正是在下 左护法冷声说道 赵一瑶咧嘴一笑 好 我打的就是你 距离双方约定好的擂台战时间 还剩几分钟 大家不介意在看正片之前 先调动一下气氛 尤其是在不知双方 实力深浅的前提之下 让两个打头阵的相互试探试探 大家很好奇 这个骂人如此犀利的东北妹子 会是什么身份 大家都挺赶时间的 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赵一瑶吹了声口哨 道 黄四皮 出来 伴随着赵一瑶的口哨声 一缕土黄色的烟气 从它身后飘出 随后这一缕烟气开始旋转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龙卷风 下一秒 龙卷风忽然凝聚出实体 化作了一只如驴一样大小 仅用后腿站立的巨型黄鼠狼 黄鼠狼十分人性化地 用手指头 搓着自己鼻子两旁的白色胡须 嘴里发出嘖嘖嘖的声音 怎么这么多人啊 黄四皮环顾四周 口吐人言 台下的观众 以及直播间里的人们 瞬间沸腾起来 原来是东北出马仙 是了 这姑娘来自东北 大概率就是出马仙 其实诸多民间教派职业当中 出马仙最为泛滥 因为他们常常以家族形式出现 血缘为纽带 更容易团结在一起 因此 出马仙的数量 要比其他的民间教派 传人数量多得多 东北出马仙家族有不少 不知这位姑娘 出生在哪个出马仙家族 她年纪轻轻 召唤出来的黄大仙 体型却不小 算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出马仙了 民俗研究会果然不简单啊 这随便一位都是藏龙卧虎 这下有吃花会好看的咯 观众当中议论声不断 皆是被赵一瑶和黄四皮 所惊讶到了 四皮 前一阵子让你吞了那么多惊魄 结果你天天睡大觉 今天正是要让你出来锻炼锻炼 赵一瑶笑着说道 黄四皮文言 这才注意倒站在擂台上的左护法 她不敢兴趣地打了个哈欠 深深懒腰说道 要打就快点 打完了 本大仙还要回去睡觉呢 口出狂言 世华会的人纷纷皱眉 甚至有忍不住开口叫嚣的 吴天峰则是露出玩味的笑容 有趣 这是给左护法送礼来了 擂台上的左护法 发现赵一瑶是出马仙 并且召唤出黄四皮以后 表情也很是古怪 似乎是兴奋 贪婪 真不巧啊 你们遇到了我 左护法冷冷一笑 她笑声好像一道冷风 刮在赵一瑶和黄四皮的身上 让赵一瑶忍不住起鸡皮疙瘩 黄四皮也露出凝重之色 黄四皮吸了吸鼻子 沉声说道 这家伙是什么来头 怎么浑身妖气 妖气 赵一瑶一愣 旋即有了不祥的预感 只见左护法上前一步 手中多出了一个紫砂壶 她略微释放 打开壶盖 竟然也有一缕土黄色的烟气 从紫砂壶中飘了出来 同样的龙卷风 凝聚出同样的黄鼠狼虚影 竟然也是黄大仙 这只黄大仙 毛发要比黄四皮显黑一些 脸上有着触目惊心的伤疤 看着很是凶狠 最重要的是 左护法召唤出来的黄大仙 体型如牛 完全压制黄四皮 你也是出马仙 赵一瑶先是一惊 随后迅速冷静下来 立刻否决了自己的想法 不对 出马仙的仙家 都是依附在人身上的 不可能躲在一个紫砂壶里头 台下的戏法师何希平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喃喃自语道 紫砂壶 他不是出马仙 是炼妖师 炼妖师 不论是台下的观众 还是直播间里的沙雕网友们 全都露出了然之色 炼妖师是民间教派当中 十分罕见的存在 他们的罕见程度 甚至超过了鲁班传人 倒不是因为炼妖师难以传承 而是因为炼妖师必须依服炼妖壶才能修炼 而这个世界上的炼妖壶炼制方法早已经失传 流传下来的炼妖壶数量有限 世界上有多少个炼妖壶 就有多少个炼妖师 甚至炼妖师的数量会少于炼妖壶的数量 空学炼妖师的本领 手里却没有炼妖壶 学了也是白学 只有手里有炼妖壶的人 才有资格成为炼妖师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脉相传 炼妖师不仅数量稀少 实力还十分强大 因为一脉相传的炼妖师 得到的炼妖壶是从师父手中继承而来 而炼妖壶当中存放着过去 不知道多少代炼妖师收服的妖怪 这些妖怪都是被炼妖师收服 然后关在炼妖壶当中的 一旦感受到炼妖师的召唤 他们就会被释放出来 协助炼妖师战斗 而炼妖师能召唤多少只妖怪 妖怪的实力有多强 则取决于炼妖师本人的实力水平 有可能炼妖壶里有强大的妖怪 但炼妖师实力不济 一样无法召唤 这个其貌不扬的左护法 竟然是数量极其稀少的炼妖师 这点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但惊讶过后 大家又觉得 赤花会作为发展了200多年的 民间教派组织 内部必然有一些数量稀少 却十分强大的职业 否则赤花会200多年 岂不是白发展了 左护法是炼妖师 这对民俗研究会而言 不是什么好消息 何希平陈生说道 虽然一窑和四皮之间的联系 要比炼妖师和他的妖怪之间 更加紧密 配合的也更默契 但对方剩在数量 并且目前来看 光是他召唤出来的黄大仙 也比四皮要厉害 哎 若是花阿公上台 恐怕还好打一些 偏偏是一窑和四皮 真是撞枪口上了 弹幕里也是一片唱衰 连龙飞城一时间 都有点控制不住大家的情绪了 吴天峰看到现场众人的反应 心里很是满意 他冷笑着对左护法说道 左护法 你的黄阿里 应该很久没有吸收 惊破了吧 眼前这只黄大仙 对他而言可是大补 千万别放过了 左护法脸上露出笑容 他召唤出的黄大仙 同样露出嗜血之色 明明是同类 但这只黄大仙 显然是把黄四皮 当作补充营养的食物了 棘手啊 黄四皮看到黄阿里 不由地咧着嘴 倒吸一口凉气 本以为是一场普通的假 没想到 竟然遇到自家人了 四皮 照一摇小声地说道 咱俩搞得定吗 黄四皮心里也没底 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 但是可以一试 和出马先一人一妖的 亲密关系不同 炼妖师靠着炼妖狐 一人可以控制多只妖怪 虽然炼妖师 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 但却因为一心多用 导致对妖怪的掌控力不足 妖怪不会完全 听从炼妖师的命令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有时候 会在战斗当中 直接违背炼妖师的命令 换言之 只要炼妖师不死 妖怪们就无所谓 而在战斗当中 妖怪也会优先考虑自己 其次才是炼妖师 所以 即便黄阿里 要比黄四皮厉害 赵逸妖依旧有打败 左护法的可能 左护法看到赵逸妖 明显不如之前那样硬气了 嘴角勾起笑容 还打吗 打 怎么不打 赵逸妖不服输地喝道 那就动手吧 左护法丝毫没有因为 赵逸妖是女人 而有半点放水的意思 她摇摇一指 面前的黄阿里 瞬间弯下腰 双腿肌肉膨胀 砰的一声冲了出去 黄阿里速度极快 快得只能在空中 留下黑色的闪电般的残影 眨眼功夫 已经杀到黄四皮面前 赵逸妖面色一变 喝道 四皮 快闪开 等你提醒 本大仙早就凉凉了 黄四皮迅速闪躲 还不忘回头调侃一下赵逸妖 二者是平等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好朋友 所以才能这样交流 黄四皮刚刚闪开 黄阿里就出现在 她原本的位置上 立着瞬间在地面上 留下狠狠的抓痕 嗯 似乎是惊讶于黄四皮的速度 和反应力 黄阿里轻轻地N了一声 与其中有几分疑惑 同种族的妖怪 衡量实力的方式 非常简单粗暴 那就是 看谁的体型大 体型越大 代表着实力越强 道横越深 这点和鬼王是一样的 黄阿里自信 自己的道横 是绝对超过黄四皮的 但方才黄四皮 展现出来的速度 却似乎略胜一筹 这是什么情况 短暂地惊讶过后 黄阿里只将此事 归结于黄四皮 在速度方面有些天赋 任何事物 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越有殷勤缘缺 人也有此消彼长 黄阿里认为 既然黄四皮的速度快 那么他的野攻击力 必然不高 又或者防御力 远不如自己 于是 黄阿里迅速改变策略 直接放弃追踪黄四皮 转而扑向赵一摇 攻击出马仙本体 黄四皮绝对要回来保护的 果不其然 刚刚才消失的黄四皮 立刻出现在赵一摇的身前 同为黄大仙 你怎么如此不讲武德 黄四皮怒道 难道不是我们 做妖怪的仙比试比试 然后才轮到他们吗 黄阿里冷哼一声 小崽子 你还以为这场战斗 只是比试那么简单吗 我可是很想把你吃掉嘛 什么规矩 什么套路 在生死面前屁都不算 你若是不认真起来 不出十个回合 就会沦为我的副中餐 哦对了 把你吃掉以后 我再吃掉你的出马仙 这女人虽然骨架大了点 但想必肉都很结实爽口 我最喜欢吃这样的人类女人了 嘖嘖嘖 话音才落 黄阿里已经出现在黄四皮的面前 亮出利爪 狠狠地抓向黄四皮 黄四皮却一跃而起 一脚踹在黄阿里的肚皮上 碰 这一脚 竟将水牛般体型大小的黄阿里 直接踹飞出去三十几米远 差点就直接掉下擂台了 什么 本打算看好戏的左护法 脸色大变 黄四皮的体型 明明要比黄阿里小那么多 可为什么这家伙爆发出来的力量 却是如此可怕 被踹飞出去的黄阿里 靠着利爪 在擂台上留下了十米长的抓痕 这才没让自己掉下去 他挣扎着爬起来 只觉得自己的肚子 火辣辣地疼 要是再多用点劲 恐怕自己的五脏六腑会全部破碎 骨头也会碎成渣子吧 可恶 你找死 黄阿里怒不可遏 再次扑上前 黄四皮浑然不惧 与黄阿里缠斗在一起 几个呼吸的功夫 二者竟然斗了上百个回合 道横稍微低一些的 只能看到擂台上 一黄一黑两道身影突然碰撞 没多久又分开 调整了姿态后再次碰撞纠缠 而龙飞城的直播手机 已经完全拍不到清晰的画面了 只能看到两道残影 这黄四皮的体型 比黄阿里小那么多 二者竟然打得不分上下 神奇 神奇 看来练妖狮也没那么夸张 还是出马仙厉害 一辈子只养一位仙家 这一位仙家就足够厉害了 赤花卉的左护法 该不会就这点招数吧 如果他再不召唤点别的妖怪出来 这一战赵义摇碧莹啊 左护法听到了台下的议论声 脸色越发阴沉 他是练妖狮 对妖怪也算了解 但此时也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黄阿里会打不过黄四皮 二者交锋了一阵 忽然间分开 现出身形 只见黄四皮的胸口上 有着一道血淋淋的抓痕 身可见骨 而黄阿里更惨 他头破血流 一只胳膊似乎是骨折了 嘴角还止不住地溢出鲜血 黄阿里身子晃了晃 才勉强站稳 连忙为自己震骨 左护法忍不住质问 你是怎么回事 怎么连他都打不过 黄阿里心中恼火 不屑回答左护法的问题 这时候 赵一瑶悠悠开口了 答案很简单 品种不同呗 品种不同 左护法愣住了 同样是黄大仙 有什么品种上的差异吗 肉眼看去 只不过是黄阿里的毛发 颜色偏黑而已 除此之外 看着和黄四皮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我出生在东北赵家 赵一瑶淡淡地说道 赵家传承不知多少年 世世代代代和黄大仙和平共处 能和我们赵家签订条约 成为仙家的黄鼠狼 都是黄家最有天赋 最出色的后代 而你的黄阿里 不知是哪个深山老林里的野妖 怎么能和正宗黄家的黄大仙相比呢 该死 听着赵一瑶的话 黄阿里的脸上露出无法遏制的憎恨 人类只论实力强大 对血统并不是特别看重 但作为一只妖怪 却是对血统无比重视 血统高贵者 天生拥有更高的地位 更强的天赋 注定会比普通的妖怪更强大 黄阿里虽然出生在东北 但却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妖 幼年时期得以侨夫所救 阴差阳错讨要了名字 这才迅速成长 苦修两百年 有了如今的修为 后来 黄阿里被左护法的师父所收 成为炼妖狐当中诸多妖怪之一 别看黄阿里的体型比黄四皮大 但因为血统原因 黄四皮的实力依旧在黄阿里之上 并且 黄四皮有赵一瑶这个出马仙的加持 实力又有提升 黄阿里只是一只被收服了的妖怪 并没有从炼妖狐和左护法那里 得到任何的好处 一番交手之后 之前还嚣张无比的黄阿里 发现了这个真相 原本想闭口不提 却被赵一瑶点破 一时间 黄阿里羞愤不已 眼中的怒火都快要烧出来了 品种 不同 左护法看了黄阿里一眼 心生不悦 还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黄大仙 原来也不过是个杂种而已 之前黄阿里就屡次瞧不起左护法 左护法碍于他是只修为不错的黄大仙 又是师父收服的 才忍气吞声 如今 黄阿里害得他丢脸 他便将所有的怒气 都撒在黄阿里身上了 黄阿里 你若是打不过他们 我可以再帮你叫几个帮手 左护法冷声提醒道 黄阿里怒道 闭嘴 不需要 尽管黄阿里态度坚决 但在场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单凭黄阿里 绝对不是黄四皮的对手 更何况 赵一瑶还没有出手呢 出马仙可不是那种 躲在仙家背后 只会阴阴阴的小可怜 他们修炼的法门十分诡诀 手段多种多样 而至今为止 赵一瑶还没有参与到战斗当中 黄四皮舔了舔伤口 冷笑道 你若再不请帮手 待会儿谁吃谁就说不准了 台下的吴天峰 并不想看到赤花会落入下风 于是冷声提醒 左护法 速战速决 明白 左护法不再顾及黄阿里的感受 抬手又从练妖狐中 释放出一只妖怪 一只五米高 浑身缠绕着藤腕 树根暴露在地面上的树腰 树腰的树干上 树皮皱巴巴的 隐约可以看出一张人脸的模样 长藤 五百年道行 左护法骄傲地介绍道 一只拥有五百年道行的树腰 即便是见多识广的何西平 都觉得稀奇 观众们更是好奇不已 细细打量 想找一棵五百年的树 很容易 但想要找到一只五百年道行的树腰 却没那么简单 树想要成腰 自身的天赋 生长的风水宝地 各种天时地利 缺一不可 但最重要的是 树木并不具备灵质 想要和动物一样修炼 必须要有高人点画 这只树腰便是在五百年前 得一道是点画 这才成功修炼成腰 它是左护法师傅的师傅所收服 平日里性格相对温顺 但 左护法每个月 必须要献击一个活人给它享用 否则这只树腰 就会异常暴躁 甚至在炼腰壶中 被其他的妖怪大开杀剑 树腰 黄四皮眯起眼睛 黑色的鼻子动了动 似乎在辨别树腰的气味 黄阿里则是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抢先冲向黄四皮 似乎是不想 被长藤给抢了出手的机会 黄四皮对这个手下败将并不上心 准备闪躲反击 却在他刚准备移动之时 他的脚下台子忽然碎裂 钻出了两根藤腕 如同章鱼的触脚 死死地拽住黄四皮的双腿 反观长藤那边 这次的树棺上 垂下两根藤腕钻进地底 五百年树腰 手段果然不一样 眼看黄阿里已经来到跟前 并且亮出了利爪 黄四皮脸色大变 虽然人类看不出来 碰 千军一发之际 赵一摇的身影 忽然出现在黄四皮的身侧 同样是一脚 直接将黄阿里给踹翻在地 他的力量虽然不如黄四皮 但也十分可怕 黄阿里挨了一脚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稳住身形后 震惊地看着赵一摇 只见赵一摇的周身 被一股淡淡的黄气所包围 他借用了黄四皮的力量 好 现场观众和直播间的网友们 纷纷叫好 这个赵一摇虽然是女子之身 但却将出马仙的本事 练得出神入化 可谓是天之骄泽了 赵一摇从身后抽出一柄 手臂长的开山刀 一刀劈开了束缚着黄四皮的藤腕 恢复了行动能力的黄四皮 不爽地看了长藤一眼 低声道 一只黄阿里我能对付 再加上那只束腰 够呛 所以我这不是下场帮忙了吗 赵一摇说着 用开山刀割破自己的手掌心 再用手指头沾着鲜血 在黄四皮的额头上 画下了一个神秘的符咒 符咒画成 黄四皮的体型竟然瞬间长大 与那黄阿里相同 不仅如此 赵一摇的身上气血燃烧 眼睛变成青黄色 瞳孔细弱针孔 鼻子两旁甚至长出了白色的胡须 脑袋上更是长出了两只毛茸茸的耳朵 他身体前倾 左手着地 右手则依旧握着开山刀 出马仙的看家本领 妖画 以自身精血为影 不仅增强仙家的实力 还能让出马仙自身拥有妖怪的特征 实力大涨 见到这一幕 就连左护法都隐隐感觉不妙 和出马仙不同 左护法只是练妖师 说难听点 就是用练妖狐养着一群妖怪 他自身的实力 肯定是比不上妖画后的赵一摇的 于是 左护法不敢坐以待毙 立刻下命令 长腾 快出手 长腾的眼睛骤然变得血红 茂密的树干里 瞬间标射出十几条藤腕 或鞭打或缠绕 但全都是冲着赵一摇而去的 谁曾想 那赵一摇不仅不怕 反而迎着藤腕冲了上去 他的身体超出人类的灵巧 轻松地做出各种扭曲的动作 一路躲避藤腕的围剿 还时不时抽刀出手 披荆斩棘 腰画后的赵一摇 竟然异常地凶悍一路披荆斩棘 甚至踩在长腾的藤腕上奔跑 时不时一个灵巧的空帆 躲过其他藤腕的偷袭 一时间 现场观众忍不住恋恋喝彩 弹幕更是热闹起来 招招的蝉使官 这个姐姐竟然变成猫娘了 我太爱了 风尘道人 猫娘为何物 唉 不得不服老 越来越顿不上年轻人的思维了 猪肉来回滚神仙站不稳 严格来说她不是猫娘 而是黄鼠娘 突然有点不忍直视了 不过东北赵家果然非比寻常 这赤花会的炼妖师恐怕够呛 赵一摇摇化之后 竟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而黄四皮那边也没有闲着 正追着黄阿里咬 黄阿里已经彻底不是黄四皮的对手了 更没有之前的嚣张 很快 赵一摇已经突破了层层阻拦 杀到长腾的面前 别看长腾控制的那些藤腕十分灵活 但他本身却很是笨重 一旦让赵一摇近身 搞不好就是任人宰割的画面 台下的吴天峰急眼了 左护法 你在做什么 然而左护法竟然出奇地冷静 眼中甚至有一丝奸诈 只听他突然大喊 出手 长腾没动 但长腾的树冠上 突然冲出三道白影 赵一摇没料到 对方竟然还有后手 尽管尽力闪躲 左腿却还是被击中 他一时间竟然动弹不得 仿佛有东西抓住他的小腿 回头一看 是一团白色的蛛丝 将他的左腿 直接固定在地上了 与此同时 赵一摇感觉到 左腿传来一阵灼烧感 这蛛丝有毒 长腾的树冠上 一只脸盆大小的白色蜘蛛 顺着蛛丝倒挂着溜了下来 他的腹部 竟然长着一张逼真的人脸 有的蜘蛛为了吓唬天敌 身上会进化出一些特殊的图案 伪装成高级的猎手 猪如蛇 鸟之类的模样 自然界中 图案像人脸的蜘蛛 也确实存在 但 眼前这只蜘蛛身上的人脸 是真的 只见那张人脸张开嘴巴 发出了刺耳的尖笑声 似乎在嘲笑赵一摇 方才掉以轻心 中了他的偷袭 第三只妖 赵一摇心里一沉 发现左护法正在长腾的身后 哈哈大笑 原来方才左护法一口气 召唤出了两只妖怪 但蜘蛛妖 却是隐藏在长腾的树冠里头 一直折服到刚才 才抓住机会偷袭 没那么容易对付啊 哈哈哈哈 左护法大笑道 真当我吃花卉 都是无能之辈吗 这只蜘蛛妖名为天赋 六百年修为 六百年修为 已经是十分罕见可怕的大妖了 现场一阵沉默 显然是天赋的出现 刷新了大家对练妖师的认知 民俗研究会这边 大家凑在一块 脸色都有些难看 何希平低声说道 果然还是小乔练妖师了 要知道他们的练妖狐 是代代相传的 就算左护法实力不济 但练妖狐狸的妖怪 却是实实在在地强大 一窑有麻烦了 如果练妖师 再召唤出几只妖怪 恐怕就要 超出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罗宁有些担心自己的闺蜜 这场战斗 一窑已经败了 王吉王叹了口气说道 之前是我疏忽大意了 不应该让他上台的 其余人齐齐看向王吉王 与其中带着一点点质问 怎么就败了 王吉王冷静解释道 练妖狐狸 恐怕还有其他妖怪 就算一窑占据上风 到最后 练妖狮必然也会破罐子破摔 强行召唤所有妖怪 又或者是他本人控制不了的妖怪 反正他的目的是 战胜赵一窑 至于剩下的烂摊子 谁是这儿的主人 便由谁来收拾 闻言 大家的脸色 忽然都变得很难看 没有人会怀疑 练妖狐狸 是否存在更强大的妖怪 王吉王也说的没错 在民俗研究会里头 练妖狮可以不计后果的召唤妖怪 反正最后收拾烂摊子的人不是他 那还打吗 罗宁低声道 不如紧急叫停吧 现在叫停 无异于认怂了 王吉王摇头 只能希望老颜快点出关 只有颜首一现身了 这场热身赛 才会被叫停 而此时距离约定的九点 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颜哥呀颜哥 你赶紧现身吧 龙飞成在心里默默祈祷 台上 赵一瑶用开山刀 劈开了缠绕在小腿上的蛛丝 他深吸几口气 恢复冷静 然而他刚刚迈开步子 左腿却突然一软 整个人亮腔地跌倒在地 毒素扩散了 左护法的笑容更加阴险 天赋的毒 只能用天赋的血清来解 你要是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迟了 就再无回天之力了 现在认输 我便让天赋给你解毒 赵一瑶咬了咬牙 回头看了一眼台下 只见台下的老金微微点头 老金的意思是 这所谓天赋的毒 他是有能力解的 左护法所说的 不过是在吓唬人罢了 有老金兜底 赵一瑶就不担心什么了 他挣扎着站起来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我召驾儿女 祖上出过十三位将军 列祖列宗在战场上从没有耸过 老娘又怎么会对你一个 区区不入流的炼妖师低头 不入流的炼妖师 左护法收敛笑容 变得猙獰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这个 不不入流的炼妖师 来送你上西天 左护法力声道 天父 长腾 黄阿里 给我杀了他 黄阿里立刻甩开黄四皮 转而扑向赵一瑶 却不想 黄四皮的速度更快 比黄阿里还要早一步 来到赵一瑶的身边 下一秒 黄四皮的身体 忽然变得透明虚幻 静止钻进赵一瑶的体内 二者合二为一 赵一瑶的体型 再次有了变化 身上长出了黄色的毛发 手指指甲变得又尖又长 口中更是长出锋利的獠牙 更可怕的是 他的肌肉隆起 小腿甚至直接撑爆了牛仔裤 强壮得如同一个女浩客 竟然还有第二阶段 在场众人面露震惊之色 以他们对出马仙的了解 都猜不透这是哪一招 现场观众沉默又茫然 而直播间里 却因为一条弹幕而炸开了锅 鸡脚嘎啦 这是出马仙失传已久的 神内经理 所记载的绝学我记得似乎是叫神内道林 江湖上数百年未曾见人使用过了 神内经失传已久 就算是东北那几个出马仙大家族 也都没能得到传承 原本大家都不会 那也就罢了 偏偏这个时候 赵义瑶竟然使出了神内经 里的绝学神内道林 这不管是对东北的出马仙家族 还是各路人士而言 都是一个重磅消息 如果东北赵家人人都会 神内经的话 搞不好赵家会迅速崛起 成为东北出马仙家族当中 当之无愧的第一 大家并不知道 神内经是严守一交给赵义瑶的 倘若他们知道 恐怕会更加震惊 如今 赵义瑶使出神内道林 与黄四皮合二为一 气势节节攀升 招招的蝉使官 猫 猫娘消失了 弹幕里那些 原本因为赵义瑶变成猫娘 而兴奋的二次元网友 顿时都沉默了 现在赵义瑶已经从猫娘 变成了女好客 浑身肌肉隆起 充满了爆炸美感 一小部分人注意到 赵义瑶的左腿 似乎不受之前的毒素影响 重新变得灵活起来 来 打个痛快 赵义瑶怒吼一声 声音沉重如雷 一个跳跃 脚下的台子瞬间崩裂 整个人一蹦十几米高 紧接着 他一个俯冲直下 撞向黄阿里 黄阿里根本扛不住 此时赵义瑶那妖蛮般的力量 当场被撞得七荤八素 这还不算完 赵义瑶抓住黄阿里的后腿 狠狠地在地上砸了几下 又气胯上去 一拳接着一拳地 打在黄阿里脸上 黄阿里的脸瞬间肿胀 变得有点抽象 左护法急了 这个东北女汉指 现在全然就是一只人形野兽 在擂台上横冲直撞 她赶紧对长腾和天赋下命令 长腾标射出足足三十六根藤腕 从天上地下包围赵义瑶 赵义瑶几拳将黄阿里打废 眼神瞄上了天赋 天赋腹部的人脸 顿时打了个寒颤 她有种被天敌盯上的感觉 赵义瑶低含一声 捡起地上的开山刀 灵活地闪开沿途遇到的藤腕 瞬间杀到天赋面前 天赋下的魂飞天外 不停地射出诸王阻拦 奈何赵义瑶此事根本不怕 任凭诸王如同子弹般打在身上 速度却丝毫不减 就在她距离天赋经两部之瑶时 长腾的藤腕忽然从地底钻出 死死地缠住赵义瑶的双腿 赵义瑶低头一看 随后毫不犹豫地扔出开山刀 咻 开山刀从半空中闪过 竟直接刺穿了天赋的腹部 将之死死地钉在长腾的脸上 长腾也疼得抓狂 无数藤腕在天空中胡乱飞舞 困着赵义瑶双腿的藤腕也松开了 重获自由的赵义瑶 一跃来到天赋面前 双手抓住开山刀 缓慢地将刀刃推进 天赋身上的人脸疼得惨叫 长腾也发出哀嚎 死 赵义瑶裂开嘴 发出如同野猫般的警告声 在气势上完全占据上风 左护法心急如焚 他能够感受得到 天赋和长腾生命垂危 然而 还不等他做出动作 赵义瑶猛地抽出开山刀 一刀横滑 将天赋一分为二 下一秒 他又是一刀直劈 长腾的树干硬生而断 巨大的树关轰然倒下 六百年道横的蜘蛛妖天赋 五百年道横的树妖长腾 接连死在赵义瑶的刀下 厉害 人群里顿时爆发出喝彩声 赵义瑶这一手 神内道灵的绝地反击 打得太漂亮了 弹幕里也纷纷刷起了六百六十六 各种打赏礼物满天飞 唯有赤花会的那一伙人 脸色黑得像锅底 台下的吴天峰 气得咬牙切齿 大声怒斥左护法 这还是只是热身而已 不准输 不准输 左护法可是要代表赤花会 和严手一打第一场的 虽然吴天峰 本来也没把所有的筹码 压在左护法身上 但也绝对不允许 他还没开战之时 就输给赵义瑶 赵义瑶在民俗研究会 根本算不上第一梯队的成员 如果左护法连他都打不过 那么今天赤花会 注定颜面扫地 左护法看到长藤和天赋折损 心里都在滴血 同时 他的内心也燃起了熊熊怒火 这一战怎么能说 输给了赵义瑶 一会儿还怎么和严手一打 左护法默默地拿起练妖弧 仿佛下了巨大的决心 是你们逼我的 是你们逼我的 他割破自己的手掌心 握成拳 让鲜血流淌 所有鲜血都灌入练妖弧当中 赵义瑶健壮 后退几步 与左护法拉开距离 警惕地盯着练妖弧 长藤和天赋 在练妖弧当中 只能算是中流水平 真正强大的妖 我还没有请出来呢 左护法宁笑着说道 接下来这位 请出来容易 送回去可就难了 你瞧好了 话音才落 练妖弧一阵颤抖 紧接着便喷发出一团黑气 如同爆炸式的扩散 黑气将左护法淹没 随后向下沉淀 逐渐出现一道巨大的身影 竟是一只体长超过15米的 吊金猛虎 猛虎身上是黄黑相间的条纹 即便身上覆盖着一层毛发 却依然可以观察到 其四肢的肌肉 粗壮的胡肘 比水缸都要大一圈 若是被其拍一掌 怕死当场变成肉泥 体型如此巨大 证明着其实力定然不俗 赵一瑶在这只虎妖面前 显得无比渺小 千年道行 杨山君 左护法站在虎妖的身旁 自豪介绍 但他的脸色比之前苍白数倍 说话都有气无力 似乎一阵风就能将之吹走 杨山君站着没动 但呼吸声却如同闷雷 他那一双巨大的眼睛 扫视了一番在场的众人 如同在挑选食物 观众大气不敢喘 更不敢与这位妖王对视 生怕引起了杨山君的注意 成为他的开胃菜 既放本王出山 就没那么容易送回去了 杨山君口吐人言 对左护法说道 一千个活人 少一个 本王便吃了你 左护法脸色一变 似乎没想到 杨山君的胃口这么大 一千个活人 他上哪去找啊 但此时他已经骑虎南下 只能硬着头皮 恩了一声 然后指着赵一瑶说道 先助我杀了此女 杨山君居高临下 瞥了一眼如蝼蚁般的赵一瑶 眼睛忽然一亮 若是吃了她 再有五百活人便足矣 气泻旺盛的赵一瑶 在杨山君的眼中 竟然能和五百个活人化等号 左护法大喜 好 此女您随便吃 五百个活人我替您准备 杨山君是修炼千年的老虎妖 千年前这家伙 就已经霸占山头 不猎路过的百姓 吃了不知多少活人 后来杨山君遇到了一位 十分厉害的炼妖师 将之收入炼妖狐 眨眼便过去了数百年 数百年时间里 炼妖狐也传了不知多少代 中途更是有上百年 无人唤醒炼妖狐 这导致杨山君受性大发 在炼妖狐里头 杀光了其他的所有妖怪 吸收他们的精魄 壮大自身 在之后几百年 炼妖狐才被左护法 这一脉的祖师得到 而杨山君也成为了 这个炼妖狐中绝对的霸主 地位甚至完全凌驾于炼妖师之上 强大的杨山君主宰着炼妖狐 不管左护法需要调用 或者添加新的妖怪 都需要得到杨山君的同意 与其说炼妖师是炼妖狐的主人 倒不如说 真正控制炼妖狐的是杨山君 杨山君轻易不出手 但只要出手 必然要向炼妖师讨要好处 如果炼妖师没能满足 后果将会很严重 此时 杨山君看中了赵一瑶体内的气血 心里那点被召唤出来的不快 也烟消云散 不等左护法开口 杨山君便挥舞着巨大的胡爪 拍向赵一瑶 赵一瑶先是哈了口气 随后依靠着身形优势 左右闪躲 杨山君见状 张开血盆大口 口中竟然吐出无数人类魂魄 有上百之术 上百道魂魄交织纠缠在一起 痛苦着哀嚎着飞向赵一瑶 无数双手尝试着将他抓住 他的耳边也响起了杂乱的声音 似乎在劝他放弃 劝他主动成为杨山君的美食 这是猖鬼 古时候的百姓 若是死在老虎口中 心有不甘 就会化作猖鬼 猖鬼徘徊在山林当中 遇到活人在半夜赶路 便会化身活人 与之交谈 诱骗对方进入老虎的领地 让对方也死于老虎口中 化作猖鬼与自己作伴 杨山君不知吃了多少活人 一张口吐出一口气 便带着上百只猖鬼 这些猖鬼干扰着赵一瑶的动作 影响着他的神志 让赵一瑶举步为奸 似乎有无数双手拖着他的身体 同时影响着他的意识 让他的反应变得迟钝无比 唉 惨了 诸葛连叹了口气 他已经明显感觉到 赵一瑶不是杨山君的对手了 就看民俗研究会这边的高手 什么时候现身了 否则赵一瑶搞不好 会死在杨山君的手中 田卷看着这一幕 双手紧握成拳 手心里满是汗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赵一瑶 赵一瑶方才帮他说话 这一点点小小的恩情 田卷记在心里 所以他不希望赵一瑶出事 赵一瑶会死吗 田卷问道 诸葛及扶了扶眼镜 这就要看民俗研究会的高手 实力如何了 我不想他死 田卷皱着眉头 安心等着吧 民俗研究会没那么不见 诸葛连安慰道 擂台上 赵一瑶仿佛 身在泥沼当中 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难 他已经完全被猖鬼给拖住了 见状 杨山君也不废话 直接抬起胡爪 拍向赵一瑶 赵一瑶躲无可躲 只能卯足了劲 用双手接住巨大的胡爪 他整个人还没有杨山君的胡爪大 所以他扛着杨山君 就如同扛着一座山似的 本王倒是要看看 你能撑多久 杨山君玩味地说道 他只用了七分力气 也不着急全力 在这种必胜的情况之下 杨山君很享受玩弄猎物的乐趣 正如猫儿抓到老鼠 有时不会直接杀死 而是放走再抓回来一样 扛住 扛住 赵一瑶紧咬牙关 努力扛住杨山君的爪子 但随着杨山君一点点使劲 赵一瑶身上的经脉 竟然开始崩裂 鲜血从他的身体里渗出 咯噔咯噔的骨头碎裂声不断 赵一瑶的嘴里 甚至已经开始流血 该认输了 王吉王冷着脸 直接跳上擂台 准备阻止杨山君 擂台上不论生死 这是之前就定好的规矩 何况赵一瑶不是主角 没必要死客 然而 左护法已经占据了上风 他怎么可能就此罢手 他不仅没有阻拦杨山君 甚至怂恿到 杀了他 杀了他 杨山君看了王吉王一眼 一爪子拍向王吉王 王吉王眼神一凝 手里瞬间多出两把杀猪刀 双刀劈向杨山君 杨山君没料到 这个家伙竟然有几分实力 他的胡爪 顿时被劈出两道血淋淋的伤口 伤口传来的痛感 直接将杨山君激怒 他再次吐出猖鬼 拖住王吉王 而后用尽全力 打算先将赵一瑶 按成肉泥 杨山君一旦出手 没人能拦得住他 吴天峰冷笑道 那个可怜的东北女人 要成为杨山君的副中餐了 赤花会的人占据上风 哈哈大笑 嘲笑着民俗研究会无人 严守一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观众们议论纷纷 不停地看向民俗研究会众人的方向 期待着有人能阻止杨山君 直播间里的弹幕 更是紧张到不行 尽管赵一瑶从猫娘变成了女浩客 但大家还是不希望看到一个 会神内到灵的出马仙 就这么死在妖王手中 野兽 严守一怎么还不出来啊 猫娘马上就要死了 猪肉来回滚神仙站不稳 要是猫娘死在杨山君的手中 那么我对民俗研究会 就一点好感都没有了 连自己的成员都保护不了 如何保护我们啊 林小杰 严守一 快出来啊 饶氏连龙飞城 此时都忘了讲解 咬牙看向后方 狗倒是和妙计武僧就站在那 不远处还有魏长青 可三人都没有出手 怎么还不出手 怎么还不出手啊 难道真要等到赵一瑶死了才出手吗 龙飞城不信这些长辈 会如此无情 忽然 龙飞城发现 三位长辈的目光 竟然没有落在擂台上 而是 看向西湖的湖面 他们在看什么 龙飞城诧异地往湖面看去 只看到那大雨当中 竟有一夜偏周 正缓缓朝岸边靠近 朦胧的雨中 依稀可见 周上有三人 直撒尔利的桃花营 盘坐弹琴的林子彤 以及奥然而立 助力船头的严守医 严守医出关了 龙飞城的呼吸忽然急促 立刻将镜头转向湖面 情声悠扬 缓缓传入众人耳中 现场的观众纷纷侧目 当他们看到湖面上有周 周上有人时 都忍不住惊呼 呼喊同伴快看 大雨朦胧了天地 阴郁的天空 给西湖蒙上了一层灰白色的蒙板 让世界变成了黑白色 就在这一幅 犹如泼墨山水画的画面当中 一夜偏周孤行西湖之上 后方是无数盛开的莲花 林子彤弹着邹瞎子留下的古情 鬼王桃花营给他打伞 伞面鲜红 是天地间唯一的颜色 那是红神伞 而在船头 严守医一席轻衣 傲然而立 衣服是燕京凤一轩昨日送来的 朱领和朱焕丝 听闻了擂台战之时 特意赶工为他制作了这套衣服 小周缓缓前进 细心之人发现 无人画周 湖上也无风 但小周却目标十分明确地滑向擂台 来者是谁 有没有人认识的 那好像就是严守医呀 弹琴的那位是驴山派掌门林子彤 也是严守医的妻子 琴声推着小周前进 这林子彤不仅实力了得 天赋绝伦 竟然还弹得一首好琴 给林子彤打伞的 好像是鬼王 鬼王给打伞 这也太邪门了 完了 忽然想挖严守医墙角怎么办 直播间的弹幕也沸腾了 因为严守医还没有出手 所以大多数网友都是颜值派 当看到林子彤现身的时候 所有人都忍不住夸赞林子彤 不愧是在罗天大叫上 吸粉无数的赤青真人啊 龙飞城回过神来后 又开始拉黑那些 嚷嚷着要挖墙角的沙雕网友了 但这回因为呼声太高 龙飞城都封不过来 只能作罢 到后来 他发现 弹幕竟然开始统一刷屏 而刷屏的内容是 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 嗯 这话怎么听得如此而说 龙飞城立即开始翻弹幕 看看是哪个不当人子的 再带节奏 果不其然 第一个带节奏的ID 被他找到了 ID名为 不当舔狗龙飞城 肯定是寒狗王干的 龙飞城大怒 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 五百年封禁套餐 远在茅山的寒狗王 看到自己的画面 突然黑平了 气得直呼权献狗 台下的骚动 因此也影响到了台上的杨山君 杨山君望向湖面 看到那一夜偏周 冷哼一声 故弄玄虚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鬼王实力的桃花营 还是给了杨山君一定的压力 桃花营不是普通的鬼王 杨山君多有忌惮 而严守一灵子 同能让桃花营 这样的鬼王为他们撑散 可想而知 他们的身份也不简单 吴天峰盯着那缓缓靠岸的偏周 心里忽然烦躁 生出一股无名夜火 这个出场方式 太顶了 严守一在千呼万唤当中 成周而来 身后还有美女抚情 鬼王撑散 逼格直接拉满 相比之下 吴天峰忽然觉得 自己之前乘车来民俗研究会 简直low到爆炸 可恶 吴天峰气得肝疼 偏周靠岸 严守一纵身一跃 跳到擂台之上 他抬头看着杨山君 虽然二者存在着巨大的体型差距 但不知为何 严守一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热身赛已经结束了 时辰已到 该我手累了 左护法就是第一个挑战严守一的人 而他已经召唤出了杨山君 方才王继王也替赵益瑶认输了 接下来 该是严守一与杨山君的战斗 杨山君稍稍收了点力气 胡爪依旧没有抬起 似乎是把赵益瑶当人质 小小毛孩 你若能伤本王 本王便放了这个大补丸 杨山君嚣张到极致 似乎根本不觉得 严守一能对他造成什么威胁 赵益瑶扛着压力 本想让严守一别出手 自己还能扛一会儿 却发现因为巨大的压力 自己根本开不了口 算了 我扛不住 赵益瑶心里叹气 严守一双手腹背 脸色逐渐冷了下来 我说 放人 杨山君痴笑道 你没听到本王刚才说的话吗 本王说 扑刺 天地间一道灵力的刀光闪过 杨山君瞳孔一缩 震惊地望着严守一 赵益瑶猛然发现 自己扛着的压力全都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赵益瑶探出头来 直接松开手 从杨山君的胡爪下离开 像个没事人似的退到一边 什么情况 赵益瑶诧一道 左护法感觉不对劲 在后方催促杨山君 你在干什么 到手的气血怎么说放就放 我可事先说好了 你若是把他给放走了 那丢了的五百人 我可不给博 左护法见杨山君没有回应 还沾沾自喜 认为自己的压力减轻了 但旋即他再次感到不对劲 杨山君怎么还是没有回应 正在左护法纳闷之时 杨山君的博梗处 忽然闪过一道蟹线 紧接着 无数的鲜血从杨山君脖子里喷出 瞬间洒满整个擂台 哄 杨山君巨大的身躯 轰然倒下 如同一座崩塌的小山 震得四周大地摇晃 众人这才看到 杨山君竟然已经伸手分离 这 众人看着这一幕 一时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眼手一手中 出现了一柄黑色的长刀 长刀的刀刃泛着寒光 唯有刀剑低下一滴温热的鲜血 区区鬼王实力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眼手一抖了斗斩破刀 将最后一滴鲜血甩飞 表情淡然 千年妖王又如何 若是给我一千年的光景 成仙成神 也未必不是不可能 而你只是区区妖王 真不嫌丢人 杀户珠心 嘲讽拉满 让众人等待如此之久的眼手一 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一出场 就以雷霆手段 瞬间秒杀 方才给大家极大震撼的杨山君 那可是千年妖王啊 说秒杀就秒杀 这是开挂了吧 左护法望着那尊倒下的尸体 心里忽然生出无力感 杨山君是他都要惧怕的对象 甚至无法完全掌控 每次召唤都要与之讨价还价 但这样一个存在 却被严手一轻松秒杀 这个严手一 究竟有多强 出场不到一分钟 总共只说了三句话 就秒杀了千年妖王杨山君 这是何等的实力 这是何等的天赋 这是何等的气派 如果说之前赵一瑶施展神内道灵 连杀两妖 给大家的感觉是惊讶的话 那么此时严手一给所有人的感觉 便是震惊 精彩绝艳 此子不过二十岁出头 却差点以民间教派传人的身份 继任龙虎山天师之位 他整顿戎城 横扫前堂 震惊长安 他身怀强大实力 却心有静气 不骄不躁 相比之下 别说什么左护法 什么无天锋 严手一真正的对手 应该是赤花会会长 无见仇才对 其余人 根本没资格做他的对手 强 太强了 呼 田卷看到杨山君被杀 忍不住长长地出了口气 诸葛连也一扫之前胸中闷气 笑着说道 严手一的实力 比我想象中要强得多啊 姐 我们来之前 不是关天过了吗 严手一和林子彤 都身怀子微之气 他们定然不凡 诸葛急道 嗯 再看看 诸葛连对民俗研究会 越发地有信心了 风尘道人 此子便是严手一 果然一表人才 身怀浩然之气 鸡脚嘎啦 嗯 我承认 他比我帅那么一丢丢 我也只比他丑那么一丢丢 范淑有劳宝 不愧是能取走我们女神的男人 就冲他一刀斩杀千年妖王的实力 这个面子我给了 夺妻之仇 就这么算了吧 奈何桥头看美女 at范淑有劳宝 你确定不是因为 见识了严手一的本事 而耸了吗 范淑有劳宝 我这不叫耸 我只是从心罢了 风行水上 一刀秒杀千年妖王啊 在这种人面前 耸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起现场观众们的唯唯诺诺 广大网友的发言 显然要大胆许多 大家毫不避讳地议论着 严手一的实力 舆论单方面的 倒向民俗研究会 原因很简单 严手一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 给予了众人极大的安全感 那些在外无依无靠的 民间教派传人 就希望有个强大的依靠 先前他们还在犹豫 但刚才看到严手一出手的情形 他们已经完全放心了 有人看到严手一 什么时候出刀的吗 太快了 我根本没看清啊 我主修的事件 方才虽然没看清 严手一什么时候出刀的 但我从方才那一招当中 隐约感受到了剑意 开玩笑的吧 刀里怎么可能有剑意 还真不是开玩笑 我听说在罗天大叫之时 严手一遇到了一个 伪装成赫山派弟子的强者 那人已经修炼一甲子有余 但最后却败在严手一的手中 当时严手一使用出的 正是包含了 一甲子剑意的招数 天哪 还有什么是严手一不会的吗 现场观众从开始的小声议论 到后来大声喧哗 直接将赤花会淹没 王吉网一边让老金带人 去把赵一遥带下来治疗 一边观察众人的情绪 看到大家的反应 王吉网很是开心 之前赵一遥虽然也很出色 但最后却被杨山君欺负惨了 大家心里都希望 赶紧有个强者出现 击败杨山君 而严手一很适时地出现了 而且现身的方式 还那么有逼格 上擂台后 更是一刀秒杀杨山君 效果直接拉满 这一切发生的恰到好处 稍微改变一些 都显得有些故意做走了 老颜现身了 咱们可以松口气了 王吉网笑着说道 民俗研究会的元老们 纷纷露出轻松之色 严手一上了擂台 林子彤和桃花莹 也没有继续在小桌上待着 他们二人上了岸 走到小伙伴身边 罗宁激动地说道 你们来得太是时候了 刚才有事 耽搁了一点时间 我们还着急赶不上呢 林子彤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大家没问林子彤 是什么事耽搁了 因为这些都不重要 道士狗倒是问了一句 林丫头 怎么没见驴精那个红脸老头呢 林子彤答道 驴精师叔在莲花池进修 民俗研究会有一片莲花池 位置比较偏僻 适合进修 狗倒是纳闷了 这个场合不过来看热闹 那驴精进修个啥玩意儿 再说 以他的性格 根本不可能进得下心来吧 不过狗倒是也没多想 众人重新将目光放在擂台之上 严守医一刀斩杀杨山君后 表情淡然地看着左护法 你就是第一个挑战我的人吧 练妖师 倒是少见 不知道你的练妖狐狸 还有没有更强的妖怪 没有的话 这场你可就输了 左护法低下头 发现自己的双手 双腿止不住地在颤抖 杨山君是他最大的依仗 但这个依仗 却被严守医轻松斩杀 也就是说 他败了 毫无回旋的余地没有奇迹发生的可能 要想奇迹发生 除非眼前的杨山君死而复生 然后修为暴涨十倍 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左护法突然说到 杨山君是我的恋妖狐中 最强的妖怪了 严守医微微汗手 杨山君的实力 和鬼王的等级一样 但水准却要比桃花营还高一些 他本是不具备秒杀杨山君的能力的 只是恰好杨山君瞧不起他 没有防备 恰好这天下了朦胧的大雨 藏住了斩破刀的刀光 恰好 总之 秒杀杨山君 严守医的实力占五成 剩下的五成乃是天时地利人和 若是再给杨山君一次机会 二者应该要站上百来个回合 只不过 结果是不会变的 严守医必杀杨山君 观众们听了左护法的答案 便知道 这第一场比斗已经有了结果 就在左护法转身准备下擂台的时候 严守医的声音忽然响起 左护法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吧 擂台之上生死不论 左护法面色瞬间惨白 吓得连退好几步 声音颤抖地问 你要杀我 我的意思是 留下你的练妖狐 我就饶你一命 严守医淡淡道 打赢了对方 还要抢对方的立足之本 别说是左护法了 就连现场的观众们都愣住了 要知道 练妖师自身实力雷弱 靠的全是练妖狐 虽然说练妖师的法门 能够增强练妖狐里的妖怪 又或者说 他们有一定的办法 能够培育妖怪 但那些不过是锦上添花 没了练妖狐 练妖师什么都不是 现在严守医要左护法留下练妖狐 这简直比让他留下 命根子还狠 左护法脸色僵硬 不敢答话 台下的吴天峰 忍不住喝道 不能给 不给 就杀了你 严守医抖了斗斩破刀 威胁之意再明显不过 左护法看了看杨山君的尸体 又看了看严守医手里的斩破刀 额头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最终 他受不了严守医带来的压力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 我给你 说着 他将赖以立足的炼妖狐拿出来 放在面前 深深地看了一眼 然后夹着尾巴走下擂台 现场寂静无声 严守医 真是人狠话不多呀 观众们不知道严守医的为人 担心他是个残暴之徒 但更担心他是个胆小鼠辈 因为一个领导者 如果不够霸道 将来整个组织便无法立足 就连手下的人被欺负了 领导者也不敢吭声 现在看来 严守医是不是残暴之徒不知道 但他绝对不是胆小鼠辈 此子心有静气 胸有猛虎 赤花会上门挑衅 如今惨白 就应该付出点代价 不把他们打疼了 打怕了 下次他们还敢 一时间 观众们虽然没有说话 但看向严守医的眼神里 充满了炙热 他们从未如此 想要加入一个组织 吴天峰看到左护法下台来了 气得上去 扇了奇异而光 你怎么能把练妖狐交出去 你交了练妖狐 岂不是把我们赤花会的脸 伸出去 让严守一打吗 吴天峰怒吼道 出世未竭 最是影响军心 赤花会的人 本来熊啾啾气昂昂地过来 结果第一场 就被民俗研究会 占据了上风 如果是私下比斗也就算了 如今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 左护法简直把赤花会的脸 都给丢尽了 左护法咬咬牙 不甘地说道 若我不给 岩守一会杀了我 练妖狐没了便没了 我的命最重要 他认为 吴天峰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毕竟和性命相比 练妖狐又算得上什么呢 这时 却听台上的岩守一悠悠说道 其实你不给 我也未必会杀你 左护法立刻转过身 盯着岩守一看 他虽然没有问 但眼神和表情 便是在询问岩守一所言何意 只听岩守一笑着说道 虽是生死之战 但只要你认输了 我肯定不会继续动手 练妖狐我也拿不着 一时间 左护法愣在原地 现场的观众 和直播间里的网友们 也全都傻了 是啊 认输不就没事了 只要认输 比斗就算结束 双方就没有再动手的理由 岩守一更不可能强行杀人 岩守一就算是再霸道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 难道他还能明抢不成 想通了这一点 左护法脸色狂变 恨不得穿越回到一分钟前 掐死那个因为害怕 而慌了神的自己 刚才在台上的时候 他因为被岩守一的实力震惊 满脑子都是赶紧下台去 根本没想太多 就交出了练妖狐 回过神来的左护法 见练妖狐还在原地 他便立刻飞升上台 要去取练妖狐 可当然 手脚并用 爬到练妖狐前 准备伸手 拿回自己的宝贝之时 岩守一却不知何时 先踏一步 他一本正经地问 你想拿我的练妖狐 左护法双眼圆瞪 这分明是 我的练妖狐 上面写你名字了 岩守一问 左护法摇了摇头 那里头有你认识的妖怪 左护法又摇了摇头 练妖狐里的妖怪 要么被赵义妖杀了 要么被杨山君吃了 那你凭什么说 这是你的练妖狐 左护法 突然 左护法想到了黄阿里 这家伙还在外头呢 他立即看向躲在擂台角落 身受重伤的黄阿里 大声问道 黄阿里 你认识我的 这是我的练妖狐 对不对 黄阿里看了看左护法 又看了看岩守一 默默地蜷缩着身体 你是谁啊 我和你不熟 黄阿里 左护法气得直接吐血 这家伙原来是个墙头草 见识到岩守一 一刀杀杨山君的本事以后 直接决定反水 只要练妖狐被岩守一得到 黄阿里就顺势抱大腿 可恶 无耻 不要脸 左护法血洒擂台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不省人事 岩守一用同情的目光 看了左护法一眼 气晕了也好 要是没晕过去 待会儿他还有法子 再气左护法几回 还愣着干什么 不赶紧把你的人抬下去 岩守一看向吴天峰 吴天峰咬牙切齿 让人将左护法抬下去 此时观众们才回过神来 这第一场擂台战 岩守一大获全胜 不仅杀了杨山君 抢了练妖狐 还当众把左护法气得吐血 赤花灰的脸 都要被他给打烂了 弹幕里更是满平的 杀疯了 阿左快停手吧 外面全是岩守一 营妈的属于是 但更多的 还是666 左护法虽然被抬下去了 但杨山君巨大的尸体 还在擂台上 如果不将之清理了 恐怕接下来的擂台战 就打不了了 岩守一捡起练妖狐 稍微打量了一下 随后直接念动口诀 将杨山君的尸体 收入其中 看到这一幕 黄阿里震惊到 你怎么会练妖狮的口诀 岩守一淡淡地说道 我是鲁班传人 相比于扎指人 敢诗人之流 练妖狮的法门 简直不要太简单 鲁班书中自然有收入 吴天峰本还觉得 就算岩守一得到了练妖狐 可不会法门也使用不了 没想到反转来得如此之快 岩守一立刻使用起来 吴天峰感觉心都在滴血 这第一场擂台战 来得快去的也快 观众们还没有从左护法 与赵一瑶之间的战斗 回过神来 岩守一出现了 然后左护法就倒下了 岩守一不仅以排山倒海之势 赢了左护法 还得到了左护法的练妖狐 这一方面增强了 民俗研究会的气势 另一方面 也相当于直接废了左护法 除非未来左护法 又能弄到一个练妖狐 否则赤花会里 恐怕再也没有他的位置了 林小杰 岩守一真乃无备楷模 赤花会算什么东西 我一定要加入民俗研究会 鸡脚嘎拉 虽然还有两场 但我丝毫不怀疑岩守一的实力 赤花会输定了 小叶 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 系统提示 用户小叶由于违规发言 被禁延一小时 严格的实力又强大了许多 钱塘 火葬场 身负重任的崔宇看着直播 心里充满自豪和向往 自打沈奶奶死去后 崔宇就接手了火葬场 她虽然年纪轻轻 但如今已经成熟许多 在打更人许平志和许钱的帮助之下 火葬场格外团结 得知岩守一组建民俗研究会 崔宇等人也是鼎力支持 后来又得知民俗研究会被赤花会刁难 崔宇等人惊怒交加 却又爱莫能助 现在看到岩守一如此强大 利措吃花会 大家心里都万分解气 同时 崔宇心里又生出向往 她希望有一天 自己也能像岩守一一样强大 能够将火葬场的民间教派传人们保护好 此时 擂台之上 岩守一利用练妖狐 收了杨山君的尸体以后 看向角落里的黄阿里 黄阿里咬咬牙 低声说道 你可以主动与我断开契约 黄阿里认为 杨山君都被岩守一给秒杀 他这只血统不纯的黄大仙 应该入不了岩守一的眼 按照规矩 我应该要把炼妖狐清空的 岩守一顿了顿 说道 但炼妖狐在我手中没什么作用 我会把他送人 而这炼妖狐里 总得有个看门的 黄阿里文言 惊讶地望着岩守一 只听岩守一说道 你要是愿意继续留在炼妖狐 杨山君的尸体和魂魄都归你 黄阿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虽然血统不纯 但天赋极佳 否则也不会修炼到这个体型 如果让他消化了杨山君的尸体和魂魄 他的修为必然暴涨 轻松超过黄四皮都不成问题 这么好的事情 竟然落在了他黄阿里的头上 炼守一笑着说道 我有一个条件 日后我会把炼妖狐送人 等你有了新主人 你一定要对新主人言听计从 帮助他管理好炼妖狐 黄阿里回过神来 洗上眉梢 直接跪在炼守一面前 连连磕头 没有问题 要是左护法见到这一幕 恐怕又要气得吐血了 过去黄阿里对左护法爱达不理 现在这家伙 竟然直接沦为炼守一的舔狗了 今日 你对我爱达不理 明日我 让你高攀不起这种戏码 再也无法上演了 炼守一满意地点点头 施法将黄阿里收入炼妖狐中 他将炼妖狐 暂时塞进夸包里 第一场擂台战 我守住了 炼守一缓缓看向赤花会阵营 淡淡说道 下一个 上台来受死 狂傲 但炼守一有实力 有资格狂傲 在场的人们 没有人讨厌狂傲的炼守一 恰恰相反 他们认为 要是自己在炼守一这个年纪 拥有如此实力 他们绝对会比炼守一更加狂傲 这样的炼守一 一时间吸粉无数 民俗研究会的名望 再次登上一个台阶 吴天峰脸色阴沉到极致 看到出镜风头的炼守一 他恨不得立马上前一刀僵之砍了 但理智让他没有立刻冲上台 先让你再高兴一会儿 现在你笑得越开心 待会儿你就摔得越惨 吴天峰收回阴冷愿毒的目光 对手下吩咐道 把车子开过来 手下立刻去开车 之前那辆乡行车被开到擂台边 乡行车四周锁着铁链 上面贴满道符 诡异的模样 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就连炼守一也忍不住打量起来 这车子里关着的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要如此认真对待 难道车子里的人没有理智吗 他那又如何会愿意 为了赤花会儿战 严守一皱着眉头 却耐着性子没有发问 静静等待着 民俗研究会这边 妙计武僧眉头紧锁 狗道士 我说的就是这辆车 狗道士打量了一阵 陈生说道 那些道符全都是震慑妖魔用的 车里关着的 多半是妖魔 妖魔 妖怪 或者入魔之人 当普通人遭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之时 就会得失心疯 而修道之人遭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 或者修炼出了岔子时 同样会得失心疯 但后果会更严重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入魔 入魔之后 疯疯癫癫都是最轻的 严重者会出现极端的偏执 变得十分邪恶 对不符合他理念者 唯一的应对反应 便是将之消灭 狗道士一眼看出道符的作用 便将这箱形车中封印着的东西 有了一定的猜测 阿弥陀佛 我对这车厢里的东西 有一定的熟悉感 似乎我和他有什么共同点 妙记武僧说道 话音才落 吴天峰就下令打开车厢 赤花会的人打开锁链 撕掉道符 最后小心翼翼地打开车厢门 车厢里静悄悄的 黑暗当中似乎什么都没有 忽然 阴影里探出了一只手 这只手是青绿色的 像是一具腐烂的尸体才有的颜色 其皮肤伤痕累累 很是猙獰 紧接着 一鸣光着上半身的光头壮汉 从车厢里测出了半个身体 点了九个戒巴的光头下 是一张苦大仇深的脸 这 妙记武僧顿时面露惊骇之色 一旁的狗道士也惊呼起来 吐 吐驴 你说的没错 这家伙果然和你一样 你们 你们 都是光头 阿弥陀佛 妙记武僧忍不住给了狗道士一拳 冷喝道 神他妈的都是光头 我和他的共同点 难道不是都是僧人吗 狗道士的关注点新奇 让妙记武僧忍不住想给狗道士的脑子开瓢 帮助他清醒清醒 挨了妙记武僧一拳 狗道士直接戴上了痛苦面具 他忍了几口气 这才将疼痛感降下去 而后说道 我当然看出来了 你当我是傻的吗 妙记武僧默念佛号 一副你难道不是傻子妈的表情 看着狗道士 狗道士此时也摆出严肃的表情 这家伙和你一样 都是武僧 而且不戒婚心 不戒酒色 嗯 都是妖僧 同为武僧 修炼的路数类似 便本能地产生一些亲和感 所以 妙记武僧隔着封印 都能感觉到妖僧的气息 他难不成是你们寒山寺的人 狗道士问 妙记武僧迟疑了一阵 似乎在观察 最后摇了摇头 他不是寒山寺的 他甚至算不上是真正的僧人 反而是属于民间教派 这话让大家都纳闷了 林子彤忍不住说道 僧人难道不属于佛门吗 怎么可能属于民间教派 阿弥陀佛 妙记武僧双手合十 答道 普通人想要顿入空门 必须先剃度出家 受戒 吃斋 被佛经 等到修炼出佛心 再归依我佛 而后受三规八戒的约束 就算是不戒婚心的武僧 也应该是正经吃斋念佛的和尚出身 首先有了佛心 才能做到酒肉穿肠过 佛主心中留 但民间却有一群妖僧 他们根本没修佛心 也从未受戒 借着佛门的幌子四处行骗 行个人贪欲 他们拜的是假佛祖 修的更是假佛心 从不知道 什么叫做慈悲为怀 更可怕的是 不知从何时起 这群妖僧弄到了佛门武僧的修炼法门 然后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修改 最终延伸出一个全新的民间教派分支 妖僧 妙记武僧说着 双眼盯着那 缓缓从车厢中走出的妖僧 妖僧身高八尺 全身肌肉囚结 皮肤呈现出古怪的青绿色 紫色的血管清晰可见 仿佛中毒了一般 妖僧的脖子上挂着一串佛珠 但每一颗都有拳头大小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不同动物的头骨串联而成 这家伙的身上 杀气极重 值得注意的是 妖僧的四肢 胸口 丹田与头顶 竟然都被残忍地钉入了棺材丁 妖僧因为不修佛门戒律 所以十分容易走火入魔 一旦入魔 就不再知道什么是慈悲为怀 只会沦落成一个杀人的野兽 他们如毛饮血 残忍试杀 败坏佛门名声 是佛门的眼中钉 肉中刺 妙计武僧叹了口气 道 阿弥陀佛 若不是此人参加了擂台战 贫僧现在就要将之超度 超度 你说的是物理超度吧 众人心想 林子彤也将目光落在妖僧身上 眼里出现了一丝丝的担忧 严手一加油啊 这时候 台下的观众忽然为严手一加油打气 这个妖僧看着就不像好人 帮我们狠狠地收拾他 林子彤愕然地看着观众 忽然间笑了起来 这大概就是得到者多注吧 赤花会虽然历史悠久 但因为做了太多的缺德事 导致名声败坏 失了民心 过去大家忌惮赤花会 所以敢怒不敢言 现在有严手一和民俗研究会做后盾 他们才将心里话说出来 不得不说 赤花会真是一个完美的刷身望对象 是民俗研究会最好的起步跳板 更重要的是 赤花会的少主吴天峰 是个铁憨憨 竟然主动将赤花会这个跳板 不远千里地送渔州送到荣城来 众人的喝彩 支持声不断 围绕着赤花会与妖僧 吴天峰脸色难看 感觉自己的尊严正在被人践踏 但毕竟现在人在一乡 想要掀桌子是不可能的 正在吴天峰愤怒之时 被释放出来的妖僧 忽然间捂住耳朵 神色扭曲痛苦 怎么回事 赤花会的人一时间有些慌 这个妖僧的凶名 他们是听说过的 百年前在渔州乱杀 最后被赤花会的老祖 用风魔钉镇压 封印在八角井之下 后来经过双方的商量 赤花会每十年 放妖僧出去一个月 而妖僧每五年 要帮赤花会杀一个人 现在赤花会和妖僧 虽然是合作关系 但保不齐这个杀人魔 会突然发疯 然后杀人泄愤 吴天峰也吓退了好几步 脸色阴晴不定 随时准备跑路 好吵 好吵 妖僧捂着脑袋 神色痛苦 嘴里不停地重复着 好吵二字 突然 他仰头怒吼 闭嘴 哄 同一时间 众人脑袋上的天雷滚滚 妖僧的声音 穿透力极强 化作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向四周扩散 距离他稍近一些 且实力不强的人 当场被震得七孔流血 疼得在地上打滚 稍微远一些的 则是头晕目眩 难受得说不出话来 佛门狮子吼 妙记五僧冷冷地说道 是我们佛门五僧的招数 只是吼一嗓子 便造成了这样的伤害 在场的人们 全都露出严肃之色 知道这妖僧实力不浅 不是什么好对付的存在 吴天峰见状 哈哈大笑 哈哈 士奎 很好 按照我们赤花会与你的约定 今日只要你替我杀了台上的那位 我们就能让你恢复自由 一个月的时间 士奎 这个妖僧的名字 是士奎 妖僧士奎 听了吴天峰的话 忽然间冷静下来了 他松开自己的脑袋 双眼死死地盯着台上的眼手衣 忽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就是他是吧 杀他就够了是吗 只是杀死 还是大谢八块 还是开膛破肚 又或者是我吃了他 妖僧士奎 笑得无比邪恶 连杀人的方法都一一举例 他的眼中透露着兴奋 似乎因为许久没有杀人 如今即将开婚 而感到无比激动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这家伙变态 龙飞成和翁谦象 脑子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了这句话 大变态士奎一跃而上 如同一颗陨石般落在擂台上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甚至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小子 我许久没杀人了 有点手伤 你别死得太快 让我多享受一阵子 士奎带着极强的恶意与杀意 如同恶鬼一般爬上擂台 他的上台方式和其他人不同 但却更显诡异 大雨落在他的光头上 顺着他青色的皮肤往下流淌 现场的观众们 遭受过佛门狮子吼的袭击 此时全都闭上了嘴巴 小心翼翼地观看笔动 他们生怕和士奎对视 这个疯子就会立刻杀过来 其他人怕士奎 眼守医却不怕 他站的笔直 在大雨当中打量着士奎 这家伙 腰得很 从其体表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士奎的身体易于常人 可能是肉身防御力极强 也有可能是力量超乎常人的可怕 而士奎刚才使用了佛门狮子吼 说明他会的招数不仅仅是肉身搏击 是个值得认真的对手 严守医握紧了斩破刀 开始认真起来 这场擂台战 生死不论 这是严守医自己立下的规矩 目的是为了杀无天风 让赤花会低头 相应的 士奎也可以杀他 并且杀得名正言顺 好在 严守医也已经对士奎动了杀心 这家伙身上的杀意和煞气 虽然远不及沁江将军 但恐怕也背了上千条人命了 也只有赤花会这种组织 才会留士奎的性命 你 你想怎么死 士奎爬上台后 目光灼热地盯着严守医 严守医笑着答道 我想荡平世上不平世 等天下太平之后 再和相爱之人摆手到老 在子孙后代的照料之下 自然老死 士奎一愣 似乎没想到 会得到一个如此认真的答案 换做是其他人 恐怕早就破口大骂 对他出手了吧 回过神后 士奎笑了 有意思 哈哈 有意思 我就喜欢杀你这样的人 说完 士奎突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士奎便出现在严守医的面前 台下观众纷纷惊呼 他们根本没看清士奎的动作 直播的镜头里 更是只有一道残影 去死吧 士奎挥出拳头 直直打向严守医门面 严守医竟然不躲不闪 依旧注立在原地 可当士奎的拳头 接触到严守医的鼻子的那一刹那 严守一周身忽然绽放出金光 身影瞬间消失 纵地金光 士奎一拳落空 无法收回的霸道力量 让他整个人顺势垂向地面 只听砰的一声 台面瞬间崩裂 整个台子一阵摇晃 随后全部垮他 好可怕的力量 王吉王脸色难看 这一拳恐怕能直接打垮一栋小楼了 不仅力量大 速度也是上乘 罗宁沉声道 就算我在花三年时间练出来的僵尸 肉身强度恐怕才能和这个妖僧持平 仅仅只是一拳 士奎就刷新了大家对他的认知 他的身体就是一个杀人机器 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达到了极致 阎哥也不差的 龙飞城不能看着他们长他人稚气 便说到 阎哥根本不耸那妖僧 没错 士奎的速度是快 但阎首一也不弱 此时 阎首一出现在擂台的另一边 士奎抬起头 嘴角勾起诡异的笑容 再次向着阎首一奔去 一时间 擂台上只能看到两道影子 一前一后地追逐着 阎首一始终没有动手 而是不停地闪躲 士奎也不厌烦 不依不饶地追着 仿佛猎手在追捕猎物似的 士奎的眼中 闪着血色的光 他对鲜血存在渴求 所以他期待着抓到阎首一的那一刻 拧断他脖子的那一刻 甚至是吸食阎首一鲜血的那一刻 风行水上 妖僧的速度很快 但好在阎首一的速度也不差 明月清风 为何阎首一始终不出手 一直在闪躲 难不成是害怕与妖僧接触 风尘道人 应该是在试探吧 不过 妖僧力量如此可怕 避其锋芒也是应该的 弹幕里的网友们开始分析战况 他们一致认为 士奎的力量太过强大 阎首一应该避其锋芒 依靠速度优势寻找机会 只是 这个讨论结果显然差强人意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 认为阎首一应该是十分强大的才对 而不是对付一个妖僧 都要躲躲藏藏 如果阎首一能以最霸道的实力 直接碾压士奎 那自然是最好的 吴天峰看着台上不断闪躲的阎首一 不由得冷笑 士奎如毛饮血 是个真正的野兽 他被关在八角井底下十年 一口血都没喝着 现在正是最饥渴的时候 阎首一 我看你还能躲多久 话音才落 擂台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碰 一道气浪扑面来 将地上的碎石尽数先飞 所有人忍不住弯腰抱头 吴天峰后退两步 用手臂挡着脸 随后赶紧露出眼睛去看 只见擂台上 阎首一和士奎保持着对拳的姿态 阎首一没逃跑了 他和士奎对拳了 不是用武器 而是用拳头 一瞬间 吴天峰脑子里闪过数个念头 无意不是让他大脑呆滞 妖僧修炼了佛门金身 妙计武僧沉声说道 翁迁相不解 金身 我怎么看他的身体是绿色的呢 显然是恋差了 狗倒是评价道 妙计武僧点点头 是恋差了 他的金身应该有某些弊端 但看着不比正常的佛门金身若多少 佛门金身是佛门防御类的功夫 一旦修炼成 身体如同金刚一般 坚硬不可摧 妙计武僧是会佛门金身的 他施展之时 体表泛起金光 仿佛镀金罗汉 但仿佛的体表却是青色 和青铜类似 狗倒是眯起眼睛 手艺刚才在试探仿佛的速度 现在要试探他的力量了 仿佛的肉身是强 但严手艺也不弱 要知道他可是天煞施魁 天煞施魁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对付一个妖僧 并不是什么难事 仿佛见严手艺 赤手空拳 接下了自己的拳头 表情先是恶然 然后是狂喜 来 打个痛快 我要把你打成肉泥 打成肉饼 仿佛大笑道 好久没遇到这么扛打的家伙了 我要打个痛快 哈哈哈哈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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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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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擂台之上 局面突然发生变化 原来是两道身影 一前一后追逐 如今突然变成了两道身影 不停碰撞 二者每次交手 只是停顿一瞬间 下一个瞬间就分开了 大家只看到两道残影 等它们再次现身之时 便又是拳头相撞 两人的拳头都硬如钢铁 碰撞的瞬间 仿佛炸弹爆炸 不仅声音雷动 还有气浪爆发 虽然不如第一次那样夸张 但之后的每一道气浪 都能吹乱观众们的刘海 严首一的肉身强度 竟然也这么夸张 太令人惊讶了 之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 我收回对严首一的评价 现在看来 严首一的速度不落腰僧 力量更是不落下风 越来越有趣了 之前大家对严首一的实力 没有清晰的认知 当看到士奎出手以后 便觉得正面交手的话 严首一不是士奎的对手 因此 大家还有些失望 觉得严首一不够强大 但现在 严首一也刷新了 大家对他的认知 他不仅速度恐怖 力量和肉身强度 更是恐怖 能直接与修炼佛门精神的 士奎正面对抗 士奎越大越兴奋 仿佛体内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等待着发泄 严首一也深不可测 不管士奎如何出拳 他都能接下 并且脚步丝毫不退 相比于那种有意境的斗法 或者是之前严首一秒杀 杨山君的震撼 眼前这种拳拳倒肉的对战 更让人热血 一时间 观众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 纷纷大喊着加油 吴天峰却眉头紧锁 严首一如此强大 对他而言根本不是好事 不过他也知道 士奎并没有发挥出 全部实力 至今为止 他也不过是在玩乐罢了 为了不让赤花卉丢人 吴天峰冷声喝倒 士奎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立刻杀了眼首一 士奎并不能再丢人了 士奎的身影 骤然出现在擂台旁 弯着腰居高临下地盯着吴天峰 你再叫我做事 吴天峰脸色僵硬 迟疑了一下 并没有再说话 疯子就是疯子 吴天峰并不想招惹这家伙 士奎威胁了吴天峰后 回头看向眼首一 他的脸上露出病态般的笑容 刚才算是活动筋骨 现在才是认真的杀人 你准备好了吗 眼首一表情淡然 来吧 很好 你自信的模样 让我甚至不想那么快把你杀死 但是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把你大谢八块了 士奎怪笑一声 身体再次消失 眼首一感觉到 身后有一阵杀意袭来 便立即转身迎击 士奎的身影 果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但这一次 士奎并没有出拳 而是双手齐出 锁住了眼首一的一条胳膊 眼首一脸色一沉 想要将手臂拔出来 却没能成功 他被士奎困住了 士奎诡异一笑 随后张开嘴巴 声带剧烈颤抖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又是佛门狮子吼 这次的佛门狮子吼 威力比之前要强数倍 好在观众们早有准备 纷纷捂住了耳朵 而距离士奎最近的那堆碎石 竟然被佛门狮子吼震成了粉末 众人大惊 连石头都被震成粉末 那距离士奎最近的眼首一 又是什么下场 佛门狮子吼 不仅能够让人耳聋 头晕目眩 还能直接攻击人的魂魄 妙记武僧沉声说道 厉害的佛门狮子吼 甚至能直接将人的三魂七魄 喊出肉身 再厉害一些 能隔空震碎别人的魂魄 听妙记武僧解释 佛门狮子吼的厉害 大家的心一时间都沉到谷底 严守一距离士奎那么近 他能扛得住吗 弹幕也肉眼可见的变少了 网友们似乎也沉浸在 这一招佛门狮子吼当中 忘了讨论战况 严守一 你死定了 吴天峰嘴角控制不住地上扬 他认为 不管严守一有什么本事 被士奎这么近距离使用佛门狮子吼 恐怕魂魄都全部震碎了 尤其是 严守一现在一点动作都没有 仿佛是个木头人 士奎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他松开了严守一的胳膊 脸上露出惋惜之色 可惜 可惜 我还想多跟你玩玩呢 噗 士奎的话还没有说完 忽然看到一个拳头 离他越来越近 最后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 擂台上传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仿佛是木桩撞在了青铜中上 士奎连连后退 捂着鼻子 面色痛苦 而在他的身前 是丝毫没有受到佛门狮子吼影响的严守一 严守一揉了揉拳头 淡淡地说道 就这 赤花会的大杀器 所谓的妖僧 就这 士奎连退好几步 松开手的时候 鼻子已经塌陷 他神色痛苦 眼中终于有了一丝理智 写满了不可思议 你怎么 怎么会没事 你在上台之前 恐怕对我一点了解都没有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如果你对我做过调查 就应该知道 我是天煞诗魁 天煞诗魁 士奎愣愣地看着严守一 天煞诗魁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是僵尸 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我 没有魂魄 严守一说完 栖身上前 再次出拳 士奎脸色一变 赶紧抬手格挡 沉闷的碰撞声 再次响起 士奎硬抗严守一的拳头 竟然被打得向后 平移了十几米远 沿途的废墟和碎石 被无情的距离 推向两边 硬生生 划出了一道长长的拖痕 稳住身形后的士奎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他虽然接住了 严守一的拳头 但却双手发麻 身体颤抖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严守一一拳 险些破了他的佛门精深 一种莫名的感觉 从士奎的心底 深处生出 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士奎定了定神 赫然想起 这种感觉叫做 恐惧 他怕了 怕一个之前 被他是做玩物的对手 而这个对手 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而已 天煞诗魁 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无形之中 严守一给士奎 带来了深深的震撼 同时也让之前信心满满的 赤花会成员们 瞬间失去信心 那可是士奎啊 被赤花会是做大杀器 封印在八角井底的妖僧啊 如果连他都不是严守一的对手 那他们的少主吴天风 又如何能赢 这和他们料想的完全不一样 渔州的赤花会总部 吴剑筹换了手下的手机 用另一个账号 正在观看直播 当他看到士奎的佛门狮子吼 对严守一无效 并且惨遭严守一击退以后 脸色瞬间阴沉严肃 这小子原来是天煞诗魁 真是机缘不浅 吴剑筹虽然对严守一是 天煞诗魁的事情感到惊讶 但与之前不同 吴剑筹的眼里 并没有流露出淡幼之色 他似乎对士奎很有信心 哪怕现在士奎落入下风 这时 古族的藤族长 带着两个古族手下 藤族长忧心忡忡地说道 会长 士奎该不会不是严守一的对手吧 倘若士奎败了 少主就要亲自出手 他 藤族长的爵骨 已经被人送到吴天锋手里了 爵骨关乎藤族长的性命 所以他不得不对此事上心 不用担心 吴剑筹白手说道 士奎的真正实力远不止如此 严守一不可能打得过他 就算严守一侥幸得胜 所剩的实力也实不存一 天锋光靠自己的本事 也定能杀严守一 还用不着你的爵骨 藤族长稍微松了口气 爵骨能给吴天锋带去超凡的力量 但要是那样的吴天锋 还是死在严守一的手中 他这个藤族长 恐怕也得死 虽然吴剑筹的话 有起到一些安慰的作用 但藤族长还是不太放心 他无法理解 现在看起来完全落入下风的士奎 还有什么胜过严守一的资本 藤族长 你仔细想想 为何士奎甘心被我们赤花会 封印在八角井 吴剑筹意味深长地说道 八角井乃是赤花会总部的风水之眼 是气运所在 对镇压妖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现在士奎已经离开了八角井 照理说他直接杀光赤花会的人 然后逃之夭夭便能重获自由 他又为什么要与赤花会约定 十年出来一次 五年杀一个人 这显然不合常理 剑腾族长露出思索之色 吴剑筹也没有卖关子 他冷笑着说道 看到士奎身上的风魔钉了吗 那是当年我们赤花会老祖下的封印 风魔钉封印了士奎的力量 也能决定他的生死 而掌控士奎生死的按钮 我已经交给天风了 腾族长顿时了然 原来士奎的把柄 被赤花会握在手中 所以他才心甘情愿 为赤花会杀人 否则 以这个疯子的性格 早就大开杀戒了 仅凭一个无天风 乃能拦得住他 吴剑筹又说道 风魔钉封印了士奎的力量 所以他现在看起来 才不如眼手一 而接下来我要让天风解除 一部分士奎的封印 被封印后的士奎 已经如此强大 倘若解开一部分封印 杀岩手一 岂不是信手拈来 闻言 腾族长不再担心 他双手抱拳 举过头顶 眼神尊敬地看着吴剑筹 声音高亢 会长英明 吴剑筹很是受用 眼神森然地 看向直播里的岩手一 嘴角微微上扬 岩手一 这回我看你死不死 轰隆隆 大雨倾盆 惊雷滚滚 擂台之上 闪电瞬间照亮 岩手一的侧脸 那张棱角分明的脸 给士奎带去巨大的压力 比速度 岩手一不怕士奎 比力量 岩手一甚至胜士奎几分 最重要的是 岩手一没有魂魄 士奎的佛门狮子吼 对他不起作用 该怎么打 士奎呼吸急促 忍不住看向台下的吴天风 吴天风与之眼神接触 明白士奎这是在向他求助 该死 吴天风低声咒骂 他之前根本没考虑过 需要为士奎解开封印的情况 在他的眼里 岩手一连杨山君都打不过才对 但现在为了赢 为了赤花卉的脸面 吴天风也顾不上太多了 他拿出两张道符 以气机引燃 口中念念有词 与此同时 士奎左右两只胳膊上的风魔钉 爆发出血色光芒 嗡 风魔钉颤抖 已经松动 仿佛随时会解开封印 啊 士奎怒吼一声 双臂一震 直接将两根风魔钉震出身体 两根风魔钉掉落在地 发出丁丁的声响 原本风魔钉的位置 是两个圣人的窟窿 此时两个窟窿里 正倾泻出青色的能量 这些能量 快速将士奎包裹 层层提升他的气势 士奎心里的恐惧一扫而空 因为他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又回来了 实力更上一层 丝毫不具严手意 游戏再次开始 士奎笑一声 冲向严手意 严手意也感觉到士奎身上的变化 眼神也变得凌厉严肃 为了试探士奎的实力 他再次与士奎对拳 然而这一次 二者拳头相撞 严手意感到一股 无可匹敌的距离传来 碰 严手意的身体 如同被卡车冲撞 狼狈地倒飞出去 倒飞出去十几米的距离 最后又在废墟中连滚了几圈 才勉强稳住身形 妖僧的实力突然提高了 似乎是解开了某种封印 观众席里还是有明眼人的 一眼就看出 士奎的实力水涨船高 大家都流露出担心之色 士奎眼看鸡飞严手意 眼中顿时爆发出兴奋之色 随后他一把扯断自己的骷髅佛珠 将一颗颗骷髅头扔向严手意 他双手合十 面前出现青色的万字佛印 一颗颗骷髅头 竟然长出了小尾巴 化身成游离在半空中的恶灵 骷髅嘴巴不停地撕咬着空气 发出咔咔咔的诡异声响 阿弥陀佛 全都给我上 士奎下令道 骷髅头一拥而上 面目猙獰地扑向严手意 在他的身上疯狂砍咬 因为数量过多 导致严手意的身影 直接被骷髅头淹没 观众们根本看不到严手意的身影 士奎身上的这些骷髅头 其实都是当年被他斩杀的各路妖怪头骨 他用另类的超度方式 将这些妖怪的魂魄 封印在骷髅头里面 最后将它们变成法器 为他所用 如今 便是这些恶灵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恶灵包围着严手意 疯狂地啃咬 看得大家触目惊心 换位思考一番 若是自己被这些恶灵包围 恐怕不出一炷香的时间 就会被咬的骨头都不剩吧 现在大家连严手意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是不是说明它凶多吉少 观众们秉息凝神 目不转睛地盯着恶灵 就在士奎以为 严手意要被恶灵啃食干净的时候 那密集的恶灵中 突然射出一道金光 金光犹如撕破黑暗的大手 开始不断扩大 恶灵似乎十分畏惧金光 纷纷尖叫着避让 避让不急者 顷刻间就被金光吞噬 严手意的身影 逐渐从恶灵当中显现出来 它完好无损 只见严手意周身被金光所覆盖 恶灵没有伤它分毫 恰恰相反 一只没来得及逃走的恶灵 被严手意单手握住骷髅头 只是稍微用力 骷髅头就化作骨灰 恶灵也魂飞破散 它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 侍魁和观众们的脑子里 冒出了相同的疑惑 这时候 龙飞城大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是龙虎山的金光咒 众人猛地回过神来 发现这好像的确是 道门八大神咒之一的 天罡金光神咒 是龙虎山的绝学 没错 鲁班传人会龙虎山绝学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不 那不是金光咒 狗倒是摇了摇头 解释道 金光咒固然能护体 能杀敌 但此时严守一所用的 并非是金光神咒 气息不对 不是金光咒 那是什么 是佛门金身 妙计武僧双手和时 闭眼说道 是我们佛门的佛门金身 众人呼吸一致 双眼圆瞪 在看向擂台之时 只见严守一周身 飘着不断旋转的腕子 他的体表 泛着金色的光芒 犹如镀上了一层黄金 侍魁大惊失色 你也会佛门金身 身为鲁班传人 本就会百家之所长 会佛门金身 有什么问题吗 严守一淡然解释 随后身体一震 所有包裹着他的恶灵 瞬间溃散 民俗研究会的元老们 纷纷转头看向 妙计武僧 大家都怀疑 原本的鲁班书中 并没有记录佛门金身 严守一之所以会佛门金身 是因为这几天 他在闭关之时 被妙计武僧传授了法门 不过他们没有证据 就算有 也不会说出来 佛门的功法是不外传的 哪怕是妙计武僧也不行 但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严守一会的佛门金身 到底是妙计武僧偷偷教的 还是鲁班书中本来就有 因为没有证据 就算以后佛门调查起来 也拿严守一没办法 清理了恶鬼 严守一不打算继续被动 他从废墟中冲出 浑身被佛光笼罩 一拳轰向士魁 因为佛门金身的缘故 导致他的力量又有增强 原本已经有所提升的士魁 再次被压在下风 他的拳头不停地 落在士魁的身上 士魁只能举起双手格挡 却还是节节败退 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 打得好 观众们再次 这场对决 简直跌宕起伏 意外不断 不停地给大家带来惊喜 真是废物 吴天峰见士魁落入下风 心里气急 便再次拿出道夫引燃 继续解开士魁的封印 道夫燃进 士魁也有所感应 封印着他双脚的风魔钉 失去了光芒 他立即将风魔钉拔出 青色的力量再次喷涌而出 士魁的肌肉隆起 速度得到了提升 这下 他和阎首一变得实力旗鼓相当 在擂台上 打得你来我往 阎首一眉头一皱 发现了士魁身上的风印有古怪 士魁身上一共有七根风魔钉 现在双手双脚的已经拔出 还剩下天灵盖 心脏和丹田位置 目前 光靠肉身的力量 阎首一已经达到极限 和士魁持平 想要胜士魁的话 只能动用斩破刀 以及各种招数 但士魁身上 也还有三根风魔钉没有拔出 若是拔出了 到时候 战况又会如何 必须在士魁 再次拔出风魔钉之前 便将之击败 阎首一下定决心 口中立刻念起咒语 角积之精 甲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刑 顺无者生 逆无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律令 强大的掌心雷 瞬间在阎首一的手心凝聚 带着恐怖的威压 劈向士魁 士魁躲闪不及 被掌心雷正中 电蛇瞬间布满他的身体 有那么一瞬间 士魁失去了意识 而只是这么一瞬间 阎首一便抓住机会 对着士魁的身体 施展出一整套的八卦掌 士魁的脚下 出现一道八卦阵 而阎首一的身影 仿佛瞬间出现64道 从不同的方向 打在士魁的身上 足足64掌 每一掌都打在士魁的 经脉穴位之上 普通人若是遭受这样的攻击 下一秒就会鲜血 暴体而亡 士魁回过神来 竟然大笑 你的攻击 全都是针对经脉穴位的 但别忘了 我可是有佛门经身护体的 如果你破不了我的经身 便绝对无法伤及我的经脉穴位 阎首一收了掌 眼神冷漠地站在士魁的面前 轻声吐出一个字 爆 碰 士魁的身上 青色的光芒 如同玻璃般破碎 士魁的佛门经身 被破了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没等士魁回过神来 他周身的穴位 突然无比胀痛 紧接着皮肤爆裂 鲜血从穴位中喷涌而出 顷刻间 士魁就变成了一个血人 不仅如此 他的经脉堵塞 痛苦万分 别说继续和严守一过招了 此时就连动弹一根手指头 都办不到 佛门经身 毛山掌心雷 武当山八卦掌 你竟然都会 你竟然都会 士魁双眼圆瞪 愤怒咆哮 士魁身上的经脉尽数堵塞 穴位爆裂 无数鲜血喷涌而出 将他变成一个触目惊心的血人 这仅仅只是严守一一套 连招打出来的效果 大家这才回过神来 方才士魁解开四根封魔钉 又用了恶灵法宝 而严守一 还什么招数都没出 他单凭肉身力量 就和士魁打了个平手 而当严守一开始 动真格的时候 佛门经身 掌心雷 八卦掌 一整套连招齐出 便再次碾压士魁 强行破了士魁的佛门经身 强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现场观众与直播间里的网友 再次对严守一的实力 表示叹服 但也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 严守一用的全都是 其他门派或者教派的招数 他就不会一点 鲁班传人自己的本事吗 有一说一 严守一虽然厉害 但我没从他身上 看到半点鲁班传人的样子 他真的能领导我们民间教派吗 别尬黑呀 鲁班教擅长的是 木匠手艺 风水和奇门遁甲 这些本事怎么用来过招 难不成拿木头帮帮敲人吗 大家扪心自问一下 严守一使用的 都是各门各派的绝学 这些绝学 不管是谁来修炼 都要穷极一生 但严守一一个人就全部学会 并且融会贯通 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 严守一的强大吗 观众们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一方人认为 严守一没有拿出民间教派的本领 另一方人则认为 严守一已经足够强大 不需要再证明什么 一时间 持着两种观点的观众 吵得不可开交 直播间也再次被弹幕刷屏 这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让大家的争吵忽然间停止 战斗还没有结束 喊话的人是吴天峰 只见吴天峰手里 拿着三张道符 分别是黄 红 黑三种颜色 他眼神森冷 冲着士奎喝道 机会我给你了 能不能杀眼手一一雪前耻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说吧 吴天峰引燃了黄色的道符 士奎眉头一皱 周身原本已经破碎的佛门精身 竟然再次凝聚 他顺手拔掉了 钉在丹田部位的风魔钉 封印又解除了一个 而且胸口的封印至关重要 士奎顿时气势暴涨 一拳将眼手一逼退 而后双手合十 口中默念佛门六字大明咒 安 妈 娜 巴 咪 奥 士奎的双手 附上了一层佛光 犹如镀金一般散发出金属的光泽 紧接着 士奎对着眼手一连出数掌 每击出一掌便有一道巨大的金色掌印飞出 等到飞到丹手一的面前 掌印竟已经有一人高大 丹手一连忙闪躲 身后的碎石废墟被掌印击中 竟然无声地化作粉末 好强的攻击裂 丹手一脸色一沉 心里暗自衡量士奎掌印 与自己肉身的强度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无法硬抗 再度解开封印的士奎 战斗力上了不止一个台阶 就算是丹手一也需要暂时避其锋芒 被封印百年 我都快要忘了 我曾经的实力有多强了 士奎一边出掌 一边发出兴奋的笑声 我的力量正在一点点地苏醒 这全都是拜你所赐 哈哈 哈哈 士奎的笑声十分诡异变态 如同一个失心疯 观众们只是听着 便觉得毛骨悚然 丹手一多次闪躲 没有被士奎伤到分毫 明眼人此时便能看得出来 尽管士奎的掌法破坏力十分了得 但也仅仅只是如此 如果士奎没有别的招数的话 恐怕是伤不到丹手一的 而丹手一只要找到机会反击 未必不能杀士奎 见状 吴天峰没有任何迟疑 果然引然红色的道夫 哄 士奎击出的掌印 瞬间扩大数倍 本来即将被丹手一躲过的掌印 这回直接封死了丹手一的所有退路 正正地打在丹手一的身上 丹手一发出一阵闷哼 身体瞬间倒飞数十米 等他的身子停下来 也是忍不住丹西跪倒在地 脸色十分难看 似乎受了很严重的伤 丹哥 龙飞城突然紧张起来 别慌 老丹是天煞失魁 就算肉身受了伤 也很快就能恢复 王吉网安慰道 不对劲 罗宁神色凝重 指着丹手一的方向说道 你们看 丹手一的左手 众人连忙看去 只见丹手一的左臂 似乎受伤严重 软绵绵地挂在肩膀上 至少也是粉碎性骨折 往常这种伤 丹手一很快就能恢复 但此时此刻 他的手臂 似乎没有恢复的迹象 没有恢复 众人大惊失色 会不会是因为 弑魁是妖僧 使用的是佛门的法术 对天煞失魁有所压制 何西平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个推论很有依据 让大家忍不住面面相去 倘若真是如此 那丹手一天煞失魁的优势 就荡然无存 而且现在他 费了一条胳膊 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 换言之 仕逵就完全占据上风了 什么狗屁天煞失魁 你也不过如此 仕逵见丹手一受伤 更是兴奋 他直接拔掉了胸口的风魔钉 妖翼的能量 从胸口喷吐而出 仕逵本就高大的身体 再次暴涨 变成了三米高的巨人 他浑身肌肉突出 如同电影里的绿巨人一般 眼神是血 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咆哮声 去死 仕逵怒吼一声 双拳砸地 身体一跃而起 跳向单膝跪地的丹手一 一时间 所有人的心都揪起来了 仕逵连练解除封印 实力越来越强大 丹手一之前 还能与之抗衡 但现在终究是要不敌了吗 要是丹手一 没有别的底牌 恐怕面对现在的仕逵 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丹手一一死 民俗研究会 必然溃不成军 大家所憧憬的未来 也会在那一瞬间破灭 远处停在二楼 田卷紧咬牙关 双拳死死握住 指甲深深地嵌入肉中 自己却一点都没有感觉 丹手一 丹大哥 你一定要扛过这一关啊 田卷 难难道 挺住啊 挺住啊 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丹手一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气魄 胆时 以及他和民俗研究会 对民间教派传人们的态度 都是令所有人无比满意的 他们不忍看着一个冉冉升起的星星 就这么憋屈地死在 妖僧士魁的手中 倘若丹手一能扛过这一次 崇拜和认可他的民间教派传人 就会源源不断地来到荣城 加入民俗研究会 即便那些没有加入民俗研究会的 民间教派传人 也都会知道 丹手一这个名字 民间教派传人 将会空前的团结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 丹手一扛过这一次 妖僧士魁一跃而起 带着万钧之力 垂击向地面的丹手一 而丹手一似乎身受重伤 左臂更是直接瘫痪 完全派不上用场了 在所有人的关注之下 士魁飞速下落 而丹手一却无法动弹 他尝试着站起 却又倒下了 大家这时才发现 丹手一的双腿脚踝已经骨折 两只脚已令人心疼的弧度弯折 显然已经不足以让他行走 更别提闪躲士魁的攻击了 完了 所有人的心里都咯噔一声响 似乎有什么希望破灭了 碰 士魁终于落下 一拳捶在丹手一的身上 力道之大 让周围的尘土飞扬 即便在倾盆大雨之下 都无法迅速平息下来 丹哥 龙飞城大惊失色 要不是有翁迁向拦着 恐怕他已经要冲上擂台救人了 冷静一点 王吉网同样紧张 却努力地克制住自己 除了丹手一和林子彤 民俗研究会里 最说得上话的人就是他 现在他们二人没说话 王吉网就必须扛起这个担子 阿公咬牙道 要是丹哥真的不敌妖僧 我们现在出手还来得紧 大家一起出手 是可以拦得住妖僧的 罗宁陈生道 民俗研究会的元老们 蠢蠢欲动 王吉网迟疑了许久 还是决定保持理智 不能动手 他陈生喝道 我们应该相信老严 众人闻言 脸色都有点难看 如果不是为了团队的稳定 大家说不定都已经冲出去了 但现在严守一说不上话 大家要是不服王吉网的话 以后民俗研究会里的麻烦会更多 为了民俗研究会的团结 大家暂时忍住了 但也仅仅只是暂时 等到烟尘散去 要是大家亲眼目睹 严守一落败 便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台去 老严 王吉网顶着巨大的压力 双眼死死地盯着擂台 你可别让我做错事啊 亭子二楼 诸葛连目不转睛地盯着擂台 自言自语道 胜负应该要揭晓了 严守一可别说啊 诸葛连额头上 已经紧张到冒冷汗了 田卷小脸铁青 在大雨冲刷之下 烟尘很快散去 烟尘当中 是一道魁梧的人影 从他的姿态可以看得出 这家伙似乎拎着一个人 没错 因为体型巨大 所以单手便可以握住人的 一整个脑袋 拎着脑袋 便是拎着整个人 所有人的呼吸骤然停止 四周安静地 似乎能听得见心跳声 严尘散去 只见妖僧侍魁 站在废墟当中 单手拎着严守一的脑袋 而严守一的身体 似乎失去了所有的生命力 四肢软绵绵地下垂 没有任何反抗 严大哥 田卷忍不住捂住嘴 诸葛连贪了口气 他终究不是 我们想要找的人 赤花卉的这帮混蛋 诸葛急怒骂出声 直播间里的弹幕 瞬间炸开了锅 猪肉来回滚神先站不稳 严守一 败了 苍茫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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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杰 他还有没有站起来的可能 风尘道人 严守一天赋极佳 可惜就是年纪太小了 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 今天的结果不会是这样 鸡脚嘎拉 如果他死了 我对民俗研究会 可就一点都不感兴趣了 范叔友老宝 哎 我们民间教派 何时才能出现一位 真正的领军人物 弹幕里 无不是哀声叹气 对民间教派的未来 表示堪忧 大家好不容易等到 一位值得托付的人 结果 他却腰折在赤花会的手中 天度英才 远在渝州的吴剑筹 看到直播里的这一幕 顿时哈哈大笑 这就是和赤花会 做对的下场 他拍着腾组长的肩膀说道 腾组长 看样子 你的绝骨 暂时拍不上用场了 熊藤亚顿时松了口气 绝骨很强大 但熊藤依旧不想 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势魁能杀了阎首伊 那是最好的结果 吴天峰此时也无比高兴 看到阎首伊那副可怜模样 他当场大笑嘲讽 什么狗屁鲁班传人 什么狗屁的民俗研究会 在我们赤花会的面前 还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可惜啊可惜 你在第二场就死了 没能等到我吴天峰上台之时 我吴天峰杀你如杀狗 只是没了杀你的机会 人都死了 任凭吴天峰如何嘲讽 死人都不会开口还嘴 更不会死而复生动手反击 所以吴天峰直接将肚子里 之前所有的怨气 全部发泄出来了 这时候 一颗拳头大的石头 忽然朝吴天峰飞来 吴天峰早早察觉到 徒手接下 捏成粉末 冷眼看向石头飞来的方向 闭嘴 龙飞成脸色铁青 指着吴天峰吼道 老子杀了你 吴天峰问道 怎么不优先去杀士葵呢 他才是杀了你们会长的人呢 老子打不过他 龙飞成十分有自知之明 吴天峰顿时脸色一沉 难道我看起来 很好杀 至少看起来很好杀 龙飞成直接拔出了彩卫剑 一副要和吴天峰拼命的架势 其余的民俗研究会元老 虽然没有开口骂人 但也默默地摆出架势 严守一死了 一切都没意义了 那就大开杀箭 让赤花会的人全部留在这里 这一幕 被直播的镜头全部拍下 远在长安的李仲熙对着镜头默默叹气 他们全都是因为严守一才聚在一起的 严守一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一旦严守一死了 民间教派将再难团结 老夫果然没有看错 只有严守一 才有将大家团结起来的能力 我忍不了 龙飞成拿着彩卫剑 就要冲上去和吴天峰厮杀 慢着 王吉网直接伸手抓住龙飞成 实力差距让龙飞成无法再向前一步 龙飞成怒了 老王 你别拦我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咱们要是还这么窝囊 我连你一块砍了 你砍我 我无所谓 但我只是想让你冷静一点 王吉网指着站在后排的林子彤 与狗道士等人 冷声说道 难道子彤不比你更在乎老颜的生死 难道几位前辈 会眼睁睁地看着老颜归西 他们都还无动于衷 就说明事情还有转机 甚至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听到王吉网的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是啊 严守医要是死了 反应最激烈的必然是林子彤 而且几位长辈实力强大 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严守医 被士奎杀了 而直到现在 他们还无动于衷 这太不合常理了 龙飞成转过身望着林子彤 只见林子彤表情淡然 一点都不紧张 似乎 擂台上被士奎抓住的那个人 根本就不是严守医一样 尽管心里有无数个疑问 但大家还是强行忍住 并且尽量保持冷静 默默地放下武器 等待后续 一群窝囊废 吴天峰剑龙飞成他们又没有动手的意思了 不由地撇了撇嘴 冷声嘲讽 在他看来 严守医已经死透了 今天的事情也该结束了 只是 擂台下的观众们还是有点无法接受 站起来啊 严守医 不能输给这个妖僧 别对赤花会低头 他是不是死了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可能 严守医的真实实力 不可能只有这么点 我刚才就已经说了 严守医天赋虽然不错 但会的都是别的门派的路数 他自己鲁班传人的本事 却一点都不会 哼 他凭什么领导我们民间教派传人 没有那个金刚钻 就别让那个瓷器活 我突然对民间教派好失望 负面的情绪 在观众之间蔓延 所有人都垂头丧气 认为事情再无转机的可能 擂台上的尸葵拎着严守医的脑袋 有一会儿了 他在享受着大家的负面情绪 看到大家脸上的错愕和愤怒 再到后来的绝望和妥协 尸葵那变态扭曲的心理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开打之前 我就问过你了 你想怎么死 尸葵小声对严守医说道 现在我已经想好了 我想先拧下你的脑袋 然后再拔掉你的四肢 把你的身体重新拼装 然后再拆散 哈哈哈哈 说着尸葵巨大的手掌 一手抓着严守医的脑袋 一手抓着他的身体 扑呲一声 伸手一触 老严 哪怕是王极王 看到这一幕的一瞬间 都险些控制不住自己了 都到这个份上了 为什么子彤和几位前辈 还如此淡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严守医已死 吴天峰大声喊道 没人能与赤花会作对 任何人都不能 吴天峰打算登上擂台 好好地嘲讽 严守医一番 将之前赤花会丢的人 全都挣回来 观众们全都默默地低下头 为严守医 这位昙花一现的天才 默默祈祷 直播间里的观众 更是觉得万分揪心 尤其是那些认识严守医 或者受过他恩惠的人 他们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严守医会死在士奎的手中 但他们又清楚看到 严守医伸手异出了 就在所有人万念俱灰 恶手叹息之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湖面上响起 你们确定我已经死了吗 这声音是严守医的声音 所有人都愣住了 随后震惊地看向湖面 哄 一道惊雷闪过 照亮了西湖湖面 只见湖面之上 那艘小舟里 竟然还坐着一个人 同样一袭青衣 他竟和严守医 长得一模一样 又或者说 他就是严守医 什么情况 就连王吉网都感觉无比茫然 如果坐在小舟上的人 是严守医的话 那么擂台上 被士奎撕成两半的人是谁 王吉网不理解 士奎不理解 吴天峰更是露出见鬼的表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是谁 士奎有些恼怒 他感觉自己被戏耍了 只听小舟上的严守医笑着说道 只是杀掉了我一句鲁般分身 就值得你们如此庆祝吗 呵呵 妖僧士奎 不过如此 渝州赤花卉 不过如此 什么意思 鲁般分身 死掉的那句 只是分身 所有人的目光 又从严守医的身上 转移到士奎手里的尸体上 士奎不信邪 扯断了尸体的胳膊 他往胳膊的断口处一看 竟看不到骨头 看不到经脉 看到的只是一截折断的木头而已 他吓得直接丢掉了尸体 这 这不可能士奎大惊失色 他杀掉的 的确只是分身 一具用木头制作的分身 这是我们鲁般的秘书 我也才学会不久 小舟上 严守医的真身 微笑着解释 此乃木魁法身 严守医闭关期间 亲手雕刻出来的分身 之前沙阳山君 与士奎交手的 一直都是分身 而严守医的本体 始终在湖上看戏 士奎连拔六根封魔钉 连续六次解开封印 费尽心思 也杀掉的 也仅仅只是 他的一具分身而已 士奎陷入茫然当中 吴天峰更是惊慌到 不知说什么 观众里 有人幡然醒悟 原来 严守医并不是指挥其他门派的招数 原来 他自始至终都在使用鲁班交的本身 而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 这只是 他的一具分身而已 就已经如此强大 如果是他真身动手 又该如何 对不起 严会长 刚才是我说话的声音 大声了点 我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只能说 严守医牛逼 严守医牛逼 鲁班传人 严守医 在这一战当中 直接证明了鲁班传人的强大 让玄门世界的所有人 重新认识了鲁班传人 同时也记住了他的名字 严守医 严守医没死 这是众人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妖僧要死了 这是众人脑海里闪过的第二个念头 当众人发现 他们所佩服崇拜的严守医没死 而士奎费尽心思杀了的 只是严守医 用鲁班传人的本事 制造出来的一具分身之识 所有人兜了 果然 严守医没有那么弱 果然 鲁班传人 就是一等一的强 鲁班传人在民间教派地位特殊 大家天然 就对鲁班传人有崇拜感 而此时此刻 这个崇拜感 更是达到了顶峰 方才士奎和赤花会的人 以为杀了严守医真身 那般沾沾自喜的嘴脸 现在看来 反而成了小丑般滑稽 你们费尽心思 杀的只是 人家的一具分身而已 杀一个分身 就这么费力了 若是换作本体来呢 姚僧死定了 民俗研究会元老们的后方 林子彤微笑着 看着严守医的真身 其实他早就知道 擂台上的人是分身了 之前不说 只是不想暴露而已 狗道士 妙记武僧和魏长青也都知道 在严守医闭关期间 只有他们与严守医见过面 闭关期间 严守医除了学会了佛门精身以外 剩下的所有时间都在制作这具分身 分身是用金刚南木所制作而成 其身体坚硬度堪比金刚 就算是罗宁炼制的金刚师 都远远不如 而严守医工艺精湛 制作出来的分身栩栩如生 真假难辨 再加上他修炼了 木魁法身 分身即是法身 外人根本看不出 分身和真身的区别 之前的所有战斗 不过是坐在小舟上的严守医 远程操控分身战斗罢了 一方面是为了测试赤花会 派出的人手的实力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测试分身的实力 现在严守医对自己分身的实力很放心 同时也对士魁的实力 有了一定的了解 一具分身 就逼得士魁拔掉了六根风魔钉 严守医有自信 当自己真身出手之时 就算士魁拔掉全部风魔钉 也不是他的对手 亭子二楼 诸葛连的脸上有着错愕 随后转化为惊喜 严守医还真是令人出乎意料 诸葛连笑道 原来那只是他的一具分身 他的真身实力该有多强啊 姐 刚才你似乎做出了错误判断 诸葛吉扶了扶眼镜说道 诸葛连斜了诸葛吉一眼 狗在叫 诸葛吉 自己这个姐姐不仅射牛 脸皮还厚 经常做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田卷长舒一口气 整个人无力地依靠在栏杆边 才发现自己已经是满头大汉 严大哥好厉害 他喃喃道 诸葛吉点点头 严守医营下类台战 应该不成问题 你不用担心 会被吃花会的人带走了 文言 田卷洗上眉梢 看着楚楚动人 诸葛吉竟然红了脸 畏畏缩缩地 站到诸葛连那边去了 真是个耸祸 诸葛连健壮 美好气地 垂了自己的射恐弟弟一拳 你小子要是有那个叫 龙飞城的一半脸皮 早就脱单了 他低声说道 诸葛吉摇摇头 姐 你这个逻辑不成立 龙飞城比我脸皮厚那么多 还不是没有女朋友 第一 他长得丑 第二 他脸皮太厚了 脸皮太厚的话 容易成舔狗 诸葛连认真地教育道 要是龙飞城在这儿 他一定会义正言辞 距离力争 谁是舔狗了 你们说我是舔狗 那是因为 你们没见过喊狗王 颜大哥要上台了 这时 田娟兴奋地喊道 他的眼里 全然没了之前的担心之色 只想着看颜首一上台 然后胖揍那个妖僧士魁 诸葛连也不再熟络自己的废物弟弟 美眸认真的盯着颜首一看 颜首一缓缓登台 他的长相和之前的分身 没有任何区别 但不知为何 见到他真身的时候 众人只觉得颜首一的真身 不仅气势更强 也更具有亲和力 这或许就是活人和木头的区别吧 颜首一身上有一股亲和力 让人如木春风 如玉朝阳 很舒服 但作为他的敌人 适魁所感觉到的 可就不是那样了 他看到 颜首一身上 不仅有之前分身所有的力量 还有更多他 看不透的东西 例如 无尽的煞气 还有 盘绕在他周身的淡淡的紫气 在士奎的眼中 颜首一的真身 深不可测 一想到自己费尽心思杀了的 只是颜首一的一具分身 士奎忽然觉得万分恼怒 他一怒之下 将分身的尸体 朝颜首一扔去 颜首一顺手接下 把分身身上的胯包取了过来 然后抬手释放一道天雷浴火绝 将分身烧成灰烬 原本不知该如何取回我的东西 现在不担心了 谢谢啊 颜首一笑着背上胯包 士奎呼吸一致 差点气得背过气去 我都干了什么蠢事啊 刚才我的分身与你动手 从头到尾都没有动用武器 颜首一低头在胯包里翻找 一边说道 但你已经拔掉了六道封印 十里水涨船高 所以哪怕是我真身出手 使用一两件宝贝 也非常合理吧 台下的观众纷纷愣住了 听颜首一这口气 难不成他觉得 以他真身的实力 就算赤手空拳想除掉士奎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会稍微麻烦一些 谁在生死之战的时候 不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颜首一 只是想要动用一两件宝贝 还需要和对方打个招呼 提醒一下 这是何等的自信 或者说是自大呢 如果这么说话的人 是吴天锋 所有人都会觉得 吴天锋是自大狂 但不知为何 颜首一说这话 大家只觉得 他有无比的自信 士奎再次感觉 受到了侮辱 怒吼道 把你会的全都使出来 我不怕你 歇斯底里 嘴上喊 不怕喊得越大声 恰恰反映了他心里的美底 颜首一笑了笑 不想解释太多 同时 他翻找夸包的手 顿了顿 似乎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 之前杀杨山君 用的只是他的法身 现在杀你的话 也得用真身了 说着 颜首一从夸包当中 拔出了一柄通体漆黑的长刀 长刀黑得如同一道影子 吞噬了所有的光芒 却在那长刀的刀刃上 有着金灿灿的六个字 安 妈 那 北 你 哦 正是佛门六字真言 斩破刀的刀身之上 金色的佛门真言异常醒悟 其他人看不出来 但作为妖僧的士奎 一眼就看出来了 斩破刀上有封印 而且封印的似乎是煞气 颜首一是乳班传人 为何使用的 却是一件充满煞气的妖刀 士奎从颜首一的身上 感受到了十足的威胁 他后背发凉 直冒冷汗 犹如一只野猫 在遭遇天敌之时 拱着被炸毛的感觉 此子不能留 此子不能留 士奎脑海里 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便被恐惧和冲动 冲昏头脑 他身体控制不住地 向颜首一杀去 只想尽快杀了此子 以绝后患 颜首一见士奎杀来 抬手便发出一道 毛山的掌心雷 电蛇翻涌 沿着脚下废墟 来到士奎的面前 士奎双手合时 周身青绿色的光芒震荡 强行将掌心雷挡下 拔出了六根风魔钉的士奎 实力达到了一个 令人咋舌的强度 就算是十名鬼王联手 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我杀了你 士奎一拳轰向 颜首一的脑袋 颜首一向旁边闪躲 同时斩出斩破刀 当的一声 斩破刀砍在士奎的肩膀上 便见落刀的位置 清光如水波般震荡 却并没有伤到士奎真身分毫 可想而知 士奎解除封印以后 重新凝聚了佛门精身 而其强度又增强不少 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破开的了 士奎见斩破刀 没能伤得了他 脸上顿时闪过扭曲的笑容 一把抓住颜首一的胳膊 尽管颜首一的肉身强度 强得可怕 但士奎同样不弱 他用力一捏 颜首一的胳膊 顿时塌陷下去 恐怕骨头已经粉碎 如果此时颜首一不想办法脱身 下一秒 士奎必然会乘胜追击 对颜首一发起一连串的攻击 于是颜首一当机立断 直接斩了自己的胳膊 这才交手第一个回合 颜首一不仅没伤到腰僧 反而自断一条胳膊 观众们内心胶着万分 本以为颜首一真身上台 应该是以碾压之势 杀死士奎 没想到竟然还是落入下风 正在大家诧异之时 却见颜首一的胳膊断口处 一条新的胳膊竟然迅速生长出来 和之前被斩断的那条 毫无差别 对了 颜首一是天煞施魁 她的肉身不仅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还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可以断之重生 有人回过神来 激动地大喊 其余人也纷纷想通 但对于颜首一当机立断 自断手臂的果断性格 还是觉得佩服 换做是其他人 恐怕下不了这么狠的手 全新的手臂生长出来 白嫩如玉 颜首一只是抓握几下 便适应了这条新的手臂 而士奎还抓着那条断臂 没有第一时间回过神来 颜首一眼神一宁 一刀斜屁 士奎丢掉了断臂 一边后退一边嘲笑 方才你不是已经尝试过了吗 这把破刀 是破不了我的精神的 能不能破 一时便知 颜首一冷哼一声 便见斩破刀上 竟然燃起了炙热的火焰 离火炽刃灾 斩破刀上的离火 专刻各种邪碎 要是换作其他对手 恐怕并不畏惧离火 但士奎是妖僧 修的本来就是歪门邪道 身上全都是邪碎之气 离火收拾他 正好对口 当 斩破刀砍在士奎的肩膀上 再次发出金属碰撞声 但不一样的是 这一回 士奎的精神 并没有再次震荡出波纹 士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不由的面色大变 碰 他的金身瞬间爆裂 青光化作碎片飞扬 而下一秒 炙热的离火便代替金身 覆盖了士奎的全身上下 士奎瞬间变成火人 破 严守一大喝一声 手起刀落 直接将士奎的右臂 齐根斩断 鲜血喷涌 却还没有离开士奎的身体 就被熊熊燃烧的离火 给烧得干干净净 啊 他痛苦地惨叫起来 倒不是因为手臂被断 而是因为浑身被离火灼烧 他那双被大火覆盖的眼睛 疯狂地寻找着水源 想要熄灭身上的离火 不用白费力气了 严守一好心提醒到 离火是不会被普通的水浇灭的 士奎动作一顿 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来保持着理智 以他现在的情况 根本灭不了离火 如果不再做点什么 最后只能被离火活生生给烧死 赤花卉的 士奎强忍着疼痛 回头对着吴天峰怒吼咆哮 解开我的最后一道封印 否则我死了 你也活不久 士奎认为 自己是赤花卉的最强战力 如果他死了 下一个上台的吴天峰也必死无疑 毕竟 他死了以后 就再也没人会是严守一的对手了 吴天峰见士奎再次落入下风 捏着最后一张黑色道符 却迟疑了 这最后一张黑色道符 代表着赤花卉 对妖僧士奎的最后一道封印 一旦道符燃烧 士奎拔掉了天灵盖上的风魔钉 赤花卉就彻底失去了 对士奎的控制 哪怕这次士奎杀了严守一 帮助赤花卉取胜 事后士奎必然会逃跑 不再给士奎会封印他的机会 甚至 士奎有可能反过来 把士奎会的人全都杀了 保当年封印之仇 但若是 不解开这道封印 说不定士奎就死在严守一手里了 赤花卉一样丢人丢到姥姥家 如何抉择都在吴天峰一念之间 他看着愤怒的士奎 又看到那强大的严守一 拿着道符的手 微微颤抖 理智告诉他 不能解开封印 但尊严 让他毫不犹豫地 将黑色道符燃烧 这场比斗 吴天峰不能说 他代表的是赤花卉 是少主 未来的会长 要是这次比斗输了 他还有什么颜面回宇舟 哪怕拼着士奎失控 也一定要杀了严守一 杀了严守一 一切都是值得的 等到吴天峰心里 做出决定之时 他惊讶地发现 手里的黑色道符 已经燃烧殆尽 原来在他恍惚之间 身体便已经做出了决定 看到黑色道符燃尽 已经变成火人的士奎 不仅不再惨叫 反而大声放肆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封印解开了 封印解开了 我自由了 熊熊烈火当中 士奎伸手拔掉了 那最后一根风魔钉 风魔钉钉在他的天灵盖上 封印的是尸奎的魂魄 这也是为何之前 士奎所有的攻击招式 都只是以肉身出手 最多也只是借用 恶灵的力量的原因 当士奎拔掉最后一根风魔钉 他的气势猛然大涨 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他的天灵盖位置 喷涌出无数黑色的煞气 离火当场被煞气冲散 全部熄灭 露出士奎那丑陋的身体 因为离火的焚烧 士奎全身上下 没有一块好肉 尽管肌肉线条清晰可见 但皮肤早已经严重烧伤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这时 冲天的煞气在他的周身盘旋 之前被严守依破了的 佛门金身再度凝聚 黑色的金身 更加让人震惊的是 煞气竟还在士奎的身后 凝聚出一道黑色的光环 如同菩萨罗汉身后的 果味光环似的 在士奎的狂笑声当中 他徐徐升空 竟宛若黑色的神佛降临 哄 雷云适时的隆隆作响 仿佛在回应士奎的笑声 让现场的气氛 变得更加沉重恐怖 封印全部破开了 我自由了 这熟悉的力量 又回来了 士奎敞开胸膛 无数黑气在他周身环绕 仔细一看 竟都是一道道恶鬼魂魄 至少有上千之数 阿修罗 这个妖僧士奎 竟然修炼到这个地步了 饶式妙计五僧 也不由地动容 眼中闪过一丝震惊 阿修罗是什么 林子彤皱眉问 能让妙计五僧如此惊讶 已经说明 士奎现在的实力十分可怕 林子彤开始担心 眼手衣的安全了 只听妙计五僧沉声说道 佛门有六道 分别是人道 天人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和阿修罗道 其中阿修罗道十分古怪 说他是佛 却没有佛的善行 和鬼魂有相似之处 说他是鬼魂 可他具有佛的威力神通 说他是人 虽有人的七情六欲 但又具有佛 鬼魂的威力恶行 因此 他是一种非神 非鬼 非人 介于神 鬼 人之间的怪物 普通的僧人 修炼佛心 广结善缘 最后有两条路可选 分别是法僧修成的菩萨 五僧修成的罗汉 我的路子便是罗汉路 但妖僧不同 他们最后都会堕入魔道 成为十分可怕的阿修罗 我本以为 士奎只是一名 稍微强大一点的妖僧 没想到他 已经成为了阿修罗 妙计五僧说着 眼中有着深深的忌惮 狗道是回过神来 震惊地说道 照你这么说 岂不是和菩萨 罗汉是一个水准了 妙计五僧缓缓点头 菩萨 罗汉 那可都是传说中的 神仙级别了 严守一还只是一个凡人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不 应该说是 在场的所有人 都不可能胜过士奎 一时间 妙计五僧和狗道士 都有些着急了 狗道士甚至准备 直接去把正在闭关的 严筹唤醒 因为他觉得 事情已经超出了 他的可控范围 这时候 林子彤却忽然发现了 不对劲 不对 如果士奎是阿修罗的话 百年前 他应该就已经是阿修罗了 他的实力那么强 凭赤花卉的人 怎么可能将他封印 关键时刻 还是林子彤胆大心细 发现了问题所在 二人回过神来 狗道士拍着大腿说道 好像是这么个理 秃驴 你再瞧瞧 那士奎真的是阿修罗吗 你可千万不要看走眼了 妙计五僧 也从之前的震惊 和惊慌失措中 缓过神来 他双手合十 默念佛号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接着 他的眼中闪过金光 再次审视天空中的士奎 在他的眼中 士奎的躯壳缓缓消失 天地之间 只有各种煞气在 而士奎的位置 却出现了一个宛若婴儿般 却浑身漆黑的影子 那婴儿双手合十 身上煞气喷涌 犹如一个黑洞漩涡 妙计五僧眼中的金光散去 但他脸上的震惊之色 却更盛 看出什么来了 狗道士催促道 死秃驴 别卖关子 有屁快放 林子童也催促 妙计叔叔 您发现了什么 妙计五僧深吸一口气 说道 士奎不是阿修罗 大家顿时松了口气 狗道士嬉笑道 我就说嘛 那士奎怎么可能是阿修罗 只要他不是阿修罗 手依旧 绝对能收拾他压的 但下一秒 妙计五僧又说道 但他的体内有阿修罗的魂魄 看样子 他是阿修罗转世 狗道士的笑容 顿时僵硬在脸上 道门修今生 佛门修来世 这是玄门当中 众所皆知的秘密 道不是佛门中人 装腔做事 自讨没趣 这其中的原因 是与佛门的修行体系 内容有关的 佛门修炼到最后 需要立下大红愿 红愿不完成 他们就无法得到果位 便永远都是凡夫俗子 无法成佛 虽然现在没人知道 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菩萨和罗汉 但这一套修炼体系是 真实存在的 例如佛门地狱里的地藏王菩萨 他曾经立下大红愿 便是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地狱没有空 所以地藏王菩萨 就一直都是菩萨 无法成为佛 类似的红愿有很多 红愿力得越大 就越难以完成 有些僧人穷极一生 都无法完成 自己所立下的红愿 他们觉得此生无望 便会顿入轮回 等待下一世重来 这便是佛门修来世的 真正原因 这个道理告诉我们 当年笑着吹出去的牛 总有一天要哭着收场 而且极有可能是下辈子 下下辈子 妙纪五僧所看到 士奎体内阿修罗的魂魄 便是阿修罗转世 虽然魂魄是阿修罗的魂魄 但士奎并不是真正的阿修罗 他的实力 距离真正的阿修罗 还差得远 只是因为有了一道 阿修罗的魂魄 因此才变得十分强大 这么说来 士奎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手艺还有机会 狗倒是目光如炬 依旧在考虑着 是否要出手相助